笑什么 那人不会就是你吧 我见他笑得古怪 打量了他一眼道 那怎么可能 方寸山赶紧摇头道 其实说起来 你跟那老妖怪 还有点渊渊 怎么说 我听得有些疑惑 方寸山把一颗花生米丢入嘴里 嚼了几下道 你还记得梅城里 那个什么首席风水大师吧 就是被你大谢八块那个 古之华 我念头一转 对 就那个姓古的 方寸山笑道 其实那老小子 遇到你这个桑门星 死得有点冤 连真本事都没来得及用出来 他什么本事 我问 方寸山微微一笑 养鬼 是吗 我回忆了一下 对于这个古之华的印象 倒还真没看出来 方寸山眼珠子一转 盯着我瞧了一眼 一拍额头笑道 我差点忘了 兄弟你也是个养鬼高手 那姓古的 就算用出真本领 只怕会死得更惨 这个古之华 和那藏海大师有关系 我心中一动 何止是有关系 这姓古的 本就是藏海那老妖怪的师弟 方寸山说道 这还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有些疑惑地问 这个古之华 也是你们弥天法教的 那倒不是 方寸山微微摇头 这师兄弟俩 一个入了弥天法教 一个入了红灵会 这算是两面鸭宝 我问 方寸山笑道 你这么说 倒也没差 你跟这师兄弟挺熟 我看了他一眼问 我哪会跟他们说 方寸山一口否认 藏海那老妖怪 是那龟儿子找来的 跟我们这些个本教老人 天生不对付 这人跟古之华比怎么样 我思索片刻问 方寸山文言 顿时神情一速 说道 这两人虽然是师兄弟俩 但真要比起来 那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那老妖怪 根本就不算是个人 连你都怕他 我有些诧异地问 怕当然算不上了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方寸山老脸一红 咳嗽了一声道 我也没戳穿 只不过能让方寸山 都感到恐惧 也足以说明 这藏海的厉害之处 其实那龟儿子上位之后 起初也有不少人反对 但只要是反对的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死在了那老妖怪手里 死还不是最惨的 死后还得被炼成鬼 那真叫个生死两难 方寸山感叹道 你知不知道 一个叫黄虎的 我忽然想到了 黄虎所用的 那个八鬼解释法 当初那古之华 也同样用过 黄虎 方寸山沉阴片刻 却是摇了摇头 没什么印象 那是谁 我见他似乎真的不知情 也就没有再往下细究 把活死人村中发生的事情 大致讲了一遍 问道 你觉得这个藏海想干什么 活人养鬼 嘿 这还真是那老妖怪 能做出来的事 方寸山冷笑了一声道 说着又皱了皱眉头 准备了这么多灵骨碗 这老妖怪 究竟是想系什么鬼 不过关于这一块 他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猜测 应该是和弥天法教这十余年 来在千山一带的布局有关 这个藏海跟和尚有仇 我又问了一句 和尚 方寸山诧异 我见他表情古怪 就问 有什么问题 你要是见过那个老妖怪 就知道了 方寸山黑了一声笑道 这老妖怪 本身就是个和尚 我听得大为意外 之前一直听苏世里称呼 藏海为大师 现在想来 这和尚也是可以称之为大师的 只不过这样一个顶尖的洋鬼术士 居然会是个和尚 着实叫人难以想象 这个老妖怪 虽然平日里打坐念佛 但做出来的事 那可跟佛门半点不沾边 只听方寸山冷哼一声道 至于你刚才说 这老妖怪跟和尚有仇 那可就说不好了 这么看来 那个藏海 应该和佛门有极深的渊源 但一时之间 也难以琢磨明白 沉思片刻后 看了一眼那方寸山 道 我要找人 你想个办法 这个吗 方寸山有些为难地挠了挠下巴 找不到也没什么 我淡淡道 方寸山一惊 忙道 兄弟你可别上火 有办法 这办法肯定是有的 这样吧 咱们从长记忆一下 正在这时 门外走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 不过快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了下来 显然是被胡搞给拦下了 老 老主 上面来人了 就在外面 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外面喊道 进来吧 我说到 方寸山赶紧回头去拿桌上的人皮面具 只是他这手刚一伸出来 就被我给挡了一下 老主 这时候就见一个提着油灯的老头 匆匆进门 正是之前捞兵的三个狱卒之一 只是他这一进门 往屋里猛看了一眼 当时就给愣住了 张了张嘴 后面的半截话就没能说出来 慌慌张张的成和体统 什么事 方寸山咳嗽了一声 面不改色地道 劳劳劳 主你 那老头文言 瞪大了眼睛 方寸山脸色一沉 让你别慌慌张张 还慌 说着像没事人一样 把人皮面具拿起来 贴回到脸上 不不不 不慌 不慌 那老头赶紧低下头 不敢再看 说吧 什么事 我淡淡道 那老头赶紧回道 其柄 其柄上市 外面来了人 说是缺人 问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人手 说清楚点 哆哆嗦嗦地干什么 方寸山板着脸呵斥道 那老头下的声音直发颤 又把事情重复了一遍 大概是弥天法教派了几个人过来 路过地牢 想要从地牢这边带些人手走 那三个老头不敢自作主张 就赶紧过来禀报 咱们这里内还有什么人手 让他们滚蛋 方寸山骂道 这 那老头听得不敢吱声 我淡淡接了一句道 既然缺人手 说明事情紧急 那咱们自然得去帮帮手 说得也是 方寸山文言 当即话锋一转 冲那老头瞪了一眼 愣着干什么 还不带我们过去 那老头不敢怠慢 赶紧一脚深一脚浅地 领着我们往外走 我来到门外 冲着胡稿看了一眼 这货倒也乖绝 历时现出原形 便回了白毛狐狸 惹得方寸山 一连看了好几眼 等我们穿过走廊 来到外头 就见两个提着油灯的老头 低头哈腰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敢动 在他们对面站着两个人 正有些不耐烦地打量着四周 让两位久等了 方寸山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那二人回过头来 其中一个三十多岁 面目英智的男子冷声说道 怎么这么慢 公务繁忙 兄弟莫及 方寸山不慌忙不忙地道 那男子冷笑了一声 这牢里空空荡荡 一个关押的人都没有 你是哪门子的公务繁忙 老子说繁忙就繁忙 你有意见 方寸山陡然变脸 这倒是让对方愣了一下 随即恼羞成怒 喝道 你说什么 都是自家人 火气别那么大 边上另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赶紧上前 挡在二人中间 我接了一句道 这位兄弟说得不错 还是办事要紧 那年轻人看了我一眼 点了点头道 我们的确是有要紧事 但是缺人手 想从你们这里不点人 听到了没有 你们三个过去帮帮忙 我回头对三个狱祖老头吩咐道 他们就算了吧 这里就没其他人了吗 那年轻人文言脸色一变 赶紧叫停道 我摊了摊手道 就我们这几个了 那还有什么人 那你 还有你 跟我们一起走吧 那英智男子指了指我 又指了指方寸山 你小子也敢指挥我 你知道我以前干嘛的 方寸山怒道 那英智男子鄙的冷笑了一声 一个在破牢里看大门的 你以为你是谁 让你去就去 哪来那么多废话 行行行 那就我们两个去 我陪笑道 于是我和方寸山二人 就跟着对方来到了岸河边上 只见河道内拴着一条小船 船头和船尾上 分别挂着一个人 面门上张贴着一道黄纸符路 整个人有大半个身子浸泡在水中 看样子并非是活人 而是两具死尸 这次尸抱船 显然是用来遮挡活人洋气 瞒天过海 欺骗水中邪碎的 我之前是从制兵场那边飘过来的 不过这条船显然不是 因为这么一条船 很难从那口井中下来 赶紧的 等我们上船后 对方就松开了揽绳 船顺着水流 就往前冲了出去 过了这地牢之后 那水道的空间 就又变得逼着起来 所有人只能坐在船上低着头 才能勉强不碰到头顶的岩壁 再过一阵 就见前方出现了一个岔口 那个年轻人拿起船桨一戳 避开了那个岔口 继续往前 我估摸着 这些人也有可能是从这个岔口过来的 只不知是通往哪里 这小船两头暴湿 阴气森森 不过这一路过去 倒是极为顺畅 风平浪静 跟我之前来时的驾驶全然不同 兄弟怎么称呼 我跟那年轻人打了个招呼 和二 那年轻人回了一句 又继续盯着前方水面 看兄弟的样子 应该是叶叉了吧 我笑着问道 那个叫和二的年轻人 目光回头看了我一眼道 我不是 潘哥才是 他说的潘哥 正是那个面目英质的男子 显然他们二人 以这潘哥为首 你呢 那和二问了我一句 我也混得不太行 我叹了口气道 到现在还只是个叶叉 你是叶叉 和二吃了一惊 那潘哥文言 也是霍地回头 冲我看了一眼 是啊 潘哥吃了几个 我笑呵呵地问 那潘哥眯了眯眼 却是冷着脸 并没有回话 那和二盯着我看了片刻 道 潘哥已经替世间 净化了一个罪灭深重之人 那还得加油啊 我点了点头道 和二忍不住问 你 你净化了几个 不多 也就十来个吧 我随口道 那和二脸色一变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双手合十道 兄弟真是我被楷模 功德无量 没事 你也可以的 我在他肩上拍了拍 就见他下意识地 将肩膀往后缩了缩 但很快就控制住 让我在他肩头拍了击拍 我看在眼里 扎了扎嘴道 这次咱们是去办什么事 也不知道有没有的吃 那和二听的微微变色 借着滑奖的动作 离得我远了一些 这次你们两个只是协助 一切得听我的指挥 其他的就不要问了 就听那潘哥冷声道 行 有的吃就行 其他的无所谓 我说着双手枕头 懒散地靠到船弦上 那潘哥盯着我看了几眼 目光落到虎稿身上 带着狐狸干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淡淡道 你 那潘哥被噎了一下 却也没有当场发作 一时间 这船内就安静了下来 只有那和二不时地 用桨在水中滑拉一下 方寸山则闭着眼睛 在那打瞌睡 这水道长得出人意料 这一走 就走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 快到了 就听那和二嘀喝一声 举起了架 只见前方的水道 又出现了一个岔口 和二瞅准时机 将船滑入了岔口之中 这岔口之中的水道 更加狭窄 所有人都紧贴着 船面方能通过 水道弯弯绕绕 又走了一阵 就见那水道 已然是到了尽头 一架秀气斑斑的 钢架梯子 从水中沿山上 每一级阶梯上 都贴着一道浮路 看着十分诡异 那和二将船靠边 潘哥率先踏上梯子 跟我们走 和二招呼了一声 带着我们跟上 顺着这梯子 往上走了一段 原本笔直的钢梯 就变成了螺旋形 旋转向上 一直走到钢梯的尽头 就发现 我们已经身处 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内 闭上亮着一盏白赤灯 但灯光极其微弱 别说话 跟着走 那潘哥一马当先 从左侧的一个房门出去 显然不管是他 还是那和二 对此地都是颇为熟悉 从那昏暗的房间出来后 又顺着木制的老旧楼梯 向上走 大约有五层的样子 那潘哥伸手 推开头顶的一扇 倒扣的木门 带着我们出来 我看了一眼四周 这是又进了一个屋子 这屋子有窗 虽然窗户都被木条给封了 但有微光透进来 潘哥过去打开房门 带着我们从屋子里出去 这一出门 眼前看到的一幕 让我不由地暗吃了一惊 只见眼前 助力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群 跟我之前见过的房子 都截然不同 倒像是一个巨大的碉堡 在这个碉堡外围 还打着一堵高大的围墙 将整个碉堡围在当中 我们出来的房子 其实是这碉堡外面的 一个低矮的石头房子 土堡楼 方寸山移了一声 这地方哪来的土堡楼 什么叫土堡楼 我有些疑惑地问 方寸山指了指 眼前那古怪的建筑 道 你看这像不像碉堡 外面的墙壁 都是用黄土和沙 石灰夯石的 不过这玩意儿 我也就在明北见过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这辽东和明北 那可真是天南海北了 这土堡楼的主人 祖上就是明北的 这栋楼的年纪 怕是比你还要大 和二说道 那也真是挺老的了 方寸山眯着眼 打量那堡楼 择了一声道 这楼有点怪啊 等会没有我的命令 不要说话 那潘哥冷声道 说吧 他就带着我们 朝那堡楼中走去 此时天色早已经黑了下来 空中阴云密布 那堡楼 助力在乌云之下 透着一丝说不出的诡异 正当我们 走到那堡楼门口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一阵脚步声 随后那两扇古旧的木门 嘎吱一声被人推开 快闪开 潘哥呵斥一声 带着我们赶紧避到一旁 就见打开的木门后面 走出来一对人 这些人脸上 涂成黑白两色 抬着花花绿绿的指人 指教 以及各种指扎的飞禽走兽 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 突然间 其中有两人拿起了唢呐 煞是一阵凄厉的唢呐声 打破沉寂 伴随着唢呐声响起 各种乐声纷至踏来 紧接着 就见围墙外头 忽然间亮起一圈圈的火光 开门 只听有人吆喝了一声 声音悠长 远远地传了出去 当即有人冲过去 轰隆一声 打开了围墙上 高耸沉重的木门 随着木门打开 就见围墙外面 居然围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 手里接捧着一根点燃的蜡烛 之前亮起的一圈圈火光 就是来自于此 大忌开始 又是一阵吆喝 围在图保楼外面的人群 纷纷单手持足 另一只手拿起一张 猙獰的恶鬼面具 戴到了脸上 伴随着奏乐声 开始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 这是在干什么 我疑惑地问 一年一度的驱鬼大忌 和二说道 那潘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说道 别说话 走 当即带着我们 穿过图保楼的大门 进入楼内 这图保楼从外面看起来 像是一个巨大的碉堡 而里面的构造 也跟平时所见的那些个建筑 全然不同 不过 虽然我不懂图保楼 里面有些特殊的结构 闻所未闻 但对于风水方面 我却是熟悉 这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 建造这座图保楼的人 绝对是个风水方面的大行家 随便哪一处 都可以看到精心设计过的痕迹 环环相扣 这图保楼内部 不仅极其庞大 而且十分复杂 屋子套着屋子 第一次进来的人 稍意不慎 绝对会在里面迷失方向 那潘哥带着我们一路往前走 就发现 每隔数米 就会守着两个人 这些人神情冰冷 在我们经过之时 那冰冷的目光就扫了过来 大黑佛眼 普渡慈航 这个时候 潘哥和那和二 就会立即双手合十 前程念诵 我和方寸山 当即也跟着来上一遍 对方这一听 也随即会收起那种冷酷的目光 跟着迎诵 在如此反复 经过三拨人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大堂的地方 这大堂十分昏暗 正前方摆着三张古旧的太师椅 在太师椅两侧 是两个一人多高的青瓷花瓶 你们两个守在那里 那潘哥往那青瓷花瓶方向一指 对着我和方寸山说道 我打量了四周一眼 走到左侧的花瓶旁站好 虎搞溜溜答答地跟了过来 在我边上蹲好 方寸山则站到了右侧的花瓶旁 就守着不要动 也不要吭声 等待指令 那潘哥说吧 带着和二走到门口处 二人像两个门神一样 守在门口 这到底什么地方 那潘哥话音刚落 我就疑惑地问了一句 就见他霍地转过身来 立声道 我刚才说了 不要吭声 你是没听到是吧 这不明不白的 总得问清楚吧 我反问了一句 只需听令行事 其他的不必多问 那潘哥冷声道 就在这时 只听到一阵 颇为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由远而近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谁 潘哥呵斥一声 就见两道人影 出现在门口 抬着一口瓦钢 出现在了门口 这两人身材高大魁梧 脸皮隐隐泛着青涩 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对于潘哥的贺问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依旧迈着沉重的脚步 准备从潘哥二人 中间穿过 进入大堂 拿下 潘哥怒吼一声 拔出一柄短刀 就朝其中一人的脖子 刺了过去 他出手很辣 干脆利落 一击即中 然而 这刀尖只是刺入那人的肌肤半分 却是再也刺不进去 那潘哥大吃一惊 急忙想要收刀后撤 却被那人一把抓住短刀 五指收拢一捏 瞬间将那短刀揉成了废铁 我只看了一眼 就将目光移到了门外黑暗处 就听一个低沉阴冷的声音 从外面飘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紧接着 就见一个身材高瘦的中年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人这时往那一站 就感觉一股子血腥味扑面而来 拜 拜见大人 跟着那和二一起 骑刷刷地跪了下来 那高瘦中年人 冷冷地扫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潘哥和和二 双手附在身后 走进大堂 潘哥二人跪在那里 不敢抬头 这两个是谁 那高瘦中年人 灵力的目光 在我和方寸山身上一扫 我们是千山地牢的 方寸山嗷了一声说道 那潘哥赶紧解释 启禀大人 因为这边人手不够 所以 所以我们去地牢那边 找了两个帮手过来 那高瘦中年人 盯着我们两个瞧了片刻 忽然冷冷地道 你们可知 叛教之人 是何下场 我心中微微一领 就见那潘哥大吃了一惊 指着我们怒骂道 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叛教 又慌忙向着 那高瘦中年人败道 大人恕罪 我们实在是不知情 应该把他们千刀万剐 我正寻思着 是哪里露了马脚 却见那高瘦中年人 忽然回头 冷冷地瞥了一眼 那潘哥跟和二 我问的是 你们两个 那潘哥猛了一下 脸刷得一下白了 忙道 大人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见那高瘦中年人 打了个手势 边上那两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当即把手中抬着的瓦钢 放到了地上 发出喷的一声响 你们两个去打开 高瘦中年人 淡淡地道 声音虽然听起来 平静无波 那潘哥却是吓得面如土色 哆哆嗦嗦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和二也是脸色苍白 跟着一道起身 两人来到瓦钢边上 犹豫了好一会儿 这才合理揭开瓦钢的盖子 这盖子一揭开 一股浓重的血腥气 就扑面来 只听那潘哥二人 啊得惊呼一声 盖子咣当一声摔在地上 砸得粉碎 两人往后连退了数步 大人恕罪 大人恕罪 潘哥二人 慌忙跪了下来 看清了没有 那高瘦中年人 冷悠悠地问 两个人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那潘哥憋了好半天 才颤声道 看清了 也没怎么看清 我能不能看看 我突然插了一句问 不等那高瘦 中年人回话 就镜子 朝那瓦钢走了过去 方寸山 也溜溜答答地跟了过来 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只见那瓦钢之中 竟然是两个人 血肉模糊之人 手脚接断 被削成了人质 一双眼睛 只剩了两个血窟窿 耳朵 舌头和鼻子 皆被割去 死状害人无比 没怎么看清 那就再去看看 只听那高瘦中年人道 潘哥二人 战战兢兢地爬起 来到瓦钢边上 朝着钢中看去 我见两人都是 脸色惨白 但反应的细微之处 却是不同 那潘哥是惊恐 而那河二虽然也是惊恐 但在看到 钢中二人的一瞬间 目中却是闪过了一丝悲涩 这就是叛叫之人的下场 只听那高瘦中年人 冷酷的声音 在屋内悠悠响起 潘哥二人哆嗦了一下 急忙跪了下来 赌咒发誓 我们对冥王忠心耿耿 绝无二性 请大人明见 既然如此 那就赐你们二人 一桩功德 那高瘦中年人 看了一眼瓦钢 去把这两个罪孽深重之人 净化了吧 那潘哥二人一听 顿时瞳孔猛缩一下 这弥天法教也有意思 他们说净化 那就是吃掉的意思 还不快去 那高瘦中年人 语气一沉 事事事 潘哥两人赶紧爬了起来 我往边上稍微退了退 只见那二人脸色惨白地 走到瓦钢边上 却是站在那里 谁也没感动 愣着干什么 高瘦中年立刻一声 事事事 那潘哥下的一击灵 颤颤巍巍地伸手 抓向刚中之人 只是 手刚伸到一半 忽然间捂住嘴 扭头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那潘哥下的连声解释 大人 大人我今天刚好肠胃不舒服 闻到血就犯 犯恶心 不是故意的 把他肠子抽出来看看 高瘦中年人 面无表情地吩咐了一声 其中一名魁梧大汉 挥手一把 捏住那潘哥的脖子 像拎小鸡仔一样 把他给拎了起来 吃拉一声撕开了衣服 露出肚皮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我真的是肠胃吃坏了 那潘哥下的连声求饶 只不过魁梧大汉 根本无动于衷 抬起另一只手 就抓向那潘哥的肚皮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人影 急闪而至 身法迅捷无比 瞬间就欺净到了 那魁梧大汉的面前 挥动手中匕首 朝着对方的眼睛 急刺而去 这悍然出手的 正是之前 默不作声的和尔 那魁梧大汉怒吼一声 挥手抓向刺来的匕首 眼看着即将抓中 那和尔突然身形一转 匕首刺中 那魁梧大汉的手腕 那大汉虽然皮糙肉厚 但这一刀刺得极其巧妙 正好刺中其脉门 在这一次之下 大汉手指一松 就将那潘哥丢了下来 后者身形刚一落地 立即一个鲤鱼 打挺跃了起来 拔腿就往外跑 刚跑到门口 就听轰的一声响 那和尔被两个魁梧大汉夹击 必无可避 只能硬碰硬 被撞得飞了出来 摔在门框之上 那潘哥奔出几步 又突然回过头来 拽起和尔就跑 只是这么一来 又哪里跑得掉 两人当即 被两名魁梧大汉追上 六丁六甲 借我神通 和尔立鹤一声 双手飞快节奏 就见他身形一阵 似乎在瞬间变得高大了不少 竟凭一人之力 硬生生挡下了两名大汉 那潘哥趁势急扑而上 挥动匕首 刺向其中一名大汉的眼睛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鬼魅般掠过 将那潘哥斩倒在地 同时一指 戳中和尔的胸口 后者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被那大汉一把抓住 这突然间出手的 正是那个高瘦中年人 我跟着来到门口 就见那高瘦中年人 伸手张开五指 抓住那和尔的脑袋 立声道 说 什么来路 和尔抬头 呸得吐出一口血沫子 骂道 狗娘养的 眼见那高瘦中年人 目中寒光一闪 怕是立即就要下杀手 我当即走上几步 叫道 别急 让我来审审 那高瘦中年人文言 冷嗖嗖地撇过来一眼 他身旁的一名魁梧大汉 当即大步而来 挥手朝着我当头抓下 只是石眉等他这一爪落下 突然白影一闪 正中那大汉面门 就听砰的一声响 那大汉被撞得腾空而起 重重地砸在地上 这一道白影 正是虎搞那白毛狐狸 虽说是画了原形 但我并未给他锁灵 以他这肉身之强悍 哪怕只是一个冲撞 也足以开山裂石 我脚下不停 继续往前走近 不小心一脚 他在那倒地大汉的面门上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脚下抖了抖 就没有动静了 那高瘦中年人 陡然变色 目中寒光闪烁 修罗 我淡淡扫了他一眼 你是什么人 高瘦中年人 瞳孔一缩 我胆了胆肩头的灰尘 冷声道 还不跪下拜见 荒谬 那高瘦中年人冷声道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咔嚓一声响 剩下的另外一个大汉 被方寸山一把拧断了脖子 把尸体咕咚一声 丢在了地上 那高瘦中年脸色大变 你 教中的罗刹大人 我都见过 没有你 就你这点身份 能知道什么 我吃笑了一声 人已经来到对方面前 那高瘦中年 神情连变 你 我抬手就朝他抓了过去 那高瘦中年大吃一惊 急忙挥手格挡 同时身形往后暴退 只是没来得及退开 就被一把拧断了脖子 那高瘦中年人 双目圆睁 在原地站了片刻 五指松开 将那和尔丢了下来 随后尸体 才咕咚一声 栽倒在地 看什么 我见那和尔 满脸惊骇地盯着我 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 你 和尔声音微微发颤 我看了一眼边上的潘哥 后者哆嗦了一下 赶紧趴倒在地 大叫 拜见罗刹大人 把他捏死 我转头对方寸山说了一句 得嘞 方寸山溜溜答答地 就朝着潘哥走了过去 那潘哥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趴在地上大叫道 罗刹大人饶命 罗刹大人饶命啊 眼看方寸山 把那潘哥给拎了起来 那和尔突然大叫道 等等 又惊疑不定地看向我 你 你究竟是谁 那你又是谁 我冷淡地瞥了他一眼 和尔迟疑 你也死吧 我吩咐道 我 我是第九局的 那和尔文言 猛地叫道 他这一出口 不仅我有些意外 就连被方寸山捏着的潘哥 也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第九局的 跑这里来干什么 我冷声问道 只是 只是最近千山这一带不太平 我们来暗中调查 和尔说着 又补了一句 我们的人都已经到了 再等着我们回去 这缸里的两个人 是你同伴 我问道 是 和尔咬牙道 那他呢 我看了一眼那潘哥 他不是 和尔摇头道 只有我们三个神 我呕了一声 没有作声 只是看着他 你 你不是罗刹 你是谁 那和尔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咬了咬牙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 我淡淡问 只听那和尔说道 你要是罗刹 怎么可能会杀他 说着 看了一眼地上那高瘦中年人的尸体 我哑然是笑 只要惹了我不高兴 那就得死 这还需要分谁是谁 那和尔听得脸色大变 你 你 不过 你运气不错 猜对了 我的确不是罗刹 我话锋一转 啊 那和尔愣住 跟我说说 第九局派你干什么来了 我把手往和尔肩膀上一打 你 你 和尔张口结舌 紧张什么 都是自己人 我笑道 我 我们就是来按查的 没 没有其他什么 和尔道 你是老展的人 我打量了他一眼 问道 老展 和尔眼神茫然了一下 展雄飞 我说道 和尔吃了一惊 展局长 怎么 你不是他手底下的 我有些疑惑 前几天老展 还跟我说 撒了几颗钉子出去 你 你认识展局长 和尔盯着我问 你也认识 我问他 我 我没见过 和尔摇头道 只不过 对于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却还是一字不肯露 我摸了一只金环出来 这 那和尔看到金环 猛地瞪大了眼睛 脸色骤变 怎么 认识 我疑惑地问 这 这金环是哪来的 和尔急忙问道 看他这交集的模样 显然这人认识孙盛南 那八成应该是孙盛南手底下的 孙大姐给的 我说道 孙 你是说 孙盛南孙局长 和尔吃惊地问 我笑道 对 就是他 你也认识 他不可能把金环给你的 你到底是哪来的 和尔立声喝道 我见他如此激动 那想来是八九不离时 当即又拿出两个金环 说道 怎么不可能 你把我姐怎么样了 和尔大惊失色 力声怒喝道 我有些意外 你是孙大姐的弟弟 你快说 我姐在哪 和尔如同一只暴怒的猛兽 朝我扑了过来 我把一只金环抛了出去 金光一闪 就滴溜溜地 朝着那和尔当头砸下 和尔见状 急忙闪避 震 我引了一个法觉 那金环悬在半空 发出嗡的一声 在他下方的和尔 急忙举起双臂挡在头顶 却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道 压得双膝一躯 跪倒在地 我一招手 将金环收了回来 那和尔疼得从地上跃起 满脸不可思议地惊叫道 你怎么会震法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说道 我姐把震法都交给你了 和尔吃惊地问 你说呢 我不答反问 当初忠权 把金环的一整套法觉都交了我 可不单单是震法 当然了 这和孙圣男无关就是了 我姐真把金环送你了 和尔还是一副 难以置信的样子 但语气却是缓和了许多 毕竟金环能夺 但法觉却非得本人 传授才行 要不是 看在你是自己人份上 你觉得你 还能好端端地 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我声音一沉道 那和尔皱眉思索了片刻 点头道 也是 你要真是弥天法教的 有的是办法收拾我 他说着 走过来正式介绍道 我叫孙小和 第九局暗叹 多谢两位救命之恩 你们第九局 都摸到这里来了 方寸山诧异地问 我听着老狐狸的语气 估计也有点心惊 这不是心惊别的 而是心惊他那个地牢 既然孙小和已经到过地牢 那可能不知什么时候 他那老巢 就被第九局给端了 我和另外两个同伴 是一路追踪到这边的 孙小和提到同伴 语气不由的一案 红了眼睛 原来孙小和三人 是在靖南那边 发现了弥天法教的踪迹 后来找了个机会 就混了进去 想办法找了几个恶徒杀了 成为了游魂 在前不久 孙小和三人 跟着那高寿中年人 来到了辽东千山一带 之后 孙小和三人 就再次折服了下来 没想到突然间 两个同伴惨死 他也暴露了身份 这个夜叉不是第九局的 那你也死吧 我看了一眼那潘哥道 我 我不是夜叉 我不是夜叉 那潘哥一听 吓得连声否认 我笑道 这不是你亲口说的 怎么又不是了 我真没有 我哪敢吃 哪敢做那种 天理不容的事情 那潘哥急忙辩解道 我真的 真的吃不了一点 孙小和忍不住笑道 潘哥的确没有做过 什么吃了一个人 都是吹牛的 对对对 我是吹牛的 潘哥连连点头 我当时加入弥天法教 也是为了报仇 被蒙蔽了心窍 但我还是个人 真的不敢做那种事 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孙小和替那潘哥解释了一下 这个潘哥 名叫潘蓉 他们潘家祖上 其实是出过好几代的卑诗将 只是传到后来 潘家的后人 再也不乐意当什么卑诗将 但好歹这祖传的手艺 还是磕磕碰碰地传了下来 而潘蓉 就是打小跟他爷爷学的这门手艺 大概两年前 忽然有人找上了门 说要请他爷爷去办一件事 当时潘蓉的爷爷 一口给拒绝了 然而那人却是并不罢休 又接连来了好几次 最后那一次 潘蓉的爷爷 终于被对方请动 可结果这一去 老爷子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的潘蓉已经成家 开了一家烧肉店 日子过得也算合满 他听说爷爷失踪之后 立即到处去找人 最后 他找到了那个 当初上门请爷爷的人 但对方却说 爷爷已经早就回去了 可潘蓉却哪肯罢休 怀疑是对方做了什么手脚 于是回来之后 准备暗中潜入那户人家 去调查 只是没想到 他刚一摸进去 就被人给发现了 不过还算运气好 被他给逃了出来 可等他回家一看 却发现一家老小 竟全都无声无息地 死在了屋里 所有人身上 没有任何伤口 也不是中毒 谁也查不出来 是怎么死的 最后只能是当做得了怪病 可潘蓉却知道 他一家子的死 绝对不是什么怪病 而是跟他爷爷的 失踪有关 于是他连家里人的后事 都不敢办 立即逃了出去 果然 他很快就遭到了 神秘人的追杀 对方不仅手段很毒 而且精通法术 也亏得潘蓉 跟他爷爷学了不少东西 几次显知又显得活了下来 在此之后 他就远顿去了他乡 隐匿了起来 苦恋爷爷教他的手艺 也就是 在这个期间 他接触到了弥天法教 随后就被法教 那悲天悯人的教义所感动 他当即义无反顾地 选择入教 因为在他看来 当初害死他一家子的那些人 就是罪孽深重之人 这些人就是不该活在世上 他要让佛光普照 当敌这污浊恶事 只不过 随着时间推移 他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弥天法教 极其擅长蛊惑人心 但凡是入教之人 绝大多数都会被迷得晕头转向 以致成了佛眼的傀儡 可潘蓉却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学祖传的手艺 而卑师将这一脉 自古以来都需要 与千奇百怪的尸体打交道 其中凶险异常 因此 卑师将的传承中 本身就有专门针对心智的修炼 这样一来 才不会被一些邪师所迷惑 潘蓉在察觉出 弥天法教的险恶之后 就准备四级逃出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即将要离开前夕 他突然发现 当年害死他全家的那户人家 居然跟弥天法教 暗中有来往 他当时就决定不走了 而是留下来暗中观察 这一观察不要紧 他发现 那户人家 哪里是跟弥天法教有来往 对方根本就是弥天法教的 于是 潘蓉立即就下了个决定 他要在弥天法教里折服下去 寻找复仇的机会 为了往上爬 他跟其他教徒一样 出去清楚肮脏污秽之人 积攒功德 当然了 潘蓉心智清明 自然不敢像那些 风魔一样的教徒 去滥杀无辜 他专门找一些该死之人 弄死用来交差 可等他费尽心思 总算攒够了功德 得以升上夜叉 却突然发现 这夜叉净化罪孽之人 这净化 居然靠的是吃 潘蓉当时就傻眼了 只是世道临头 无路可退 潘蓉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不过 吃是不可能真吃的 那就只能是造假 在他的精心设计之下 再加上卑试将的传承 还真让他蒙混了过来 也就是在不久之前 他终于如愿 以弥天法教夜叉的身份 回到了辽东 所以 当初你爷爷 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我大概听明白了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 潘蓉双目通红 咬牙道 当年我想偷偷溜进来查看 结果才刚翻进围墙 就被人发现了 你说的这户人家 姓什么 方寸山突然问道 潘蓉微微一愣 说道 姓柱 姓柱 方寸山脸色古怪 那地牢 潘蓉点头道 对 听说那个地牢 以前就是他们住家的 还真是那个住家 方寸山嘀呼了一声 我见他语气怪异 想起之前他曾经提过 那地牢原本是百年前当地一名风水师所造 那位风水师有大胸怀 见着地牢之初 本意是为了治疗中邪之人 后来对方入了弥天法教 把这地牢也带了进来 没想到 我们如今所在的图堡楼 就是当年那位风水师的祖宅 据说这方圆百里之内 都曾经被住家的先祖庇佑过 这一家子在当地声望极高 潘蓉冷声道 你们也看到了 今天是住家一年一度的驱鬼大忌 附近的人都来捧场 这驱鬼大忌有什么说法 我在想 这驱鬼大忌 会不会和弥天法教最近的那些怪异举动有关 这是住家的传统 传了有一百多年了 为的是驱鬼辟邪 祈福风调雨顺 潘蓉解释道 那弥天法教教你们来干什么 我问 然而潘蓉和孙小和 对此都是不明就里 他们只是接到了上面命令 前来此地驱守 这一次赶到住家的 至少有四个修罗 至于夜叉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孙小和脸色凝重地道 谁知潘蓉却是摇了摇头 岂只是修罗 可能还有罗刹到场 什么 孙小和大吃了一惊 其实按照佛门中天龙八部来排位 夜叉排在第四 修罗排在地上 而罗刹属于天众的分支 排在第一 因此 在弥天法教中 冥王之下 就是罗刹 那绝对是法教之中顶层的人物 就比如那藏海大师 就是属于罗刹之脸 来的这个罗刹是谁 我问道 这个不知道 潘蓉摇头 罗刹在教中 是除了冥王之外最神秘之人 大多数只闻其名 不见其人 所以 你为什么不信我是罗刹 我笑了一声问 潘蓉吓了一跳 脸色斗变 等回过神来 才挤出一丝笑容道 这罗刹实在是太 太可怖 您 您可看着不像 人不可貌相 我似笑非笑道 那潘蓉脸色发白 哆嗦了一下 有事 我见孙小和欲言又止的 就问了一句 有个事情 孙小和点了点头 我见他没有直接说 想必是事情机密 不方便在这里说 随手起了一道养火 把那高瘦中年人的尸体 焚为灰烬 潘蓉和孙小和 也赶紧把那两个魁梧大汉 给抬了过来 一起养了 之后就是瓦钢里 孙小和的两名同伴 孙小和在默哀片刻之后 将两人的尸体焚烧 之后把骨灰 装到太适宜两侧的瓷瓶里 准备等逝了之后带回去 等把各种痕迹 都抹除掉之后 我让方寸山 潘蓉和虎狗 继续守在大堂 带着孙小和来到外面 哥 你有办法联络到我姐他们吗 孙小和见四下无人 压低了声音问道 怎么 你联络不上 我问他 孙小和摇了摇头 为了安全起见 本来我们是有一套 特殊的传讯方法 但是那法子现在中断了 自从上次 我给我姐传过一次消息之后 已经许久联络不上了 上次传递的是什么消息 我问 孙小和微微迟一片刻 说道 我知道弥天法教 会在今天 有一次极其隐秘的行动 甚至有可能连冥王都会到场 在住家 我听得心中一动 不是 孙小和摇头道 是在千山深处的某个地方 我已经把这个消息 传递给我姐了 但我不知道 我姐有没有收到 孙小和说着 眉头紧皱 面露焦急之色 你姐应该是收到了 我思索片刻道 真的 孙小和又惊又喜 哥 你怎么知道的 就在前两天 你姐 还有其他十一名局长 已经到了千山 我说道 当时我还有些奇怪 因为第九局那些人 也来得太快了 现在看来 应该是孙胜南 接到了孙小和的消息 于是召集了人手 赶到千山 准备将弥天法教 一网打尽 为此 甚至惊动了藏经阁 这也是为什么 中全会出现在千山 以他的身份 到这里 不可能只是为了 铲除区区一个汤匙医院 原来是奔着 整个弥天法教来的 如今世道混乱 各种邪教如同沉扎泛起 如果能以雷霆手段 将弥天法教镇压 那也可以杀鸡儆猴 那太好了 孙小和文言 不由地长松了一口气 不过兴奋之余 他又不自禁地皱起眉头 可惜讯息传递不出去了 要是局里能派人手 过来这边就好了 所以其实你知道 今天住家会发生什么事 我盯着他道 孙小和点了点头 刚才在大堂里 我不方便说 毕竟这是生死攸关 潘哥他们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对我就放心 我似笑非笑地问 其实 孙小和尴尬地挠了挠头 其实也没那么放心 但我现在没其他办法 只能 你找不到其他人手 所以想找我帮忙 我说道 对 孙小和有些不好意思 这件事极其凶险 本来不该把哥尼卷进来 但是我真的 说吧 什么事 我打断道 孙小和一喜 低声道 哥 你跟我来 他向前挤走几步 带着我穿过走廊 沿途过去 不时地遇到把手之人 看起来都是弥天法教的教徒 不过有孙小和带路 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随后就顺着楼梯上到二楼 我把傀儡娃娃的脑袋取出来 拿在手中 就跟个小圆球似的 在掌心低溜溜地转了一下 惹得孙小和连看了好几眼 却也没敢多问 这楼下大多数都法教的人 楼上有法教的 也有住家的 孙小和低声解释道 另外住家还有一部分人 在外面举办驱轨大计 从我们这里 还能清晰地听到 外面传来的古怪乐声 以及人群的喧闹声 孙小和带着我 一路来到了四楼 随后沿着一条走廊 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面前 嘟嘟 孙小和亲手亲脚地 在房门敲了两下 停了停 又嘟嘟嘟地连敲了三下 随后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侧着耳朵倾听 过不多时 就见屋里站着一个 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 眉清目秀 脸色苍白 看着有些娇弱 身上穿着一条素色长裙 外面套了一件浅绿色的大衣 头发梳成两股 用发绳扎了 柔顺地垂在胸前 他看到孙小和 不由得面露喜色 只是这目光往边上一侧 看到我 顿时吃了一惊 平便 你别怕 这是灵兽哥 是自己人 孙小和赶紧解释道 说话的声音很是温柔 似乎生怕吓着了对面这姑娘 哦 那叫平平的姑娘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冲我点了点头道 灵兽哥 你们先进来吧 等我和孙小和进门后 他往外面张了张 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 我正准备打量一眼屋内 忽然掌中的小可爱 突然间转了一转 尤其是两只眼珠子咕噜噜的 没事 小玩具 我见那平平和孙小和 都诧异地看了过来 笑着解释了一句 孙小和赶紧给我介绍 哥 平平是祝家的 千金 幸会 我笑着伸出一只手 那祝平平红了红脸 伸手跟我浅浅一握 随即松开 只觉他的指尖凉凉的 哥 之前的那个消息 就是平平告诉我的 孙小和说道 原来如此 我呕了一声 恍然道 孙小和叹息道 平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其实祝家这些年 看到弥天法教的所作所为 越来越离谱 早就离开了 但是奈何弥天法教规矩森严 一旦离教 就等同于叛教 必然杀无赦 我看了一眼祝平平 只见这姑娘眼眶寒泪 怯生生的 如同若柳浮风 着实楚楚可怜 说起来 我还欠了平平一条命 孙小和说道 怎么说 我好奇地问 孙小和道 当时我刚被派过来 聊东不久 那时候就是跟潘哥搭伙 出去 那个梯天行道 他说着咳嗽了一声 潘哥有他的路子 我也有我的法子 我们两个出来之后 就各自找借口分开行动 我那时候盯上了一个逃犯 准备把他干掉拿来交差 谁知 那人深藏不露 居然会邪术 我一个不慎 就着了道 虽然我最后把那人给击杀了 但自己也身受重伤 幸亏平平正好从那路过 把我给救了 你也太不小心了 这次算你命大 我说道 是 孙小和羞愧地道 我姐说我历练不够 以前我还不服 那次要不是刚好遇到了平平 我早就没了 那是你福气大 跟我没什么关系 祝平平道 我笑了笑 道 你俩就别退来退去的了 小和你欠平平一条命 我看你要报恩 估计也只能以身相许了 这话说的 两人都是脸色一红 尤其是祝平平 修得别过了脸去 哥 我还是先说正事 孙小和赶紧打岔道 平平当时救了我之后 连姓名都没留 就离开了 不过巧的是 后来被派到了住家 结果在这里又遇到了平平 孙小和说着 面露欣喜之色 你俩这缘分不浅啊 我笑道 祝平平面色羞红 垂着眼皮看着地面 孙小和挠了挠头 笑道 是啊 我也是没想到 他原来是祝家的千金 之后一来二往的 我俩就熟悉了 平平实在是太聪明了 我瞒得了别人 却是被平平给看穿了 知道我跟弥天法教那些人不一样 我见被他识破 也就不再隐瞒 跟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平平也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原来他们家 他早就想摆脱弥天法教的控制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们俩一和解 这不正好里应外合吗 孙小和看了一眼祝平平 后来平平 就从他家长辈那里 得到了一个绝密消息 我经过反复观察后 绝对很可能是真的 就立即传给了我姐 听孙小和说完 也就大致明白了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忽然想到 当初第九局 何为降雪山庄 之所以搞得如此声势浩大 一来肯定是因为宁国夫人 但二来嘛 只怕也是将计就计 故不宜局 第九局这么多人手来到千山 哪怕是再小心 也极有可能被弥天法教发现 他们在降雪山庄大张旗鼓 倒是可以起一部分 获敌的效果 本来事情都挺顺利 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弥天法教这边 突然间向忠家派了大量人手 事情很是不对劲 孙小和神情凝重地道 我跟平平商议之后 觉得弥天法教这边 可能是有所察觉 这样一来 祝家可就危险了 但现在 祝家被弥天法教围得跟铁桶似的 根本想逃都逃不出去 后来平平告诉我 祝家的长辈已经决定 准备趁着今天驱轨大计动手 把守在祝家的弥天法教教图 给清除掉 祝平平微微点了点头 之所以选在今天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正好局里 那边会在千山围剿弥天法教 两边可以一起动手 孙小和沉声道 这主意倒是不错 我点头 孙小和皱眉叹息 本来是不错 只是我们没料到 弥天法教这边 派过来的人手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甚至还有罗刹道场 说到这里 孙小和跟祝平平二人 都是脸色微微发白 原本我想联络我姐 让局里想办法支援一下这边 可惜 孙小和满脸无奈 要不你们还是先走吧 祝平平担忧地道 这次的事情实在太过凶险 不要把你们给卷进来 那怎么行 孙小和急忙道 我思索片刻 说道 既然没有把握 要不就先不动手 再等等 等不了了 祝平平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道 已经晚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而且弥天法教这边 已经起疑 就算我们不动手 对方可能也会下手 要不 你去叫家人收拾一下 咱们找个机会三二一 趁着他们不备 一起冲出去 我提议道 啊 祝平平愣了一下 这 这不行吧 祝平平和孙小和 面面相去 不行吗 我打了个哈哈 看你们太紧张 开个玩笑 我说呢 孙小和释然道 我微微皱了皱眉头 说道 既然开工没有回头见 那咱们就拼一拼 好 孙小和握了握拳头 转店想道 哥 那这罗刹咱们 这罗刹 咱们肯定是对付不了的 我把他的话给接了过来 不过平平家里 应该有对策吧 平平 孙小和有些疑惑地 看向祝平平 后者微微点了点头 家里长辈 的确是做了一些布置 那就太好了 孙小和一喜 不知具体是个什么计划 这个我也不知道 得听长辈安排 祝平平说道 好 那我们随时待命 孙小和重重地点头 又商谈了一阵之后 我们三人从屋中出来 祝平平回头关上门 细声细气地对我们说道 灵兽哥 小和 我先上去找一下家里长辈 之后 祝平平就上了楼 我和孙小和 则下楼返回 你俩什么时候吃鞋 我突然问了一句 啊 孙小和愣了一下 喜酒 我说道 孙小和一张脸 顿时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扭泥道 这 这哪个哪啊 生米煮成熟饭了 我问 啊 孙小和张口结实 那个 那个 到底有没有 这有什么可磨磨唧唧的 我说道 孙小和迟疑了半天 点头道 有 说完 这脸顿时又红了几分 明白了 我点点头 哥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孙小和窘迫地问 这都是惊艳之谈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不以为然地道 孙小和惊叹道 哥 你好懂 一般吧 我说着停下脚步 孙小和急忙跟着停下 警觉地查看四周 你先回去 我有点失去办 我说道 好 哥你多加小心 孙小和也没多问 继续下楼 我则悄然回到了四楼那住平平的房间 在门口听了片刻 将房门打开 闪入屋内 顺手将房门轻轻带上 这屋子是那种典型的女子闺房 除了一张大床 衣柜 梳妆台等等 一应俱全 我把小可爱拖在掌中 就见那他一对眼珠子 咕噜噜转动 随后一滚 从我的手掌上滚了下去 顺着地面滚到了衣柜前 撞在衣柜上 发出啪的一声 我来到衣柜前 打亮了一眼 随后拉开柜门 只见柜中挂满了各种女子的衣服 显然都是那住平平的衣物 不过除此之外 却别无他物 我将衣服拉开 敲了敲靠里的一层柜板 声音听起来空空的 随后摸索了一阵 就发现这柜子后面 还有一层暗格 当即将隔板推开 就见后面做着一道窈窕的倩影 那小可爱呼的一下滚了进去 扑进那人的怀里 我心中一喜 只是等看清那倩影的样貌后 却是一阵古怪莫名 可以肯定的是 这躲在衣柜暗格里的 就是我找了许久的小疯子 此时的他已经摘去了眼罩 身子斜靠在壁上 微微垂手 小脸惨白如指 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嘴唇没有任何血色 虽然睁着眼睛 从钉在那里一般一动不动 这么一副尊容 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 病入膏肓的垂死病人 又好像是已经在柜子里 风干了几十年 喂 我上前拿手指 在他眼前晃了晃 就见他的瞳孔 没有任何反应 要不是还可以察觉到 他身上尚有极其微弱的气息 还真以为他已经嘎在了这里 我仔细打量了一眼 见他两只手盘 在膝盖上截了个发皱 手掌的肌肤娇嫩白皙 与那一张病入膏肓的脸一笔 简直天差地别 顿时就稍稍松了口气 再凑近了宁神戏看 就发现 他脸上果然有化妆的痕迹 显然这么一副病鬼的样子 是化妆出来的 只是他化得太过逼真 乍一看还真瞧不出来 这是个阴阳妆 我一时也没琢磨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敢轻易移动它 手指打在他手腕上 摸了摸脉搏 他的脉及戏 似乎随时都要断去 可就在这时 忽然脉搏急速地跳了几下 我就见他的双瞳微微一缩 阴气灌顶 只听耳边传来 小疯子极其细微的声音 如同油丝一般 我知道他此时 他连说一句话都极其困难 也不多问 起身在屋里转了一圈 随后钻进衣柜 挨着他坐下 拉上柜门 又把衣服和暗格重新归位 这暗格本就不大 藏一个人恰恰好 这一下子塞进两个人 就变得十分拥挤 我只好贴着柜壁 轻嘘一口气 左手截了个巨阴咒 将右手搭到小疯子头顶 将阴气缓缓缓度入 过的片刻 直见他额头 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就在这时 呼听屋外传来一阵 细微的脚步声 我心中微微一领 凝神继续缓缓催动法咒 过的片刻 就听房门嘎吱一声被推开 紧接着脚步声轻响 从门外进来一人 随后将房门又关上 听着脚步声 应该是那柱萍萍 随后脚步声轻移 听方向 似乎是去了梳妆台那边 接着听到一阵轻微的叮当声 像是玻璃瓶 或者刺屏碰撞发出的声音 这声音持续了一阵 突然脚步声再次响起 且朝着我们所在的方位 走了过来 随后就有人拉开了衣柜门 透过隔板的缝隙看出去 只见那柱萍萍 就站在衣柜前 之前见他时 还是不失粉带 面有病容 虽然不似小疯子这么夸张 但看起来也是娇娇弱弱 有点病殃殃的 可此时他却化了妆容 红唇娇艳欲低 容光焕发 与之前的病容截然不同 我早就收敛了气息 见他站在衣柜前 直勾勾地盯着柜子 看了片刻 突然伸手拿下一条裙子 挂在一旁 随后开始宽衣解带 将衣物一件件地脱下 随手扔在地上 我诧异之余 微微抬了抬目光 盯着对方的脸 避免他突然发难 不过片刻 那柱萍萍已经脱得一丝不挂 脸上表情怪异 双手顺着脖梗往下抚摸 扭动着身子 他在衣柜前又站了一阵 披上刚才挑出的长裙 转身离开 我心中微微一松 凝神继续给小疯子度入阴气 然而没过多久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啊的一声 这声音颤颤微微 带着一丝妩媚 伴随着这啊的一声 就听到急促的呼吸声 婉转的低音声 一阵阵地传入耳中 那声音充满了娇媚蛊惑之意 我只觉胸口一热 赶紧看了一眼小疯子 只见他虽然一双眼珠子 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那惨白的脸颊上 却是隐隐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如果再平时也就罢了 顶多就红个小脸 也不打紧 但此时却是紧要关头 万一出个岔子 只怕他又得发疯 我凑到他耳边 往他耳中 吹入了一口冰冷的凉气 结果没想到他身子轻颤了一下 连耳朵都开始隐隐发红 不仅没奏效 似乎还起了反作用 我一时间不敢再乱动 可偏偏外面那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 不停地传了进来 不过幸亏 小疯子虽然小脸运红 但好在始终没有发生什么变故 只是这暗隔一下塞了两个人 实在是太过拥挤 搞得我又闷又热 有些烦躁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那浪声终于小了下去 随后陷入一片寂静 我微微松了一口气 发觉不仅是小疯子 自己额头居然也微微出了汗 可见得 这柜子里是有多闷多热了 忽然间就听外面祝萍萍 嗡了一声 这声音慵懒无比 又透着无尽的娇媚之意 紧接着就听一个声音冷冷道 你跟那个小子来过几次 我暗吃了一惊 这嗓音粗糙冷硬 跟祝萍萍娇弱的声音截然不同 却是个男子 可诡异的是 除了那祝萍萍之外 我并没有察觉到 还有其他人的气息 怎么 你吃醋了 祝萍萍发出一声娇笑 懒洋洋地问道 那男子声音冷哼一声 说 说就说嘛 你急什么 祝萍萍娇声道 也就两三次吧 见骨头 那男子声音骂道 祝萍萍却是咯咯娇笑 你这吃醋的样子还挺有趣 不给点甜头吃吃 那小子又怎么能对我死心塌地 甜头也可以用其他的 男子声音冷冷地道 祝萍萍吸得笑了一声 你们这些男人啊 可不就喜欢这种甜头吗 声音娇媚 甜腻至极 他笑了一会儿之后 又道 不过你放心 那小子营样辣枪头 比你可差远了 等射之后 我要把他千刀万剐了 那男子声音冷哼道 全都一年 好了吧 祝萍萍娇声笑道 看你这小心眼的 我做这些 不都是为了能保住 咱们的传家宝贝吗 只听那男子声音冷笑道 这弥天法教 寄予了咱们的传家宝那么多年 这次怕是要鸡飞蛋打了 何止是鸡飞蛋打 这弥天法教在千山寄鬼 正好跟第九局 拼个鱼死网破 好叫咱们渔翁得利 祝萍萍得意地道 我听到千山寄鬼 不由得心中一动 这么看来 活死人村中那些个灵谷碗 的确是用来寄鬼的 之前方寸山曾经说过 弥天法教在千山一带 暗中布局了近十年 如今看来 很可能就是跟这千山寄鬼有关 而这个祝家 很显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从祝萍萍二人的对话来看 祝家应该是藏有某件西式珍宝 而一直被弥天法教寄予 这里面有个蹊跷之处 既然弥天法教早就盯上了这件东西 那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一直不取走 还要等到现在 思来想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 取走宝物的时机未到 不过这祝家 既然不肯束手就擒 乖乖献上传家宝 那就只能叛教 这才有了如今这一出 孙小和这憨憨 以为自己藏得够深 实则早就被祝萍萍给拿捏得死死的 并且利用他传信给第九局 这一招借刀杀人 用得的确漂亮 今天正是弥天法教千山计鬼之日 对于弥天法教来说 事关重大 必然会调集大量人手前往布置 这样一来 祝家这边就能趁机反杀 脱离弥天法教的掌控 当然了 弥天法教那边也不是傻子 自然也会有此顾虑 因此也同样往这边调集了人手 所以 今天这祝家图宝楼中 必然是一场腥风血雨 被你折腾得有点累 我得歇一歇 晚点还得办大事呢 只听祝萍萍的声音 娇滴滴地传来 你这剑骨头也会累 我看你是越折腾 越精神 那男子声音道 祝萍萍哥哥娇笑 讨厌 人家可是很柔弱的 你得联系人家 那男子声音哼了一声道 什么时候开始 我都好久没有尝过血了 急什么 到时候这么多人 有你宰的 祝萍萍道 不过那姓孙的小子 你可别直接给宰了 怎么 你个剑骨头还舍不得 那男子声音怒道 对方越是骂他剑骨头 那祝萍萍却是笑得越欢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只是在宰了他之前 总得让他知道知道真相 不然多没意思 说着 哥哥直笑 就你花样多 男子冷声道 行了 我得先去老爷子那里看看 祝萍萍笑嘻嘻的 紧接着 就听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响 那祝萍萍赤着脚 来到了衣柜前 透过缝隙看出去 只见他衣衫不整 额头汗津津津地 脸颊上还透着一抹红韵 目光似一汪春水 今天是个大日子 祝萍萍娇嘻嘻地问 随后就见到了极为怪异的一幕 那祝萍萍自己回答了一句 这又有什么讲究的 实在麻烦 明明是祝萍萍在说话 但声音却是刚才那个粗鲁男子 就好似 祝萍萍一个身体 却是住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这不像是附身 也不像是一般的雌雄同体 要说是脑子坏了 一人扮演两脚 却也不太像 着实诡异 那祝萍萍进去洗了个澡 湿漉漉地过来 挑了衣服换上 随后就出了门 我听外面再没有动静 定下心 继续给小疯子读入阴气 过了片刻 就听小疯子微弱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可以了 我当即收了法咒 开门 很闷 小疯子细声道 我也觉得 我赶紧把暗格打开 从柜子里出来 问道 你怎么样 小疯子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 此时总算不像之前那么空洞 有了一丝神采 微微抬了抬左手 他这一抬手 我就知道他 肯定是站不起来了 上前把他给掺着扶了出来 只觉他身子僵硬 在屋子里缓缓走了几圈 这才缓过进来 行了 小疯子道 我收回手 见他又继续在屋里 慢慢地走了一圈 随后就打开房门 一言不发地往外走去 我把衣柜里的东西还原 又把房门关好 随后跟上 小疯子顺着走廊走了几步 来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下 伸手在门锁上摸了一下 只听咔哒一声 房门应声而开 他推门就走了进去 我跟着进屋 反手将房门关上 这屋子的摆设 相比住平平那一间来说 要简单得多 只有一张大床 另外还有几张桌椅什么的 看起来 应该有挺长一段时间 没有住人 小疯子走到床前 掀开被子就躺了下去 裹着被子闭上眼睛 转过去面对墙壁 我有些疑惑地盯着瞧了一眼 就听他道 别瞎看 谁看你 我拖了张椅子过来坐下 问道 你们出了什么事 有没力气说 小疯子躺在那里睡了片刻 依旧没转过身 但还是把离开降雪山庄后 他们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 只是声音有点打飘 其实 事情跟我之前猜想的 倒是大致不差 当时小疯子他们离开降雪山庄后 就一路避开第九局的围堵 来到了我们约定好的 那个山谷中 后来 也像许和生他们说的那样 黄虎现身 小疯子为了引开对方 主动追了出去 可没想到 这黄虎当着小疯子的面现身之后 却并不与小疯子交手 而是又阴森森地顿入了黑夜之中 小疯子觉得不太对 立即回头去找许位等人 只不过那时候 许位等人已经被人掳走 小疯子自然是扑了个空 他当即一路追了下去 途中也到过黑瓦寺 后来又追到了断崖 就像我们一样纵身跃入江中 你怎么知道的 小疯子忽然问 这不闻着你的 我说到这里 忽然感觉不对 什么 他这声音虽轻 却是隐隐发了 我咳嗽了一声 不动声色地道 你还记得 咱们在千山脚下 遇到那伙人吧 就那个鼻子鼠狗的 叫三狗子 他带着我们追过去的 反正跟我无关 小疯子没有作声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又接着说道 我追到江里 就放了个傀儡娃娃出去 这小可爱也是机灵 可惜了 我叹道 小可爱 小疯子声音有些疑惑 我笑道 就你现在抱着的 小疯子面朝里睡在床上 怀里却是抱着那傀儡娃娃 圆乎乎的脑袋 没事 休一休就行 他沉默片刻说道 我把火死人村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又道 这小可爱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跑到那只冰场去了 他自己过去的 小疯子声音陡然一惊 转过身来盯着我问 我见他反应这么大 也是暗暗心惊 说道 对 而且找到的时候 已经被斩成了两段 说着 又把当时找到小可爱的情形 描述了一遍 黄虎去过火死人村 只听小疯子说道 我听到心中一沉 怎么说 我一路追过来的时候 那个人却是阴魂不散 就跟在我附近 小疯子道 他是想干什么 我有些不解 小疯子微微摇了摇头 我也没想明白 后来我用傀儡娃娃追踪过那人 但追丢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 就大致明白了 之前小疯子放出去追踪 黄虎的傀儡娃娃 应该就是这个小可爱 所以后来 在火死人村 那小可爱正到处溜达 无意中就察觉到了黄虎的气息 就立即跟了上去 最后 一路跟到了制兵场 被人给斩成了两节 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 当时这黄虎 不仅暗中到过火死人村 而且还很有可能去过制兵场 甚至连小可爱 很可能都是 被那黄虎给故意带过去的 要真是这样 这人究竟想干什么 在我遇到的各色各样的人当中 要说 谁最是心思莫测 难以捉摸 那绝对当属这黄虎无疑 这人所走的每一步 往往都让人大出意料之外 后来 你是怎么到了这里 我问道 然而小疯子却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听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迷茫 不禁微微一震 随即摒弃脸膝 侧耳细听 外面驱鬼大忌的声音 我问 不是 你再听听 小疯子道 我沉下心 将注意力集中到双耳 此时 除了那外面传进来的嘈杂声之外 还能听到小疯子细微的呼吸声 但除此之外 却是再也没有其他的 我在寻找小玉姐他们的时候 经过这附近 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 小疯子低声道 那声音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 呼唤 我有些疑惑 那声音很奇怪 没法描述 但是我感觉 是呼唤 小疯子道 我一路追着那声音 就来到了这里 后来怎样 我问 到了这里之后 那声音越来越响 小疯子忍不住捂住耳朵 面露痛苦之色 是不是捂着耳朵 也没用 我皱眉问道 小疯子恩了一声 你现在怎么样 我心中一紧 小疯子微微摇了摇头 过了好一会儿 说道 我怕我自己会发疯 就给自己化了个妆 躲到了衣柜里 原来 当时小疯子被那声音吸引着 来到住家图堡楼后 那声音如同有魔力一般 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呼唤 小疯子当时的精神状态 原本就极为脆弱 在那神秘声音的呼唤之下 顿时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知道 黄虎一定就在附近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贸然出去 于是就行险 给自己化了个阴阳妆 这一副阴阳妆 叫做艳势女 也正因为如此 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才会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艳势之人 心如止水 在这副阴阳妆的加持之下 小疯子显之又显得 稳住了心神 之后又找到这衣柜 总算是没有当场发疯 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我问她 没有 小疯子道 我有些奇怪 那你对这朱家图堡楼 有没有什么印象 你以前小的时候 有没有来过这里 在小的时候不记得了 只听她说道 我盯着她看了片刻 问道 那这种呼唤 你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小疯子微微醋眉 很难描述 但似乎是很急切 又好像有点熟悉 熟悉 这就奇怪了 我疑惑道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这地方能有什么可跟你熟悉的 话音刚落 就被她给横了一眼 我见她一双眼睛 黑白分明 突然想到 会不会熟悉的不是你 小疯子微微一震 她反应也是极快 天魔种星 我点了一下头 小疯子一出声 就被天魔种星 如今之所以还能活蹦乱跳 那是靠她自己 在家上童心咒 把那天魔种子给压制了 小疯子之所以能听到呼唤声 很可能与此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住家图堡楼 或许就和当年给小疯子 施加天魔种星的人 有所关联 我想到这里 忽然又记起那住平平 说到过 他们住家藏着一件传家宝 你说有没有可能 住家这件传家宝 跟夺舍你的那人有渊源 我说到 小疯子没有作声 过了一会儿 低声道 你说 我会不会跟住家有什么关系 你是想说 你有没有可能是住家的闺女 我说到 小疯子嗡了一声 沉默片刻问道 你有什么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 这一时之间还真说不好 要说可能性吗 那肯定是有的 要不去跟平平打听一下 他们家有没有丢个什么妹妹之类的 我见气氛有些凝重 怕她受刺激 笑着打去了一句 算了 小疯子说吧 又把小可爱抱在怀里 转身睡了过去 我也没去叫她 把椅子拉到床前 给她送五音调心咒 当送咒到第二遍的时候 外面走廊那边 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 我当即停了声息 那脚步声缓缓经过 却在门口处 突然间停了下来 四下里一片寂静 我坐在椅子上不动 只是盯着那房门 就在这时 只听到孙小和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平平 你站那里干什么 没事 祝平平的声音 娇娇柔柔的响起 我刚刚经过这里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就有点发呆 你可别笑话我 怎么会 孙小和笑道 你想到什么了 只听祝平平说道 我就是想起 咱们第一次 在一起的时候 我爸来找我 差点把我给吓坏了 是啊 孙小和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羞涩 不过你放心 等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我立即找我姐去 跟她说咱俩的事 傻子 我又不是怕这个 祝平平柔声道 我就是突然想起这件事 觉得 谁说不是呢 孙小和道 要是真被你爸给抓着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人就在门口 黏黏呼呼的又说了一会儿 就听孙小和道 对了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就来找你问问 你家里长辈怎么说 我正打算找你呢 祝平平道 我想带你和灵兽哥 去见见我爷爷 那好啊 孙小和满口答应 不过 灵兽哥现在有点事 得等他回来 哦 灵兽哥去哪了 祝平平好奇地问 这我倒不太清楚 灵兽哥想来 有自己的安排吧 孙小和道 祝平平嗡了一声 又问道 你觉得 灵兽哥靠得住吗 这 孙小和迟疑了一下 我不能说 有实诚的把握 但我自己感觉的话 灵兽哥 应该还是值得信赖的 哎 你这人呀 心眼就是太实诚 很容易吃亏的 以后可别再当什么暗叹了 祝平平道 你是怀疑灵兽哥吗 孙小和问 这世界上 除了我家里人之外 我只相信你 祝平平悠悠地道 不过既然你信任灵兽哥 那我自然也信他 平平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孙小和保证道 我虽然看不见 这两人的表情 但不用看 也能想象得出 此时孙小和 那一脸感动的模样 只能说 这两个人的段位 相差悬殊 孙小和在 祝平平手里 那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我总是有点担心 你陪我走走吧 祝平平轻叹一声 过不多时 就听两人的脚步声响 逐渐往走廊那头去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小疯子 见侧身背对着我 睡在那里 一动不动 笑道 那个祝平平 比你还能装 话音刚落 就见他披散着头发的坐起 捂着嘴打了个哈欠 随后黑漆漆的眼眸一转 透过凌乱的发丝 白了我一眼 别烦 这话说得丝丝闻闻 只听声还挺温柔 但配上这么一个眼神 就莫名带了一丝丝的寒气 我听他这么一说话 就知道 他现在的状况 比之前已经要好了不少 这妹子只要正常的时候 说话就喜欢端着 装得跟个大家闺秀似的 哪怕是发火 也绝不可能撒泼 可要是一步正常起来 那就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小疯子从手腕上 摘下七颗补添石 串成的竖发珠串 把头发给扎了起来 那一张病入膏肓的脸 没有头发的遮挡 看着更让人渗得慌 我俩把屋里的所有东西 回归原位 随后悄然出门 将房门带上 一路下楼 奇怪的是 途中居然没有遇上 弥天法教的教徒 从另一边匆匆过来的孙小和 灵兽哥 他这招呼刚打到一半 猛地就看到了 跟在我边上的小疯子 张着嘴 后半截话就没能说出来 你干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 没 没什么 孙小和摇了摇头 又看了一眼小疯子 问道 这位是 这是小李子 我一个朋友 我说道 李小姐好 孙小和赶紧冲着小疯子 点头微笑道 你好 小疯子的声音温温柔柔 我忽然想到了那柱萍萍 两个人都那么能装 也不知道谁更胜一筹 对了哥 萍萍说想带咱们 去见见他爷爷 孙小和看了看四周 压低声音道 行啊 那现在就去 我问 好 孙小和点头应道 又看了一眼小疯子 我说道 小李子也一起去吧 我跟萍萍说一声 应该没问题 孙小和忙道 我见他立即就要动身 把他的教主问道 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怎么发现人少了很多 我也发现了 弥天法教这边 本来有很多人在楼里守着 突然一下子都不见了 孙小和微微皱了皱眉头 等会儿问问萍萍 看他知不知道 说道萍萍 我还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咳嗽了一声道 孙小和一听 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哥 萍萍怎么了 没事 没大事 别慌 我笑道 是 是吗 孙小和却是有点不幸 一般问该不该说的 基本上都没什么好事 这个好事吗 肯定也算不上 我酝酿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 转头对小疯子道 小李子 要不你来说 小疯子瞥了我一眼 对孙小和说道 你介不介意娶个男的 啊 孙小和目瞪口呆 别看小疯子这句话语音清脆 说得温温柔柔 估计听在他耳朵里 不斥是五雷轰顶 你 你不会想说 萍萍是个男的吧 孙小和挤出一丝笑容 只不过 这笑得比哭还难看 那倒没有 小疯子道 孙小和猛地松了一口气 只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听小疯子 又思思文文地问了一句 雌雄同体 你不介意的吧 孙小和的表情 一下子凝固了 是这样的 我把此前发生的事情 给他大致说了一遍 这全程 孙小和都像是被定在那里一样 呆若木鸡 哥 你 你们没再跟我开玩笑吧 过了好半天 孙小和才艰难地问道 没有 我微微摇了摇头 孙小和站在那里 脸色惨白 失魂落魄 碰到这种事情 无论对谁来说 那都是不堪承受 不过早知道 总比晚知道来得好 孙小和没有当场大吵大叫 那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我 我明白了 孙小和色声说道 我和小疯子 静静地站在边上 没有作声 过了好一会儿 只见孙小和笑了笑道 我带你们过去找 找住 只是走了几步 又突然停了下来 对不起 走错了 又赶紧调转方向 我和小疯子随后跟上 说道 要不要先静一静 没事了 孙小和深吸了一口气 道 哥你放心 我不会坏事的 他带着我们走了一阵 忽然就见 祝萍萍的身影 从前面走了过来 看到我们 随后就拐入了 边上一个房间 孙小和当即 带着我们跟了进去 萍萍 孙小和将房门带上 一脸欢喜地喊道 你们来了 祝萍萍羞答答地 冲我点了点头 灵兽哥 说着又看了一眼小疯子 这是小黎姐姐 都是自己人 孙小和道 祝萍萍又娇娇柔柔地喊了一声 小黎姐姐好 对了 怎么守在楼里的人都不见了 孙小和打岔问 我也不清楚 你们不知道吗 祝萍萍微微摇了摇头 疑惑地问 这个 我们没接到命令 孙小和道 这说起来 潘荣和孙小和他俩的老大 也就是那个瘦高中年人 早就被我们给养了 他俩又上哪去接受命令 先去找我爷爷吧 祝萍萍说着 摆到另一头 将房门打开 原来这个房间 竟是有两道门的 从另一扇门出来 就是个狭长的通道 顺着通道走到尽头 就是楼梯 我们顺着楼梯一路上行 来到了这图堡楼的顶层 你们跟我来 祝萍萍来到一个房间门口 这个房间 跟我们之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这图堡楼 无论是外墙还是内壁 基本上都是灰扑扑的色调 而这个房间 却是那种赤红色的 就好像是有鲜血 从这墙壁中渗透了出来 看着颇有些触目惊心 爷爷 祝萍萍在房门上 倾扣了几下 过了一会儿 就听里面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进来 进来 祝萍萍当即推门进去 我跟着进门的瞬间 摸了一下房门 只觉触手冰凉 带着一丝丝的潮气 进门之后 只觉屋中冷森森的 潮气更深 房间靠墙的位置 摆着一张大床 整张床都被白色的沙障罩着 只隐约看到 沙障内靠床头 坐着一道黑色的人影 爷爷 我把小和他们带过来了 祝萍萍将房门关上 带着我们来到床前 好 只听沙障内 传来老人的声音 那声音干枯沙哑 听来有些刺耳 爷爷 小和他们会帮咱们的 祝萍萍又道 多谢 多谢 沙障中的人影说道 祝萍萍轻声细语地道 那我把计划给他们说一说 好 沙障中传来声音 祝萍萍转过身来 朝我们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正好把图堡楼内的 弥天法教一众 一网打尽 哪怕是说到这样杀伐之事 语气也是轻柔娇弱 家里长辈都已经安排好了 其他的倒是都还好 但是弥天法教在这边 调派了至少四个修罗 甚至还有一个罗刹 祝萍萍忧兴冲地道 不错 孙小和接了一句 据说是来了一个罗刹 但这种人物 向来神龙剑手不见尾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哪 唉 现在最棘手的 就是如何找出这个罗刹 否则 祝萍萍悠悠叹气道 萍萍你放心 还有我们呢 孙小和保证道 祝萍萍听得微微一笑 幸亏有你们 说着又往杀仗看了一眼 说道 家里长辈就定下了一个计策 准备把那罗刹给引出来 哦 什么样的计策 孙小和忙问道 只听祝萍萍说道 这弥天法教 之所以对我们家如此在意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的一件传家宝 所以家里长辈就想了个计策 准备将计就计 引蛇出洞 这倒是个好主意 我笑着赞道 祝萍萍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灵兽哥夸奖 到时候还得你们来配合 你尽管说 我们到时候一定配合 我满口答应 祝萍萍恩了一声 道 今天是驱鬼大计 到时候家中也会有一事 咱们就趁这个时候 说吧 他又转身向杀仗中问道 爷爷 是不是这样 对 就听杀仗中那苍老的声音说道 爷爷 我们刚才过来 都没怎么看到 弥天法教的人 都去哪了 祝萍萍疑惑地问 地下 地下 杀仗中的老人说道 祝萍萍点了点头 又回头 跟我们解释道 我知道了 那些人 应该都已经去了地下酒窖 去酒窖干什么 孙小和不解地问 我们住家的传家宝 其实就在酒窖里 祝萍萍道 那些人大概是不放心 已经下去了 你们这传家宝 难道是个酒坛子 我好奇地问 祝萍萍玩耳一笑 摇摇头道 那当然不是了 你们是自己人 也不瞒你们 其实我们家的这件传家宝 是一颗肉灵芝 服下之后 能轻身健体 延年益寿 肉灵芝 孙小和诧异 太岁吗 祝萍萍点头 对 民间也有人叫做太岁 所谓的肉灵芝 跟平常所说的灵芝 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医书古籍记载 肉之状如肉 富于大石 也就是说 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肉 生于地下 通常附着在大石之上 在民间 也有 将其称之为太岁的 据说这肉灵芝 每年都会长大一点 可以在地下生长 无数岁月 如果有人机缘巧合 能够服用到年代长久的 肉灵芝 就可以延年益寿 甚至青春永驻 这的确是个稀罕物 但也并非那么稀罕 一般的肉灵芝 当然不可能 成为我们 祝家的传家宝 只听祝萍萍说道 不过这颗肉灵芝 是百年前 被我家的祖先发现的 我听到百年前 念头一转 问道 是那位人心人数 庇佑一方的祝大师吗 之前方寸山说过 百年前祝家 有个很厉害的风水师 建造地牢 救治那些种邪之人 在当地声名赫赫 直到如今 附近的居民 还是对祝家十分感激 只不过我不知道 那个风水师具体叫什么 只能称之为祝大师 就是那位先祖 祝萍萍点头道 当时先祖为了救治那些 不幸染上阴邪之人 到处寻访 后来无意中 在一处深山里 找到了这一颗肉灵芝 这颗肉灵芝 当时也只有脸盆那么大 但是先祖仔细看过之后 发现这颗肉灵芝 其实已经活了许多年 之所以不是那么大 可能是有别的什么缘故 于是 先祖就把那肉灵芝 带了回来 并且尝试着 割下肉灵芝的肉 熬汤味给那些种邪之人 没想到服用之后 效果出人意料得好 后来这颗肉灵芝 就被我先祖 养在了家中 地下的酒窖里 这肉灵芝 在我们家中养了百年之后 那就更是珍贵 弥天法教早就垂涎于此 只不过肉灵芝 还未完全长好 所以对方一直忍着没有动 这些年来 这弥天法教形势越发恶劣 如果让肉灵芝 被他们得去了 那就是助纣为虐 所以我们家中长辈一和解 就决心拼个鱼死网破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先祖的心血 毁于一旦 祝平平说完之后 悠悠地叹了口气 原来如此 我感叹道 没想到事情如此曲折 真是难为你们了 当年先祖也是一世看走眼了 哪知道弥天法教 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祝平平无奈地道 对了 你们家先祖 是在哪个深山里 捡到这肉灵芝的 我好奇地问 祝平平却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先祖也从未跟人提起过 这时 沙障内传来几声咳嗽 爷爷 您怎么样 祝平平转身问道 老爷子身体不好吗 我关心地问 我爷爷身体一直不太好 最近为了这事 更是劳心劳力 越发地 祝平平愁容满面 我在医术方面也挺擅长的 要不我给老爷子看看 我提议道 这 祝平平迟疑 我爷爷之前得了个怪病 不能见光 也不能见风 只能待在帐子里 你们看 这帐子也是做了特别的布置 这床上的白沙障 四个脚上 各自挂着七个铜钱 帐顶上压着四道符路 这样吧 我就搭个慢 我说道 祝平平只好转身问 爷爷 要不要让零售哥给你看看 好 只听沙障内的人影说道 一阵吸锁声后 就见一只干枯的手 从沙障内伸了出来 手上的肌肤有黑干瘪 看着像个鸡爪子似的 手背上 还有一个个青黑色的斑块 我爷爷自从病了之后 就这样了 你们别害怕 祝平平忙解释道 这有什么的 我笑着走进前去 将手指搭在对方的手腕上 只觉触手冰凉 带着一丝潮气 我哪会看什么病 只是借机查探一下 对方的生机和气息 这脉搏除了有点弱 还真看不出什么来 我收回手指 眉头紧皱道 怪 真的怪 唉 我爷爷的是老毛病了 多少大夫都看不出问题 灵兽哥你 也不用在意 祝平平安慰道 唉 都怪我学医不经 我自责道 那我们就先回去准备一下 好 祝平平点头 你们就在大堂那等着就行 从屋内告辞出来 祝平平带着我们一行人 原路返回 之后就回了楼上 眼见祝平平的背影 消失在楼道内 孙小和脸上的笑容 立即垮了下去 怎么样 我在他肩膀拍了一下问 没 没事 孙小和色声道 过了一会儿 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 平平真的是 但没等我回答 又自己摇了摇头 苦笑道 我还在做什么梦 这种事情 别人也安慰不了 孙小和此时还能保持清明 已经是不容易了 你刚才摸出什么了 小疯子问 他这一问 孙小和也打起精神 朝我看了过来 一团的死气 我说道 死气 孙小和诧异地问 这里面是个死人吗 不对啊 也不是死人 我微微皱眉道 只是这个人 虽然活着 但又浑身死气 就像是 像是一节腐朽的木头 我琢磨着合适的用词 这个人 有点太老了 太老 孙小和不解 一个人从生到死 就像是从早到晚 这沙障里的人 木气太重 只听小疯子道 我懂了 孙小和恍然 又皱了皱眉头道 那凭 说他爷爷是得了某种怪病 这是不是真的 死气这么重 怕光怕风也是正常 我说道 又转头问小疯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问他怎么样 倒不是问那沙障内的老人 而是问关于 他对住家的看法 毕竟小疯子的身世沉迷 如今看来 似乎跟住家有点渊源 不知道 小疯子微微摇了摇头 不过那声音更加清晰了 声音 孙小和疑惑地转头四股 什么声音 外面驱鬼大忌的声音吗 小李子有点耳鸣 听到了咱们听不到的声音 我说道 孙小和一听 就关心到 小李姐姐的气色不太好 得好好休息休息 我听得暗暗一阵好笑 却也没有过多解释 很快 我们就返回了大堂那边 你们回来了 潘容正在门口来回走动 时不时地冲着外面看上一眼 见我们回来 立即迎了上来 只不过他跟孙小和一样 猛地见到小疯子 顿时就愣了一愣 我见那方寸山蹲在墙角 正跟那虎搞大眼瞪小眼的 就冲他招了招手 笑道 老方 你过来给你介绍个熟人 熟人 方寸山拍拍屁股站起来 神色古怪地 上下打量了一眼小疯子 怎么 不认识了 我似笑非笑地问 方寸山不以为然地道 这病泱泱的小丫头骗子 我哪认得 你是不是搞错了 院长 小疯子嘶嘶闻闻地喊了一声 方寸山文言 瞳孔猛地一缩 身形向后暴退 瞬间离得远远的 这才惊疑不定地盯着小疯子 你 你 你慌什么 我疑惑地问 没 没慌啊 我慌什么 方寸山呵呵笑道 眼睛却是紧盯着小疯子 这些年 多谢院长照顾 小疯子语气细细柔柔地说道 哈 谈不上照顾 方寸山打了个哈哈 目中却尽是惊疑之色 你 你好了 嗯 小疯子应了一声 那就好 那就好 方寸山连连点头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院长我也很是欣慰啊 潘荣和孙小和二人 在旁看得满脸疑惑 孙小和忍不住问 方老 您怎么又是院长啊 您是哪里的院长 小黎姐姐 在您那治过病吗 滚犊子 别瞎打听 方寸山呵斥道 什么治病 谁治病了 孙小和吴端端地 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一时间给骂的梦了 这些年啊 我是一直心里惦记着 心说这么好的闺女 总不能在我那一直待下去吧 方寸山感叹地道 现在看你这么好 我也就放心了 这算好吗 潘荣看了一眼小疯子 疑惑地问 让你插嘴了 方寸山瞪了他一眼 潘荣不敢顶嘴 赶紧闭口 不再言语 院长对我挺好的 只听小疯子柔声说道 我看了他一眼 第一个念头是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正话 还是反话 但很快就回过未来 小疯子说的 或许并非反话 这妹子有时候看起来冷冷的 生人物尽 但其实 只要对她好的 哪怕是一点点 都会被她记在心里 那红河疯人院 虽然里面住满了疯子 但于她来说 却是一个能让她安安定定地 度过了那么多年的地方 只是方寸山却给吓了一跳 忙到 也都怪我平时太忙 没能好好照顾你 院长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已经是很好了 小疯子说道 当年这妹子 在红河疯人院 号称一霸 除了海棠之外 谁都不敢近身 以方寸山的精明 不可能看不出 小疯子身上的蹊跷之处 然而这些年 却是放人不管 这其实也算是 另外一种变相的照顾 就像海棠 方寸山虽然没能救下 但对他们一家子 也算是尽心了 唉 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在我心里 早已经是把你当成闺女了 方寸山眼睛微微发红 现在看到你好好的 我是真高兴 这说着 声音都有点哽咽了 我看得暗暗冷笑 这老家伙 还真会打蛇顺肝上 要说他 对于小疯子暗中照看 那应该是有的 但闺女什么 那就唇胡扯了 你是不是 还住过大铁笼子 我问小疯子 那方寸山顿时脸色一变 忙到 这铁笼子 那也是为了闺女好 这不是怕闺女 不小心伤了自己吗 我见他这一口一个闺女的 叫得越来越溜 其他的不说 这胆子是真大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轰轰轰几声响 那是外面驱鬼大戒 再放炮了 潘荣道 忽然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快速地朝着我们这边逼近 伴随着一阵风声 一道人影 从外面急闪而入 有没有见到奎妙主 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面目阴沉 迅速地扫了大膛一眼 最终目光落到了潘荣身上 奎妙主不见了吗 潘荣吃惊地问 那男子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这些人是谁 人手不够 从地牢那边调过来的 孙小和嗨了一声道 那男子眼珠子微微转了转 打量着大堂内部 奎妙主没来过这里 之前奎妙主让我去找人过来 镇守大堂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 怎么 是出了什么事 潘荣急忙问道 听他们的口气 这所谓的奎妙主 八成就是之前被养了的 那个高寿中年 也就是这次来到 祝家的四修罗之一 找遍了 也没找到奎妙主 那男子皱眉道 微微顿了顿 说道 你们快跟我来 说着 就转身往外走 奎妙主吩咐我们镇守大堂 这 潘荣迟疑 还镇守什么 快 那男子回过头来 呃狠狠地道 潘荣这才不情不愿地 回头招呼我们 兄弟们 走吧 于是 一行人跟着那男子急行离开 出了大堂之后 拐进走廊 一路往西走到尽头 就转入了一间漆黑的小房间 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已经掀开了一扇木板门 还未靠近 就已经闻到一股子酒香 从里面飘散了出来 跟我来 那男子率先进去 我们随后跟上 就见一架钢梯 笔直地搭了上来 一直往下延伸 顺着钢梯往下走 足足下去有近二十米 这才踏到了地面 只见四下里一片昏暗 只有前方隐约可见火光闪烁 这是酒焦吗 潘荣问了一句 那男子却并没有回话 只是冷声道 别出声 我们跟着他一路往前 来到一个拐角处 那闪烁的火光 正是来自拐角的另一侧 魁庙主不在 一切听其他三位庙主吩咐 男子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低声道 我们几人立即乖乖点头 男子率先走上几步 带着我们转过拐角 就见前面火光闪耀 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群人 走进仔细一看 就发现 这些人精卫分明地分成三股 左起那一批人 大约十余人 这些人都是微微低头 手节法咒 为首之人是个脸色雪白的妇人 一张脸 就像是涂了不知道多少层粉似的 看上去神情颇为僵硬 再看中间那批人 大约二十多人 人人带一柄长刀 右手按在刀柄上 目视前方 似乎随手都要拔刀出击 他们为首之人 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汉子 站在那里 比一般人至少要高出一个头 二人不仅身材相仿 样貌也是极为酷似 显然是双胞胎兄弟 虽然是寒冬腊月 两人都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背心 露出古铜色的肌肉 在他们后背上 各自插了两把黑色的长刀 在火光映照下 寒芒闪烁 再过来 则是最后一批人 这批人相比起来 人数却是少得多 只有四人 而且没有领头之人 带我们过来的男子 亲手亲脚地走到这批人中 潘荣也立即招呼我们跟了过去 这么一看 那白脸妇人和两个背刀大汉 应该就是弥天法教的三个修罗 至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批人嘛 八成是那奎妙主率领的 奎妙主呢 只见其中一个背刀大汉 回头朝我们看了一眼 冷冷地问道 他的声音却是压得颇低 似乎是怕惊扰了什么 找不到妙主 领着我们过来的男子 慌忙低头禀报道 那背刀大汉冷哼了一声 你们听我命令行事 是 我们齐齐应了一声 那背刀大汉 就不再理会我们 转过身去盯着前方 就像之前潘荣猜测的那样 我们此时应该就是 身处在一个地下酒窖之中 因为四周随处都可以见到 一排排靠着墙壁摆放的酒桶 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酒香 我们这三拨人 总共近五十余人 形成一个扇形 把进出的路口给全面封死了 不过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 说明了这地下酒窖之大 在我们这些人的正前方 又聚集着一群人 其中最为显眼的 却是一张挂着白沙杖的大床 床的四个脚上 各自垂着七枚铜钳 沙杖顶上振着浮路 正是住家那老爷子那张床 透过那白沙杖 隐约可见一道人影 坐在沙杖内 这张大床就挨着墙壁停靠着 祝平平站在床边上 微微侧着身子 似乎在跟沙杖中的祝老爷子 在那说话 除了他之外 大床两侧还占了六人 这六人中 有四个是中年男子 另外两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各个神色肃然 从他们站立的方位来看 应该是住家人 在距离住家人不远的地方 立着一个木制的法坛 大约有半人多高 法坛上插满了八掌大小的黄色令旗 从左往右 又一次摆放了一只猪头 一只羊头和一只牛头 将尾巴叼在嘴里 另外又有一个紫童香炉 香炉内插了三炷香 烟气渺渺 而最为怪异的是 在法坛前跪着一个人 向着法坛叩拜 只是这人却看不出样貌 因为这人的脑袋上 罩着一个铁头 给封得严严实实 他这一跪一拜 铁头就随着晃动 发出轻微的光光声 这声音在空旷的酒窖内回荡 除此之外 听不到其他半点声音 所有人都是摒弃脸膝 而在那法坛的正前方 却是一扇小门 从这里看过去 那扇门后面 黑漆漆一团 看不到任何东西 按理来说 只要有夜眼的加持 哪怕是伸手不见的黑夜 依然也能看清楚物事 然而这小门背后 却是如同一团浓墨似的 时间到了 起继 祝萍萍忽然轻喊了一声 话音刚落 那守在大床边的六人 就齐齐动身 来到对面的墙边 将靠墙摆放的 十几个酒桶一一打开 这酒桶盖子一开 就发现 里面装的不是酒 竟然是人 这诡异的一幕 让原本肃立不动的 弥天法教众人 也不禁人人变色 不过转眼之间 就从酒桶里出来了 十三个人 这十三人 都是年纪轻轻 最多也就二十多岁 其中九男四女 他们从酒桶里爬出来后 身上的衣服 湿漉漉的 酒香扑鼻 显然之前 是被浸泡在酒水之中 这些人站在那里 眼神呆滞 身体摇摇晃晃 起迹 祝平平又是轻喊一声 随后那十三人 就被领着 来到法坛前跪下 可很快就发现 其实并不是跪 而是啪 这些人手脚着地 趴在地上 但那啪的姿势 却是十分怪异 看上去活脱脱 像一只蛤蟆蹲在那里 此时祝加那六人 已经退了回去 而铁头人 在又磕了几个头之后 起身点起了一盏盏油灯 这种油灯 是非常古老的那种叠形灯 除了灯芯之外 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碟子 那铁头人 将那油灯 一盏盏地摆放到 那十三人的头顶 这乍一看去 就像是十三只巨大的蛤蟆 在顶着一朵火苗 咕咕 咕咕 忽听一阵怪异的咕咕声传来 凝神一看 就见那十三人趴在那里 肚子一鼓一缩 那咕咕声 正是从他们口中发出的 这么一看 那就更像是蛤蟆了 我偶一侧头 就见潘荣拼命地抄我石颜色 显然是有话要跟我说 只是此时四周忌忌 稍有动静 就有可能被人注意到 恰在这时 突然那背刀大汉冷声贺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他这呵斥 把潘荣给吓了一跳 脸都白了一下 只不过 那背刀大汉贺问的 并非是他 而是祝家人 妙主大人 我们这是在拜药神 祈求药神必佑一方 大家伙平平安安 祈平平微笑着解释道 为什么这么古怪 那背刀大汉冷声道 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我们这些后辈 也不具体缘由 祈平平道 我趁着双方对话 退到潘荣身边 只听他低声飞快地说了一句 蛤蟆狮 指鹿灯 等着那背刀大汉开口的瞬间 他又接着说了一句 背诗将的绝活 我这一听 就明白了 为什么潘荣刚才 反应会这么大 所谓的蛤蟆狮 应该就是指的 那像蛤蟆一样趴着的十三人 而指鹿灯 就是他们头顶上的油灯 潘荣是背诗将的传人 应该是不会看错 不过他如此激动 想必还有其他缘故 我又看了一眼那铁头人 从他的身形 和露在外面的肌肤来看 应该是个老人 是你爷爷 我心中一动 潘荣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神情极为激动 连呼吸都急错了几分 他点头 又摇头 说明他是这么怀疑的 但不确定 只听那祝萍萍说道 庙主大人 还是先祭拜药神为重 要是惹恼了药神 后果难料 后果难料 就听一声吃笑 是那白脸妇人 冷森森的开口了 小妹妹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 您可别误会 我哪里敢呢 祝萍萍语气有些惊慌地道 实在是家中 祖上吩咐 绝不可轻慢 亵渎药神 不然的话 不然怎样 这什么药神的 既然如此灵验 那就让他出来见见 他身后的弥天法教弟子 同时高声迎送 大黑佛眼 普渡慈航 连我世人 什么药神 在佛光普照之下 皆是虚妄 白脸妇人冷然道 只是他话音刚落 突然间就听到一阵痴痴作响 那插在法坛上的黄色令旗 竟然无风自动 剧烈地摇晃起来 药神息怒 药神息怒 祝萍萍等人大吃一惊 急忙跪下磕头 弥天法教众人见状 也是脸色大变 妆神弄鬼 白脸妇人呵斥道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听喷的一声响 一面黄色令旗 炸成了粉碎 药神息怒 药神息怒 祝家众人叩手不止 紧接着 就见那插在香炉的三炷香 咔嚓一声 拦腰折断 请罪 请罪 突然间 就听那白纱帐内 传出苍老的声音 祝萍萍慌忙喊道 做法 向药神请罪 那铁头人闻言 又点了三炷香 捧在手中 念念有词 忽然捧着香 朝那趴着的十三人挥了挥 只听咕咕一阵响 十三人中 像蛤蟆一样爬出一人 朝着那漆黑的小门 爬了进去 随后身影 就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再没了声响 紧接着 那铁头人再次挥香 又是一人爬了进去 这又是干什么 背刀大汉贺问道 请妙主大人 先不要出声 这是 再向药神请罪 祝萍萍盲低声道 请罪 这算是哪门子请罪 白脸妇人冷笑问 只听祝萍萍交集地道 三位妙主大人应该认得 这些都是我们祝家的子弟 是我的兄弟姐妹 还请妙主大人 不要再说话了 万一要神降罪 我闻言看了一眼潘荣 后者微微点了点头 意思就是 那祝萍萍说得不错 这十三人 都是祝家的子孙 这说话的功夫 这十三人 已经有大半进了小门 却是消失得无声无息 这蛤蟆狮 指路灯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低声问潘荣 我爷爷以前教过我 灯火为阳 死尸为阴 这是用来指引死人 走避邪路的 但那些人 明明是活人 潘荣有些想不明白 走避邪路 我微微皱眉 所谓的走避邪路 其实就是让死尸 不受外界阴气邪碎的干扰 以免发生诸如启事之类 难以预料的后果 就像潘荣说的 这按理说 应该是用在死人身上才对 为什么要用在活人身上 不过 刚才这十三人 却是被封在酒桶里的 而且出来之后 身上阳气微弱 反倒是死气颇重 虽说没死 但也只能说是半死不活 我在想 当年爷爷去了住家后 就再也没回来 是不是被住家给囚禁起来了 一直让他在这里作法引落 潘荣声音微微发颤 别急 等会儿见机行事 我见他情绪不稳 低声提醒了一句 潘荣点了点头 清吸了一口气 又看了眼 祝平平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 紧咬着牙关道 就是这个人 是他当年追杀我 他能不能认出你 我问 我认得他 但他应该认不出我 潘荣道 我这些年的样子变了不少 我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 随后找上小疯子 怎么样 声音是从那门里来的 小疯子盯着那扇漆黑的小门 还是在叫唤 我问 小疯子嗡了一声 我微微皱眉 按照祝平平所说 他们住家的传家宝 就是当年他们住家先祖 无意中得到的一颗肉灵汁 估计也就是他们口中的药神 只不过这也就是那 祝平平一家之言 事情究竟如何 还未可知 而且看样子 弥天法教的这三个修罗 似乎对此也并不太了解 大概只是弥天法教派 过来负责看守的 但现在看来 不管住家的传家宝 是不是肉灵汁 但小疯子听到的怪异声音 十有八九 是跟着传家宝有关 至于小疯子和住家 有没有血缘关系 那还真是难说 应该不是 只听小疯子突然说了一句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 因为看着烦 小疯子微微醋眉 我听得一阵无语 原来他是这么判断的 这一会儿功夫 钟家的那十三个子孙 已经陆续进了那小房间 这十三人 连带着头顶上的油灯 都被暗黑给吞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一扇房门 就如同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但凡进去之人 都被其无声无息地吞噬掉 随着那十三人陆续进去 法坛上原本不停震荡的黄色令旗 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只是没过片刻 那令旗又更加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痴痴作响 那疑似潘容爷爷的铁头人 赶紧跪倒在地 焚香作法 药神 药神还在震怒 祝家众人连连磕头 祝平平急忙向着弥天法教众人道 庙主大人 你们得向药神请罪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请罪 如何请罪 背刀大汗冷声道 还请法教的兄弟上前 进去向药神请罪 祝平平说道 那背刀大汗冷笑连连 你们祝家到底想搞什么名堂 庙主大人 我们祝家对冥王忠心耿耿 但药神震怒 如果无法平息药神的怒火 一旦发生什么变故 只怕庙主大人也承担不起 祝平平说道 小妹妹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 白脸妇人冷冷地道 怎么 你们家大人全哑巴了 只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叽叽呱呱 三位庙主大人有所不知 小女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药神选中 因此 每次祭拜药神 都是小女来主持 祝平平解释道 正在这时 小疯子忽然说了一句 有东西出来了 随即就见一阵风 从那扇房门中涌了出来 吹得那铁头人手中的香火 烟气乱飞 紧接着 一股奇异的香气 充斥了整个酒窖 甚至把那浓烈的酒香味 都压了下去 什么东西 闭气 白脸妇人和两个杯刀 大汗齐齐呵斥了一声 他们身后的一众法教弟子 也立即摒弃脸膝 但我很快就发现 哪怕是避了气息 这香气 居然依旧还能闻到 就像是直接映入了脑海之中 你们干什么 杯刀大汗怒喝一声 只听当当一声 两名带刀的法教弟子 竟然手一松 连着刀鞘 把刀给丢在了地上 随后两人脸上 露出一种怪异的笑容 朝着那扇房门走了过去 哪怕是听到杯刀大汗的呵斥 也是听而不闻 只不过 二人没走出几步 就被那杯刀大汗给抓住 拎了回来 然而这两人刚拎回 又有两人走了出去 这回是那白脸妇人的手下 回来 白脸妇人呵斥一声 上前抓住二人的后脖梗 然而很快 不管是那白脸妇人 还是那两个杯刀大汗兄弟 都神色古怪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别动 手伸 静心 别胡思乱想 我立即出声提醒到 潘荣和孙小和江丽不敢动弹 方寸山冲我看了一眼 低声骂道 这鬼香能勾魂 我双手各自截了一道法咒 打入潘荣和孙小和后背 也就是这片刻的功夫 已经有四名法教弟子走出 眉目含笑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房门 似乎那里正有个爵士美女 在等着他们 过不多时 这四人就已经欢快地 走进了那漆黑的小门 随后身影被黑暗吞噬 再也没有动静 然而在他们四人身后 更多的弥天法教弟子 蠢蠢欲动 只听光当声不绝于耳 长刀纷纷坠地 一道道人影前铺后继的越过法坛 朝着那漆黑的小门走去 逐一消失在门内 你们住家是想叛教 那背刀大汗金木 交加地大喝一声 随即双手反握刀柄 将后背的两把黑刀 给拔了出来 他这一栋 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兄弟 也同时拔出双刀 二人一挥手 双刀撞击在一起 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那些个法教弟子浑身一震 停了一停 却又继续向着小门走去 妙主误会了 我们怎么会叛教 朱萍萍急声辩解道 这是要神发怒了 大家赶紧跪下请罪吧 他话音刚落 就见两道黑光一闪 那背刀大汗兄弟俩 左手中的长刀 齐齐脱手飞出 如同奔雷一般电射而去 轰的一声 将法坛斩得四分五裂 二人呼得挥动右手长刀 那双刀如同有吸引力一般 右手刀一动 那插在法坛上的左手刀 立即倒飞了回来 兄弟二人 各自抓住飞回的左手刀 随即再次甩手飞出 黑光闪动 这次两柄长刀 却是直奔朱萍萍而去 眼看刀光逼近 呼得从朱萍萍身后 闪出两人 徒手抓向飞来的两把长刀 只听当的一声响 那双刀竟然被对方 硬生生给抓住 只是那刀势来得太猛 对方连人带刀 向后退了数步 来 朱萍萍突然冲着我们 喊了一声 这话听起来没头没脑 实则是让我们动手的信号 装眉看见 我目不斜视 低声说道 来 朱萍萍又喊了一声 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此时 由于那一阵阵骑乡的关系 一众弥天法教弟子 正不由自主地往前挪动 各个露出痴迷的样子 只不过有些人定力差些 就走得快些 而定力好些的 则走走停停 跟上 我们一行人 同样露出一副痴汗的神情 跟在那些弥天法教弟子后面 以免看上去太过惹眼 就听一阵当当当 这声绵绵不绝 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已经纵失而上 朝着那两名抓刀人猛斩而下 煞时间 长刀和对方的手爪 就连续撞击了十数次 原来那两名住家人 双手都戴着一副手套 隐隐泛着金属光泽 虽然看起来十分鲜薄 但竟然能硬生生地挡住刀剑 可见那手套并非凡物 别打了 药神会震怒地 朱萍萍一脸惊惧 焦急地喊道 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已经将之前脱手的 左手刀收回 双刀齐灰 黑光闪烁 如同一个个花包绽放 那两个住家人阴沉着脸 戴着手套的双手不停翻飞 不停地发出绵密的撞击声 一时间 双方相持不下 然而 弥天法教这边的弟子 却是一个个地进了小门 消失在黑暗中 只是转眼的功夫 已经少了一小半人 忽然间 空气中传来乌的一声 只见数点黑影破空而至 从背刀大汉兄弟俩中间穿过 射向与其相斗的住家二人 后者挥手连抓 在肩部绒发之际 将射到面门的黑影 尽数抓入手中 然而 也就在这刹那间 黑光闪动 四把黑色长刀齐刷刷斩至 住家那二人来不及抵挡 只能仓促挥探手格挡 只听当的一声响 住家二人虽然凭借手套挡下刀锋 却是被斩得向后击退 背刀大汉兄弟二人 立即直追而上 手中双刀再次挥斩而下 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闪出 抓向二人后心 正是住家那边又出了二人 背刀大汉兄弟二人 只好挥刀回原 却是一两对四 转瞬落入了两面夹击之中 又是急促地呜呜几声 只见那白脸妇人一挥袖子 从她袖中飞出十数点黑影 同时双手飞快地截了个法咒 那些飞出的黑影 其实是某种急速旋转的刀刃 飞出之后立即散开 在白脸妇人法咒的牵引之下 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 朝着那中家四人斩去 背刀大汉兄弟俩 趁机双刀连斩 准备一口气冲出重围 然而没等他们闪身冲出 又有两道人影补了上来 正是住家那边 除住平平之外的最后二人出手了 这二人拦下背刀大汉后 立即一个闪身 双双向着那白脸妇人包家而去 后者连灰衣袖 又是十数点黑影从袖中飞出 斩向迎面冲来的二人 同时身形向后飘退 小和 你不帮我吗 突然间 住平平眼含泪光 楚楚可怜地冲着我们这边喊了一声 我见孙小和神情一阵 低声道 别乱 虽然我在他和潘荣后背 都打了两道法咒 但如果此时乱了心神 可能就一下子 被那骑乡给迷住了 不过住平平也是读得很 这一觉 就让我们成了闲眼包 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和白脸妇人 在恶斗之中 冷冷地朝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也就是在这时 只见人影极闪 原本散开的住家六人 突然间如同手爪收拢 眼看同伴危在旦夕 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齐齐挥刀救援 然而下一刻 住家那六人从收拢 又变成突然散开 就听当当一阵响 只见四把黑色长刀冲天飞起 背刀大汉兄弟俩 胸口被重击 轰的一声齐齐倒飞了出去 那六人一转 如同手爪和拢 再次围向那白脸妇人 后者立即双手连挥 洒出数十道旋转飞刃 然而却被对方挥手连抓 叮当作响 尽数给击落在地 眼看着那妇人就要横石当场 忽然间就听痴痴作响 那些个被击落在地的飞刃 竟突然间升空而起 速度奇快 远比被那妇人放出时更快 住家那六人 虽第一时间暴退闪避 却是慢了一拍 煞时间血花飞溅 我心中一动 暗道 来了 就见一道矮小的人影 从人群中飘了出来 如同一片落叶 轻轻落地 然而这落地的瞬间 却是发出轰的一声 地面烟尘生腾 刚气狂飙 住家那六人满身是血 向后击退 您 您是罗叉大人 白脸妇人劫后余生 急忙向着来人攻身下拜 背刀大汉兄弟俩 从地上爬起 也赶紧过来拜见 只见那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男子 大概五十多岁 面白无虚 看上去样貌平平无奇 之前就混在 弥天法教一众弟子当中 谁也没有在意 然而 就凭他刚才出手的声势 也几乎能断定 对方就是那个隐藏的罗叉 虽然不知道 在弥天法教究竟有几个罗叉 而且 罗叉之间也必有高低之别 但能被奉为罗叉的 那就绝不简单 你们住家当真要叛教 那矮小男子 双手背在身后 面无表情地道 声音古井无波 我扫了一眼四周 发现自从那矮小男子出现之后 原本前步后继 向小门走去的法教弟子 此时全都停了下来 只不过这些人 依旧是一脸痴笑 但脚步却是停了 我有点 动不了 潘荣低声道 孙小和也点了点头 不过我和小疯子 方寸山都没什么感觉 这显然是那矮小男子 使了某种秘书 只要是弥天法教的教徒 都会被其所控 只是住家那边 显然早就做好了应对之策 因此看起来并未受到影响 罗叉大人 您刚才应该也看到了 是这些人惹怒了要神 可不是我们想要叛教 住平平委屈地道 念在你们住家 对本教劳苦功高的份上 本座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矮小男子淡淡地道 我听得心中一动 身为弥天法教的罗叉 心词手软之人 对方能说出这句话 只能说明 他对住家也心存顾忌 或者说 是对住家口中的那个药神 很是忌惮 那就请罗叉大人 带领教众跪拜药神请罪 要是无法平息药神的震怒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住平平娇娇弱弱地道 进门的人都去哪了 矮小男子冷声问 那自然是匍匐在药神脚下谢罪 祈求药神宽宏大量 住平平道 矮小男子嗷了一声 既然如此 本做倒是想见见药神 那就请罗叉大人一步 住平平做了个请的手势 邀请对方进入那扇漆黑的小门 那矮小男子微微瞇了瞇眼 那里太过逼着 还是把药神请出来吧 这 住平平一脸为难 怎么 矮小男子声音骤然一沉 随着他这一声怎么 脚下的沙石开始噼里啪啦地跳动 罗叉大人息怒 住平平急忙道 这请药神出来 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但我们住家的人没法请 你是想说 必须让本做去请 矮小男子含声道 罗叉大人 您应该十分清楚 我们住家与药神之间是主仆关系 我们只是侍奉药神的奴仆 自然没有资格请动药神 住平平急忙解释道 矮小男子冷哼了一声 如果罗叉大人不想法教的兄弟 去请 那也有办法 住平平说着 忽然冲着我们一指 那几个人 都是第九局的 矮小男子缓缓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小眼睛中闪烁着森冷的光芒 大人 这几人是奎庙主手底下的 但是奎庙主至今没找到人 生死不知 那白脸妇人低声说道 你们两个 过去 矮小男子凌厉的目光 从我和小疯子身上扫过 知道我们是第九局的 你们还敢乱来 我脸色一沉道 那白脸妇人面露争鸣之色 冷笑道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了 你们第九局管得了那么多吗 敢不听大人吩咐 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我盯着他们看了一眼 冷哼道 去就去 戴上小疯子就穿过人群 往那扇小门走去 却是越走越慢 你们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白脸妇人呵斥道 怎么 走不动 我吃力地道 只见人影一闪 那白脸妇人已经掠到了我们俩身边 往我们肩头一抓 就在她的手爪快要触到我肩膀之际 被我反抓住手腕 呼的一声丢了那小门之中 连惊叫都来不及 就消失在门内的黑暗之中 平平 咱们快动手 我冲着祝平平 亲切地大喊了一声 和小疯子 双双抓起身边的弥天法教弟子 像抛杀袋一样 丢进了那小门之中 只听吃的一声响 身后分神急促 我头也不回 向着祝平平急奔而去 就在双方距离半步之遥时 突然折下向一侧 只见黑光闪烁 两柄长刀飞射而至 擦着我直展向祝平平 就听当的一声响 祝家那两个戴手套的 再次抓向长刀 背刀大汉兄弟俩 紧随其后 闪身而至 同时挥动手中刀 向我斩击而来 只是二人刀刚起 小疯子就如同一道清风般 掠置二人身后 眼看着两人就要 被我们包了饺子 突然一道矮小的人影一闪 如同鬼魅般淒净 我俩立即抽身就逃 转身扑向祝平平 祝家众人齐齐抢上 出手拦截 杀 我大喝一声 立即和小疯子 回头夹击那矮小男子 与此同时 方寸山 胡搞他们 也一起动手 所到之处 那些弥天法教的弟子 纷纷被一把拧断了脖子 只见黑影一闪 那矮小男子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方式 从人群中顿了出去 他病直起觉 至于眉心 身形好似鬼影 忽然出现在祝平平身后 一把抓向他的脖梗 祝平平急忙躲闪 却根本来不及 被那矮小男子 一把捏住脖子提了起来 祝家那六人 急急围攻而至 然而那矮小男子 虽然手里拎着一人 身形却是飘忽不定 快得无与伦比 那六人不仅无法沾身 反而一个照面 就有一人 被那矮小男子 给一把扯断了胳膊 我和小疯子 转身迎上那背刀 大汉兄弟俩 片刻之后 就将兄弟二人 也送进了那小门之中 此时那矮小男子 被众人围攻 秘术难以维持 包括潘荣和孙小和在内的 一众弥天法教弟子 进阶恢复了行动能力 于是就见那些教徒 一脸吃笑 继续前扑后继地 进了小门 我们一行人则停下来 站在一旁坐壁上官 你 潘荣双目通红地 往那铁头人走去 就在这时 忽然间轰的一声响 一道人影倒飞过来 正好摔在潘荣面前 那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正是围攻 矮小男子的 住家六人之一 潘荣一剑 立即冲上去 挥刀连斩 将那人的手足斩断 你也有惊天 你看看我是谁 潘荣血染一惊 一脚踏在那人胸口 立声鹤问道 那人身受重伤 但显然根本没认出 潘荣是谁 我叫潘荣 潘子美是我爷爷 潘荣大叫一声 一刀插入那人胸口 见那铁头人缩在墙角 听到潘荣喊出 自己和爷爷名字的时候 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 忽然间 地面上的碎石 噼里啪啦地跳动了起来 只见那被众人围攻的 矮小男子 一手抓着朱萍萍 一手起了道法咒 在他起咒施法之际 朱家剩下的五人 围着他就是狂公 显然是要逼得他 无法施展法术 只不过那矮小男子 如同鬼影 就算五人再如何拼命 也始终摸不到 他的一片衣角 也就在这时 法咒成 地上的碎石升空而起 从四面八方破空而至 竟然如同长了眼睛一般 朝着那五人飞射而至 朱家五人 立即双手掐绝 起护体咒 然而 在那碎石的击打之下 众人的护体咒 竟如同纸糊的一般 瞬间被打碎 而朱家五人 也被打成了筛子 瞬间毙命 可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像小鸡仔一样 被对方捏住脖子的朱萍萍 突然间浑身冒起一团黑烟 此时二人距离右近 又是恰好赶在 那矮小男子施法的瞬间 那黑烟征堂而出 如同活物一般 就侵入了那矮小男子的体内 那矮小男子冷哼一声 秃地张开嘴 吐出一口气 原本已经钻入他体内的黑气 竟被他从口中喷了出来 同时捏住 朱萍萍脖子的手掌收紧 可就在这时 朱萍萍双手合拢 抓住对方的手臂 只听吃的一声响 那矮小男子 被朱萍萍双手握住的地方 顿时如同被烧红的烙铁锁烫 矮小男子只能松手 就在他松手的瞬间 朱萍萍红唇微起 口中喷出一道细细的寒芒 直射入那矮小男子口中 伴随着一声怒吼 那矮小男子 挥手朝着朱萍萍头顶拍落 同时另一只手 并指点在自己驳梗之上 朱萍萍必无可避 只能举双臂挡架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突然从朱萍萍的裙摆之中 伸出一条胳膊 直插入那矮小男子的腹部之中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任凭谁也不会想到 居然有人会凭空伸出一条手来 就连弥天法教罗刹这样的厉害人物 也在瞬间着了道 滚 那矮小男子突然怒吼一声 在他面前的朱萍萍 顿时如遭雷击 那矮小男子 趁势向后急傻而出 向着出口处顿去 只是没等他来得及顿出 忽然大床上的白沙障一动 从里面呼得飞出一人 竟将那矮小男子 蓝腰斩成两段 烟红的鲜血喷洒了一地 这从沙障中飞出的 赫然是个古兽如柴的黑衣老人 身上的肌肤干瘪 如同老树皮 长着一片片的黑色斑块 身子勾搂着 两只干枯的手爪 伸在胸前 染满了鲜血 一对眼珠子灰白 浑身上下透着浓重的死气 还有那种抹不开的腐朽气味 这老人一把将那矮小男子 活生生撕碎后 却是对他的尸体看也不看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扇漆黑的小门 妈的 什么鬼东西 方寸山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潘荣和孙小和更是脸色煞白 此时这酒窖内 还有气的 除了我们之外 也就只剩下缩在墙角的铁头人 以及祝家那祖孙俩 虽然只是短短的片刻功夫 但风云变幻 其惨烈程度却是惊世骇俗 这弥天法教和祝家 如我们所愿拼了个两败俱伤 只是没想到弥天法教这边的罗刹 居然会给祝平平这对祖孙俩给斩了 你们看够了吗 祝平平伸出红扑扑的舌头 舔了舔手指上沾染的鲜血 娇滴滴地问道 精彩 精彩 我拍手道 灵兽哥哥 你这说话不讲信用 叫我很是伤心呢 祝平平委屈地道 我疑惑地问 哪里不讲信用了 咱们说好了 要一起对付弥天法教的 你怎么能反悔呢 祝平平问 咱们这不是配合得挺好的吗 我笑道 要不是我们及时出手 只怕你们住驾 说着择了一声 摇了摇头 灵兽哥哥 你这脸皮还真够厚的 祝平平吸得笑了一声 我得把你的脸皮扒下来好好看看 到底是有多厚 脸皮有什么可看的 我倒是对你的三只手挺感兴趣 我笑道 祝平平眯了眯眼睛 冷哼一声 看向孙小和 你们这些男人 果然是靠不住 你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孙小和激动地问道 祝平平哥哥娇笑 我早就被你看光吃光 你还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人 你 孙小和双拳紧握 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祝平平脸色一沉 利用 当初要不是我救了你 你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忘恩负义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 才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你 你 孙小和双目通红 祝平平冷笑了一声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没有新言子 就别当什么卧底暗叹的 你的命都是 我给的 利用你怎么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孙小和咬牙问道 如果你们只是想摆脱 弥天法教的控制 我是真心实意想帮你的 祝平平呵呵笑道 你这话我倒是相信 不过吗 你要是见到了药神 那可就不这么想了 你 你是怕我觊觎药神 还是怕我贪图你们家的传家宝 孙小和惨笑道 你也太小看我孙小和了 这世上所有人 只要见到了药神 就没有一个不想据为己有的 祝平平冷冷地道 不管是弥天法教 还是地酒局 又或者是你们 所有人都一样 你说的药神 究竟是什么东西 肉灵芝 我好奇地问 灵兽哥哥 你也想要吧 祝平平娇声娇气地问道 我笑道 听说这肉 灵芝切片炒一炒 吃了能美容养颜 颜年益瘦的 我倒是还挺有兴趣 至于这什么药神的 要来干什么 难道放家里 供着每天拜一拜 能拜药神 那是你的福气 祝平平奄然笑道 说着突然声音一冷 冲着那缩在墙角的铁头人 喝道 老东西 还不开计 后者文言 赶紧哆哆嗦嗦地爬起来 铁头碰在墙壁上 叮光作响 此时那法坛 早已经被斩成了几节 上面供奉的猪头 羊头 牛头 也滚落在地上 那铁头人 把三个牲口的头 收拾起来 摆到一起 随后又点了三柱香捧在手中 面朝那扇小门跪了下来 开始诵经 那经文听起来颇为怪异 通过那铁头面罩传出来 更是有些含糊不清 但九轿之内寂静无声 这经文又像是在耳边 不停地环绕 宋魂金 爷爷 潘容听了一阵 就脸色大变 盯着那铁头人的背影 狮声喊道 然而 对方似乎毫无所觉 只是捧香宋金 不停地叩拜 朱家那老头 自从床上飞出来 把那弥天法教的罗刹 撕成两节之后 一双灰白色的眼珠子 就直勾勾地盯着那扇小门 如同一尊雕像似的 再也没有动过 随着那铁头人 开始烧香宋金 朱平平也不再说话 同样面朝小门 神色肃然 目光中尽是虔诚 我看了一眼小疯子 见他微微低垂着眼皮 似乎有些入神 朱平平口中的开计 必然跟那小门后面的药神有关 一时间 我倒不知是该阻止 还是先放任 忽然间 外面又隐隐传来几声炮响 这炮声一响 原本在扣手送金的铁头人 就直起身子 口中依旧送金不断 挥了挥手中的香火 将其分别插到面前的猪牛羊头上 随后他变戏法似地 从衣服底下摸出一盏盏碟形油灯 在他身周摆了一圈 共计十八个 袖子一挥 那十八盏油灯泼拉一声 就窜起了一朵火苗 那铁头人 双手在胸口截了个怪异的法咒 跪在十八盏油灯之中 宋金生不绝于耳 朱珈娜对祖孙俩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门 一瞬不瞬 怎么样 我用极低的声音问 很近 就在里面 一直在让我进去 只听小疯子轻声说道 他说话的时候 眼皮依旧微微垂着 双手在袖中握成了拳头 显然是在竭力忍耐 把手给我 我盯着那扇漆黑的小门 思索片刻道 小疯子抬了抬左手 我握住他的手 只觉掌心温逆 指尖却是有些凉凉的 低声笑道 小手挺软 就在他眼皮微微一抬之际 我搭在他万肩脉门上的手 立即催动法咒 这道法咒 一旦打入体内 没有其他别的 却如同针扎一般 而且会在瞬间产生远超想象的巨大痛感 啊 哪怕是小疯子 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也忍不住低呼了一声 我一直紧盯着那住家祖孙俩 就在小疯子惊呼的刹那间 只见那祖孙二人 也是同时浑身一震 二人霍地转过身来 目光森然 如同两只则人 而是的猛兽 见到这两人的反应 顿时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想 一回头 就见小疯子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正悠悠地看了过来 笑道 刚才是不是很痛 刻意压低声音 那住家祖孙俩 此时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这边 自然是听到了 二人冷森森的目光 立即转到了小疯子身上 还不松手 小疯子冷声道 忘了 我笑着把手收了回来 小疯子没好气 你掐我干什么 你不是说头疼吗 我给你按摩一下穴道 我说道 一点用也没有 还是疼 小疯子扶了扶额头 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叫唤 吵得很 叫唤 你们听到了吗 我问方寸山和潘荣 孙小和等人 几人有些疑惑 潘荣摇了摇头 没有 你们年轻人可真会玩 方寸山却是笑道 这老胡离经得很 听他这口气 估计是看出了我和小疯子 在那唱双簧 小和 他是什么人 只听祖萍萍突然问道 他说话的时候 他们祖孙俩 双目直勾勾地盯着小疯子 问得自然也是他 孙小和有些不知所措 冲着我看了一眼 见我没有表态 他就硬着头皮道 这 这不是小离姐姐吗 你刚才听到了什么 祖萍萍盯着小疯子问 跟你没关系吧 小疯子语气虽冷淡 声音却是温温柔柔 就见祖萍萍 冲着小门看了一眼 嚼声问道 你是不是听到门里 有东西在叫你 你怎么知道 小疯子诧异地问 祖萍萍脸色微微一变 盯着小疯子上下打量 你父母是谁 不知道 小疯子摇头 你祖萍萍神情戍变 忽然笑着招了招手道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干什么 小疯子疑惑 祖萍萍微笑道 你过来就知道了 我可能知道你父母是谁 我不信 小疯子语气冷淡 祖萍萍笑道 信不信有你 小疯子低眉思索片刻 对我说道 你也过来 我跟着他一道走了过去 只见祖萍萍往地上一指 你就站在这里 他所指的地方 隐约可见一个脚印 小疯子绕着那脚印转了一圈 只听祖萍萍笑道 小妹妹 我是不会骗你的 倒是你占了我不少便宜 让我喊了你好几声姐姐 小疯子上前 双足踏到脚印之上 就在这时 只见祖萍萍口中送咒 左手飞快地截了一道法咒 右手并指 朝着空中一指 随着他法咒一起 半空中突然降下 一层薄薄的白烟 瞬间笼罩住了小疯子 我站在一旁 只见那祖家 祖孙俩 双目金光闪闪 紧盯着那团白烟 如同活物一般 在小疯子深周缭绕 祖萍萍轻移了一声 挥了挥手 那笼罩着小疯子的白烟 随即散去 他盯着小疯子片刻 忽然背过身去 等他重新转过来时 手中已经多了一块 黑色如墨的东西 方方正正 像一个黑色的肉块 他神色恭敬地 拖着那个黑色肉块 来到小疯子面前 然而没等他靠近 他手中那肉块 忽然间就如同活物般 动了起来 在掌中不停地蠕动 似乎跃跃欲试 祖萍萍神色连变了数遍 等来到小疯子 三不远的地方 他手中的那个肉块 竟突然间蹦了起来 直往小疯子扑去 祖萍萍大吃一惊 一探手将肉块抓了回去 一脸吃惊地盯着小疯子道 你 你是我们祖家的血脉 我一听 也是暗吃了一惊 不动声色地道 你这搞得什么鬼 灵兽哥哥 要不你来试试 祖萍萍说着 转身走到我跟前 他把手掌摊开 那肉块疏忽从他掌中 扑了出去 但扑的不是我 而是在我后面的小疯子 祖萍萍一闪 又把那肉块给抓了回去 随后退回到 祖家那老头身边 只有我们祖家的血脉 得过要神恩赐 祖萍萍双手捧着肉块 满脸前程地盗 目光流转 看向小疯子 小妹妹 你应该叫我姐姐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看着他手中的肉块问 祖萍萍脸色一变 不得亵渎药神 你不会说 那个就是药神吧 我一瞻好笑 祖萍萍神色恭敬 这是药神的恩赐 能得此福泽之人 必当轻身健体 延年益寿 我听得心中一动 肉灵芝 传说中肉灵芝 外形酷似肉块 眼前这东西 除了颜色黑了一点外 其他的倒是跟肉灵芝 颇为相仿 是 祖萍萍点头道 我们祖家供奉的药神 就是当年我家先祖 在百年前请到家中的太岁 当年正是因为 有药神的福泽庇佑 我家先祖才能救下这么多人 所以只要是祖家的血脉 就会跟肉灵芝有所感应 我问道 祖萍萍看向小疯子 妹妹肯定是我祖家的人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那我爸妈是谁 小疯子正正地问 祖萍萍微微摇头 当年咱们祖家 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故 以至于家人失散 妹妹你的父母是谁 一时间还真不好说 但你肯定是咱们祖家的血脉 小疯子沉默不语 妹妹 你快来祭拜药神 认祖归宗 祖萍萍招手道 怎么祭拜 小疯子微微愣了一下 问道 祖萍萍微笑道 药神就供奉在小门之内 你只要进去 祭拜即可 进小门 进去送死吗 我冷笑一声问 祖萍萍却是奄然笑道 灵兽哥哥 你说什么呢 这门内供奉的是 咱们祖家的药神 又不是什么痴人的恶鬼 怎么能去送死呢 那刚才进去的人 都去哪了 我冷声问 祖萍萍笑道 我之前说过啊 当然是匍匐在药神脚下忏悔 你们信吗 我回头问 孙小和看着祖萍萍 却神色复杂 潘荣却是冷笑道 三岁的小孩都不信 你杀我长辈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还敢胡说八道 祖萍萍声音骤然一冷 潘荣却也不甘示弱 历声道 你们祖家 害得我家破人亡 这笔账就算你不算 我也要算 祖萍萍冷笑一声 却是没有再理会潘荣 转向我 悠悠地道 灵兽哥哥 你怎么总不信我 你没看到 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进了小门吗 难道我还会害他们不成 说不定你连兄弟姐妹都不要了 那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不以为然 祖萍萍眼睛微微一红 灵兽哥哥 你说这话实在太伤人了 我们祖家死这么多人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不让要神被弥天法教夺走 至于我的兄弟姐妹们 如今都好端端地在里面 不信你们去看看 见我无动于衷 祖萍萍又道 那我陪着你们一起去 总可以了吧 那倒可以 我思索片刻 点了一下头 你们来吧 祖萍萍冲着我们招了招手 朝着那扇小门 一步走了过去 我和小疯子随后跟上 祖萍萍来到门口处站住 等我们到了 说到 咱们一起进去吧 哪怕是站到了门口处 一眼看进去 门内还是漆黑一片 看不到任何东西 突然间 身后传来一阵 急促高亢的送咒声 那铁头人 一把将手中捧着的香折断 随后双手掐绝 身子摇摇晃晃 只听到一阵怪异的沙沙声 就见横在地上的尸体 竟然开始扭动肢体 缓缓地向前攀爬 这其中有住家死掉的那六人 也有弥天法教的弟子 甚至还包括了 那个被撕成两半的罗刹 全都在诡异地扭动身躯攀爬 殷师惠动并不奇怪 可怪异的是 眼下并没有诈尸 走尸 只听到潘蓉惊呼了一声 急切地看向那铁头人 又连着喊了几声爷爷 然而 那铁头人却是无动于衷 随着他引动法咒 满地的尸体开始聚拢 越爬越快 朝着小门方向不停爬来 你在干什么 祝萍萍盯着那铁头人 脸色一变 我一把拉住他的手 笑道 怎么 哎呦 灵兽哥哥 你弄疼人家了 祝萍萍娇滴滴地道 就在这时 忽然间一道亮光闪起 刺得人耀眼生花 赫然是那铁头人 一把撕开了胸前的衣服 露出了一块铜镜 那铜镜中 竟然诡异地 映照出十八盏油灯 火光闪烁 在这静光照耀之下 居然驱散了小门内 如墨般划不开的黑暗 只看到这门内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再往前十数米 就是断崖 两条手臂粗细的铁链 趴在断崖之上 那些尸体爬到断崖边上 依旧往前爬行 瞬间就跌落了下去 前扑后继 只不过 静光只是一闪 那铁头人就转过了身去 将静光对准了 那如同雕像般 处在那里的住家老头 被这静光一照 那住家老头 居然皮开肉绽 如同被炭火 泼到了一般 皮肉滋滋作响 冒出滚滚黑烟 发出痛苦的嚎叫 他伸出两只干枯的手爪 似乎要将那铁头人 撕成碎片 然而 在那静光的照耀之下 却是被钉在了那里 无法挪动 快逃 那铁头人大叫道 又听潘荣一声惊叫 爷爷 几乎就在同时 祝平平怒喝了一声 找死 我双手分抓 锁住他的双臂 忽然见他的裙摆一动 我立即踹出一脚 砰的一声 将他踹进了小门之内 就听咔嚓一声响 那道静光骤然消失 原来是那铁头人 胸口的铜镜碎裂 鲜血从衣服内 鼓鼓地渗了出来 没了静光照耀 那住家老头 立即闪电般地扑了过来 爷爷 潘荣大叫一声 冲了过去 然而他身形刚动 那住家老头 刚哭的手爪 就已经到了铁头人面前 得不了那罗刹的后尘 被撕成两结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一道人影如风般掠置 正是小疯子 一拳正中那住家老头的胸口 只听轰的一声 那住家老头 向后倒飞了出去 随后两道人影 急闪而至 方寸山和虎稿 从后面绕上 准备包夹 却见那住家老头 身子腾在空中 向后飞退 忽然间凌空转了个弯 向着虎稿直扑而去 速度奇快无比 一道白银打横飞出 洒出一泊烟红的鲜血 轰隆一声撞在壁上 方寸山怪叫一声 一个跟斗翻出 在地上滴溜溜连滚 一只胳膊上的袖子 整个地被撕走了 只一个照面 方寸山就差点丢了一条胳膊 虎稿的胸口 则被抓出了一条恐怖的伤口 也就亏得 他皮糙弱厚 要是换个人 怕是早就被斩成两结了 我见那住家老头 在半空横飞 甚至比那飞浆还要快 原本被静光照得 张开的皮肉 在转眼间就已经愈合了 他在空中打了个转 再次扑向小疯子 我立即踢起地上 一把跌落的长刀 刀光一闪 咻的一声 直奔那住家老头飞去 只听当的一声响 那长刀笔直地 撞进那住家老头怀里 却是在瞬间 断成了无数碎片 那老头却是不伤分毫 只是身形被撞得顿了一顿 我正要上前 突然间身后一阵风声急促 当下也不回头 反手抓住 只觉风声一晃 我立即转身 一记手刀斜斩而下 就见黑暗中 一张雪白的脸孔探了出来 正是那住平平 我这一记手刀 几乎是贴着他的脸颊 斩下 暗里是要斩在他的肩膀之上 然而这一斩 却是斩在了空处 我随即顺势横斩 然而依旧落空 就好像 这张脸的下方空空如也 仅仅只是一张脸而已 突然间 一只雪白的手掌 从黑暗中穿出 直插我的胸口 我闪身避开 向后退出 只见那只雪白的手掌 又缩了回去 在黑暗中消失不见 只有住平平一张雪白的脸 在空中飘来飘去 我从地上踢起一把长刀 朝着那张人脸 飞射而去 就在刀光逼近之际 那人脸瞬间引入黑暗 随后又再度出现 我看了一眼 就不再理会 纵身向着小疯子那边 急掠而去 那住家老头 除了没有翅膀 当真是 如同一只飞僵一般 两只干枯的手爪伸在胸前 速度之快 简直是匪夷所思 就连小疯子 都只是勉强跟上 那老东西所过之处 如同摧枯拉朽 任何东西 都被抓得粉碎 我瞅准时机 闪失而上 一拳砸向那住家老头的脑门 就见眼前身影一晃 那住家老头 忽然诡异地转向一旁 然而几乎在同时 小疯子已经从对面夹击而至 那老头避无可避 只好呼地转向右侧 正好被我一拳砸在胸口 轰的一声 那老头倒飞出去 撞在墙壁上 胸口凹陷下去一块 可只是转眼间 胸口就又恢复如初 我和小疯子闪失而上 分从左右包夹 那老头呼地飞出 速度奇快 然而在我们两人的夹击之下 却是难以避开 突然间一个转折 拔地而起 飞上空中 只听痴痴声响 方寸山将之前那个白脸富人 遗留的飞刃收集起来 一挥袖子 数十道飞刃 立即旋转着展向空中 远比那白脸富人操控之下 快上数倍 转瞬之间 无数的飞刃 就斩在了那住家老头身上 然而几乎在瞬间 那些被展开的伤口 就已经愈合 那老妖怪 吃了肉灵芝 已经活了上百年了 肉身死不了 只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 焦急出声的 正是被潘荣和孙小和扶着的铁头人 就在这时 一股如浓墨般的黑暗 从小门里流淌了出来 迅速地向着酒窖蔓延开来 往后面退 我冲着潘荣二人喝道 二人急忙抬起铁头人 就往后飞奔 突然间 那住家老头 从上方凌空直扑而下 我身形往下一沉 在电光石火间 抓住那老头的两只手爪 小疯子急掠而至 先先束手在那老头的脑袋上一揉 只听咔嚓一声 那老头的脑袋 就被转了一百八十度 我顺势反手一灌 轰隆一声 将那老头灌在地上 小疯子闪身而至 一脚踏在那老头胸口 方寸山早已结印一带 瞬间一道骤音 封入那老头体内 只听砰砰砰几声 那住家老头体内 发出一连串的暴鸣声 然而哪怕如此 那老头的脑袋 却是喀啦啦地转了回来 身上受的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弥合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腐朽味 让人闻之欲吼 那小门中流淌出的黑暗 已经笼罩了大半个酒窖 仍在继续蔓延中 快逃 只听铁头人嘶声大喊道 只见翻滚的黑暗中 朱萍萍雪白的面孔 在那再沉再浮 诡异无比 忽然间一阵狂风涌起 只见虎稿双手节奏 一滴滴雪珠子 从胸口的伤口处躺落下来 随即被狂风卷起 仙家作法 在那狂风席卷之下 飞沙走时 那涌出的黑暗 竟然稍稍停滞了一下 似乎是被狂风给挡下了 然而 那黑暗蔓延的速度 虽然慢了一些 却依旧在还在不停地蔓延 傻案 只听方寸山大叫一声 纵身腾空而起 双手握着一根 不知从哪里来的铁锥 小疯子往边上稍稍一避开 铁锥扑斥一声 插入那住家老头的心口位置 直将其定在地上 只是这老头身子 如同一只八爪鱼般 疯狂扭动 先出去再说 方寸山叫道 我回头看了一眼逼近的黑暗 在那住家老头猛踏一脚 借力纵入黑暗之中 四下里顿时一团漆黑 看不到一丝光亮 我索性毙了双目 摒弃凝神 突然间 一道极其细微的寒气 从我身旁掠过 我探手抓出 却是抓了个空 萍萍 你这装神弄鬼的 有什么意思 我全神戒备 口中却是笑着说道 就听在我左后方一个声音嬉笑道 灵兽哥哥 你真是太坏了 我寻声急闪而出 却是再度扑了个空 你个坏哥哥 好讨厌啊 祝萍萍哥哥的娇笑声 却是又从另一侧传来 你爷爷都快被我们给折腾死了 你还笑得出来 我姬笑道 哦 对了 这不是你爷爷 应该是你老祖 那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们自己吧 祝萍萍笑道 忽然间又是一道寒气掠过 我闪身急抓 却是再度扑空 妹妹 你是我们祝家人 居然帮着外人 祝萍萍突然冷声骂道 这么烦人 也配当我家人 只听到小疯子冷冰冰的声音 从外面传了过来 我跟着姬笑道 不仅烦 还又蠢又丑 灵兽哥哥 你是想找死啊 祝萍萍哥哥冷笑道 忽然间 一道极其细微的寒气 从我面前一闪而过 我却是反手一巴掌 只听啪的一声响 重重地扇中了一张脸 我双目紧闭 而后脖梗上 却是睁开了一只细长的树眼 在通灵饰演的加持之下 视线穿过了浓墨般的黑暗 只见祝萍萍雪白的脸颊上 多了一个血红的手掌印 整个人轰的一声道飞了出去 我一个闪身追上 探手抓下 就在这时 只见祝萍萍的身体 突然诡异地收缩了一下 手足 躯体翻转过来 如同卷成了一个球 此前之所以无法斩中对方 就是因为他把身体给缩了 又在如此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就好似只剩了一张脸似的 只不过 此时在通灵师演的追踪下 却是一览无余 我手掌顺势上探 抓向他的脖梗 然而就在手掌即将触及之时 那祝萍萍突然间如同泡影般破碎 消失于黑暗之中 转瞬间 他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左前方 一连试了几次 皆是如此 显然这一团诡异的黑暗 给祝萍萍加持了某种怪异的顿身术 只要在这团黑暗之中 他就能肆意腾磨 刚才之所以能一巴掌抽中 应该是因为出其不意 水则瘾 我身形一晃 使开六十四挂风水解 瞬间四道身影 出现在祝萍萍四周 从四个方向朝着他呼啸而去 祝萍萍的身影又是如同泡影般消失 地围困 我一个顿身 瞬间闪身到六米开外 几乎与此同时 祝萍萍的身影在我面前一晃 当即一拳直杂而下 正好捶在那祝萍萍头顶 只听喀拉一声 祝萍萍的脑袋顿时被捶得往下一缩 几乎与胸腔齐平 身躯也轰隆一声撞在地上 随后就地一滚 如同一个肉球般滚了出去 我一个晃身跟上 凌空一脚踏下 只见那祝萍萍在翻滚之中 脑袋如同乌龟般又伸了出来 刚才那样的重伤 如果换作是一般人 早就当场毕命了 然而这女人却跟她那老祖似的 身躯坚韧的诡异 而且身体任何部位 似乎都能随意转动变化 我从空中一脚踏落 那肉球却是如同泡影般破碎 这一脚就踏了个空 地面轰隆一声响 碎石飞溅 我始终二指一并 顺势向着左前方 斩出一记剑指 就见祝萍萍那张半边雪白 半边血红的脸 骤然出现在左前方 被剑指一掌重 脸上居中 顿时多了一道笔直的血痕 几乎将一张脸皮分为两半 然而只是转眼之间 那道血痕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弥合了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了蹊跷 这祝萍萍 虽然和她老祖一样 肉身具有惊世骇俗的愈合能力 但其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当那祝萍萍皮肉愈合的时候 包裹在她身周的那种黑暗 就会如同活物一般钻入她的伤口 就好像在替她修补肉身 而祝家那老妖怪却不必 当然了 也有可能只是那老妖怪之前 并不在黑暗中而已 不过 倒是可以试试 随即一个闪身锥上 在连番的进逼之下 将那祝萍萍 破到了黑暗边缘 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那祝萍萍雪白的半边脸上 顿时也多了一个手掌印 呼的一声道飞了出去 我收回尸眼 纵身锥上 一记手刀直斩而下 那祝萍萍人在半空 急忙滴溜溜一个急转 挥手来挡 手刀斩时 只听咔嚓一声 祝萍萍两只手腕灯时断折 软绵绵地垂了下去 整个人也轰的一声砸在地上 果然 此时的祝萍萍 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恐怖的愈合能力 我紧跟着追上 一脚踹挫 就见裙摆一晃 伸出两只手来 挡下我这一踢 她的人刷的一声 贴着地面滑翔而去 轰隆一声撞在墙壁上 被她这一撞 那厚实无比的墙壁 竟然轰隆一声坍塌 露出一个大窟窿来 我忽然意识到不对 就见那窟窿背后 伸出一只手 捏住祝萍萍的脖子 随后就见到一张白森森的长脸 左耳上金光一闪 赫然正是那黄虎 忽然间 背后传来一阵惊呼 当信 只听呼的一声响 一个火人凌空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脚下一转 差只毫离地避开 就见那黄虎 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抓着祝萍萍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这种距离下 想要追上黄虎 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是对方故意让我追到 我索性不去追 只见那火人刚才一扑落空 立即又回头朝我扑了过来 速度奇快 当即闪身疾毙 就听方寸山的声音随后传来 他奶奶的 这老妖怪 居然连阳火都烧不死 我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之前他们准备用阳火 把祝家那老头一把火给烧了 谁知道这老妖怪 竟是真正的水火不清 这一下子身上火焰滚滚 反倒是更加棘手了 身侧人影极闪 小疯子从我身侧掠过 直奔着那火人而去 就在两者即将撞上之际 他突然如一阵风般绕了过去 瞬间绕着那祝家老头转了一圈 只见一阵白蒙蒙的雾气 从他绕过的轨迹上 挣腾而起 丝丝缕地涌向那祝家老头 对方身上滚滚的烈焰 被那白蒙蒙的雾气一缠 居然呼的一下就熄灭了 除去养火 那祝家老头身上皮肉焦黑 散发出一股子胡味 然而那皮肤很快就开始愈合 发出臂包臂包的声音 不等他站稳 我和小疯子一前一后夹劲而上 那祝家老头猛地横飞而出 虽然速度奇快 但在我们两个的夹击之下 却是被一击而中 在两股力道的绞杀之下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那祝家老头身躯诡异地拦腰 向后翻折 就在这时 那骨子粘稠如墨的黑暗 如同活物般蔓延了过来 那祝家老头手脚并用 以极其怪异的姿势 爬进了那黑暗之中 黑暗如潮 汹涌而至 煞时间将我们所有人卷了进去 放眼望去 伸手不见无止 可就在下一刻 一道火光亮起 稍稍驱散了黑暗 原来是那铁头人 在潘荣和孙小和的扶持之下 又摆出了十八盏油灯 火苗如豆 也不如何亮堂 但对于这怪异的黑暗 却似乎有奇效 在这火光的照耀之下 只见那祝家老头勾楼的身影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它不是面向我们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扇小门 有东西要出来了 忽听小疯子轻声说了一句 闺女 什么鬼要出来了 方寸三问 就在这时 外面又隐隐传来几声炮响 我心中一动 之前听潘荣说过 这炮响是来自外面的驱鬼大忌 但很怪异的是 这几次炮响 似乎都是正正好卡在某个节点上 这让我隐隐意识到 有些不妙 忽然间那祝家老头跪了下来 趴在地上 五体投地 小疯子猛地捂住了心口 面露痛苦之色 怎么了 我忙问 心跳好重 小疯子声音微微 有些发芽 我知道这出来的东西 绝对和小疯子 有着极深的渊源 低声对几人道 等会儿听我的 别贸然 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卡在了嗓子眼里 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只见那扇小门之中 忽然间冒出来几个人头 不停地扭动着 嘴巴一张一合 更为害人的是 这几个人头 看着还颇为眼熟 其中有两颗大脑袋 长得十分相似 正是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另外一张女人脸白森森的 则是那白脸妇人 除了这三颗脑袋之外 另外还有两颗 却是来自两个住家人的 但在宁神一看 就发现 这五颗脑袋 并非是凭空飘在那的 而是长在一块 黑乎乎的东西上面 那东西虽然黑 但跟四周那种 如同浓墨般的黑 又有不同 倒像是 我忽然想到了 之前住平平手中的 那个黑色肉块 也就是肉灵质 这两者看起来极其相似 只不过后者要大得多 甚至已经把那扇小门 给堵住了 还不知道门后的部分 还有多大 只听一阵嘎吱嘎吱响 那小门被挤得轰然坍塌 就见一个黑乎乎的 庞然大雾 从门后滚了出来 那可以说 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肉块 可那肉块上 却长满了人头 手臂 腿脚 之前那些进入小门的人 竟然全都生在了肉块之中 有些人被那肉块吞噬了 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 张着嘴 不停地扭动 面目猙獰 露出无比痛苦的神情 有些人还露着半截身子 有些人则只露出半条腿 或者一条胳膊 尤其诡异的是 这些人似乎都还活着 整个黑色肉块 如同一个用鲜活肉身 粘合起来的巨大怪物 他奶奶的 这就是肉灵芝 方寸山双眼发直 忍不住骂了一句 就听身后传来铁头人 惊恐沙哑的声音 那是黑太岁 是黑太岁 所有人都会被吞进去的 快逃 我回头看了一眼 就见潘荣和孙小和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种吃笑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快拦住他们 他们被黑太岁蛊惑了 铁头人急忙想要起身去追 却是又重重地摔了回去 我让方寸山过去 后者一个闪身 就把潘荣和孙小和拎了回去 随后就听到啪啪几声 估计是吃了几个耳光 我也想过去 忽听小疯子说道 那东西一直在叫我 就在这时 只见那住家老头站了起来 直挺挺地迎着那黑太岁 走了过去 那黑太岁 足有八九米高 那老头站在那东西面前 如同一只蚂蚱 老头走近 伸手去摸那黑太岁 这手指刚一出道 就陷了进去 那黑太岁一阵蠕动 住家老头越陷越深 不一会儿 整个人就被吞了进去 你还想去吗 我问 小疯子一阵漠然 忽然间 那黑太岁上的一个个人头 张开嘴 发出一阵哀嚎 那哀嚎声 听来极为凄厉 但却又像某种咒声 令人神魂为之迷醉 只见半截身子 从那黑太岁肉中钻了出来 正是那被吞噬进去的住家老头 此时他下半截身子 陷在肉中 直露出上半身 挥舞着一对干枯的手爪 张嘴露出满口焦黄的牙齿 随着他发出一阵咆哮 那黑太岁 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肉球般滚了过来 虎稿急忙闪避 你姥姥的 就听方寸山一声怪叫 赶紧抓着潘蓉等人躲避 然而那黑太岁并未奔着他们去 而是在中途拐了个方向 又朝着我们滚了过来 只是在一番躲闪之后 我就发现 与其说那黑太岁追的是我们 倒不如说是在追着小疯子 傻案 我和虎稿随即分头后撤 果然 那黑太岁对我们不理不睬 却是直冲小疯子而去 小疯子如同一阵清风般略来略去 那黑太岁翻翻滚滚 所过之处 进阶被碾成积粉 他刻意避开了十八盏油灯摆放之处 又有方寸山在那守护 是以油灯一直不息 然而 那如浓墨般粘稠的黑暗 却是已经向着地窖外蔓延了出去 我踢起一把长刀 朝着那黑太岁直射而去 刀光闪烁 瞬间扎入了那黑太岁肉中 然而只转眼之间 那把刀就被那东西给吞了进去 对面 风刚 呼听方寸山低喝一声 双手截出一道法咒 只听空气中痴痴作响 一阵风掠过 地面似乎被无数道无形的锋刃划过 煞时间出现十数道细腻的鸽痕 那鸽痕一直蔓延到黑太岁身上 只不过一个转瞬 那些鸽痕就消失无踪 我和小疯子斜掠而上 胡搞和方寸山一前一后 四人夹击 各出手段 然而 不管是竖法还是刀刃 但凡落在那黑太岁身上 虽然有所创伤 但转瞬又即可愈合了 很显然 不管是柱家老头 还是那柱萍萍 他们恐怖的肉身自愈能力 就是来自这黑太岁 那鬼东西 无法近身搏杀 很多法咒就没法使用 所有人只能远远地围着游走 就在这时 只听到上面传来光的一声巨响 小和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低喝了一声 好 孙小和被方寸山震了法咒之后 人已经清醒过来 立即朝着九轿上方奔了过去 片刻之后 就见他狂奔回来 大叫道 外面驱鬼大忌的人群 都往这边来了 我听得咯噔一下 显然 我刚才心里那不好的预感成真了 这柱家选在驱鬼大忌当天 其一自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其二只怕是想把外面这么多人 都给为了黑太岁 难以想象 这黑太岁 如果把外面这些人全吞了下去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就像滚雪球似的 只会越滚越大 那柱家人简直是疯了 又或者说 他们这一家子 其实早就被黑太岁给蛊惑控制了 他们奉黑太岁为药神 自称为要奴 两者一主一仆 或许当年驻家人 捡到这黑太岁的时候 是想将它养起来自己服用 借此延年一寿 可谁知反过来自己那一家子 导成了贡品 我飞快地打量了一眼四周 身形一闪 抓起丢在地上的两把长刀 贴得掠了过去 那黑太岁上伸出的几条手臂 纷纷朝我直抓了过来 我静气凝神 刷得一刀斩过 几条手臂被我一刀斩落 滚在地上 随后又是一刀 披在那黑太岁肉身上 刀光刷得闪过 斩入肉中 却是被卡在了那里 抽之不出 轰隆一声 那黑太岁庞大的肉身 朝着我滚了过来 我气刀往后击退 剩下左手单刀 顺势斩出 又斩下伸出的一条胳膊 就地一滚 又抓过一把刀 再次双刀掠地冲上 左手刀斩伸出来的手爪 腿脚或者脑袋 右手刀斩黑太岁肉身 只不过这一次用的不是砍 而是削 刀光刷得闪过 就从那黑太岁身上 削下了薄薄的一片 我这一击得手 立即双刀翻滚 专门骗肉 只见人影忽闪 刀光闪耀 小疯子也有样学样 挥舞双刀 连斩待消 煞时间 残枝断臂乱飞 肉片更是纸片般洒了满地 不过更加诡异的是 不管是那残枝断臂 还是那些被割下的肉片 都如同活物一般 自行朝着黑太岁爬了过来 只要一沾身 就又立即粘合了回去 方寸山 胡搞 潘蓉和孙小和 手忙脚乱 锤打砍杂 仰火焚烧 各种竖法手段起始 想要把那些残枝和肉片毁掉 只听蹭的一声 那吃货雕 从衣袋里窜了出去 凌空雕住一块肉片 搅也不搅 就往肚子里咽 我正想着 这货说不定能吃 结果念头刚起 就见吃货雕呸的一声 把吃进去的肉片 又给吐了出来 那吐出的肉片 如动了几下 又朝着黑泰碎本体爬了过去 你奶奶的 这玩意儿怎么搞 只听方寸山破口大骂 你看着搞 我回了一句 潘蓉 小和 你们俩想办法拦住上面的人 这会儿我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能把片肉进行到底 至于怎么把肉片再给收拾了 我也没空想 让方寸山头疼去 只是那黑泰碎 实在太过怪异 这刀子斩了一阵之后 刀身就经受不住 随即嘎嘣一声碎脸 我和小疯子 只能不停地换刀 然而这刀终究是有限 反观这黑泰碎 虽然被削了几层 却依旧是个庞然大物 在又是两把刀废掉后 我闪身又操起两把刀 贴地掠上 横削而去 谁知这一削 就听吃的一声响 不仅急急顺滑地将肉片削下 甚至掠过空气 发出了一阵急促的破空声 我顺手抓的这两把刀 却是那背刀大汉兄弟俩 丢下的黑刀 很显然 这两把刀是精心炼制而成 无论是锋锐程度 还是刀身坚韧程度 都是普通长刀无法比拟的 这两把刀虽然不是法器 但无疑是两把力气 我把手中黑刀 朝着小疯子置了过去 见他接住 随即翻身 避开那黑泰碎 找到另外两把抓起 再度贴身掠上 我们两人四把刀联手 煞时间黑光闪烁 如同黑色雪片一般 将那黑泰碎千刀万剐 那住家老头 半个身子挂在黑泰碎上 手爪乱抓 哪怕是黑刀 也斩之不尽 我们索性避开 就绕着那黑泰碎 急速游走 刀光一圈圈闪烁 肉片纷飞 匆匆一撇间 只见方寸山立在那里 双手节奏 合于胸前 脸色铁青 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 地上的那些残肢和肉片 虽然不停地蠕动 却像是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定住 始终无法移动半寸 只不过 虽然被他定住了大部分 但依旧还有不少漏网之余 胡搞和那吃货雕 就到处乱窜捕落 我和小疯子 化作两圈黑色刀光 不停地交错旋转 那黑泰碎 跟个大土豆似的 被削得越来越小 那住家老头双爪乱挥 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嚎叫 正在这时 忽然头顶传来轰隆一声响 一道惊雷滚过 随后就听到哗啦啦一阵雨声 酝酿了许久的大雨 终于倾盘下 天助我眼 谁来顶一会儿 忽听方寸山嘶声大叫 小疯子身形一闪 双手挥刀旋转着飞出 身形如同陀螺般急转 悬在半空 刀光霍霍 煞时间一道威压阵下 方寸山立即撤掉法咒 向前冲出 在小疯子的施展的威压之下 那些残肢和肉片 再度被震在了地上 闺女牛逼 这老狐狸声音都已经哑了 还不忘拍一记马屁 随后脱下衣服 缠在手上又打破了几个酒桶 酒水流淌而出 混合了地上的血液 方寸山将衣服在血酒中叫了叫 来到酒窖正中 开始在地上画符 我继续绕着那黑态碎斩销 此时就连那黑刀 都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隐隐已经有了破碎的迹象 轰隆 轰隆 头顶再度滚过几声雷响 雨声大作 此时我们虽然身在地下 但那声音顺着墙壁渗透进来 却是依旧听得极为清晰 伴随着那雷声 纷乱的脚步声也逐渐逼近 闺女快让开 呼听方寸山大喝一声 小疯子从半空落下 双足朝着住家老头的头顶踏落 我顺势挥刀横斩 斩在那老头的脖梗处 只听光当一声响 刀身崩断 那老头的脖梗 却也被斩出了深深的一道硬痕 被小疯子纵身踩下 当即脖子咔嚓一声翻折 然而哪怕如此 那住家老头扭了扭脖子 依旧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愈合 雷来 雷来 方寸山双手飞快结印 嘶声大喝 只见在他所立之处 用血水和酒水 画出了一道巨大的血色浮咒 雷浮 以浮引雷 方寸山引动法咒 只听上空轰隆一声巨响 雷声隐隐 鬼女快跑 方寸山大叫一声 率先扭头就跑 虎搞和吃货雕紧跟其后 小疯子从那铁头人身边掠过 将他抓了起来 只不过空中虽然雷声隆隆 却始终没有天雷引下 我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满地的残肢和肉片 此事如同沸腾了一般 疯狂地朝着已经被削成小土豆的黑太岁 汇聚而去 只要一个转瞬间 只怕又会凝聚成一个庞然大物 我摸出一把铜钱 洒了出去 铜钱依着雷符围成一圈 低溜溜急转不休 雷池 轰隆隆 只听头顶闷雷滚滚 呼得咔嚓一声巨响 在我们顶上炸了开来 整个酒窖都随之巨震 跑跑跑 方寸山大叫 煞时间电光闪烁 耀眼生花 此时大雨倾盆 空中雷电行空 在雷符和雷池的共同作用下 终于引下了天雷 倒到电光直批而下 整个土宝楼都被电光包裹 外墙的土石被天雷劈得纷纷崩塌 如同开了一个天窗 哪怕酒窖是藏在地下深处 但转眼间 天雷就击破屋顶 直达地下 如同一柄巨斧直斩而下 我们一行人头也不回地往外狂奔 只听电闪雷鸣 耳朵嗡嗡作响 生怕稍微逃得慢了一点 几人连番纵月 从坍塌的土宝楼中冲出 倾盆大雨当即迎面扑来 雨点打在脸上身上扑扑作响 一道道电光披在土宝楼上 就如同从空中挂下一道皮链 细小的电蛇不停游走 在电光的映照之下 黑压压的人群惊呼着 向着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想必是在雷击之下 原本被黑太岁蛊惑的人群清醒了过来 看到如此天威 顿时被吓得坐鸟受散 我们丝毫不敢停留 闪身急顿 离得那土宝楼远远的 这才停下来回头看去 只见在那电光肆虐之中 那一座再次助立了近百年的土宝楼 轰然坍塌 被夷为平地 过不多时 那耀眼的电光也终于熄了 于是却更加猛烈 我们几人立即又反身奔了回去 绕着那已成废墟的土宝楼 急转数圈 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只不过那土宝楼崩成这样 到处都是断墙残垣 满地碎石 根本无法翻轴 也只能作罢 哎呦他姥姥的 方寸山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呼痛 我回头看了一眼 见他满脸焦黑 如同被熏过的烤乳猪 只不过再一看虎稿 那更叫一个惨 本来那一身的白毛 直接给焦了一大半 看上去黑不溜秋的 不过我也好不了哪去 只觉浑身发麻 双手熏黑 至于脸吗 不用说 跟熏烤过也没什么分别 甚至连头发都焦了不少 再一看小疯子 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只稀奇的是 他那一头长发 按理说比我们更容易被雷火给撩了 结果却是 依旧乌黑水亮 似乎没有半点损伤 只一个转面 也就明白了 估计这妹子在逃的时候 事先护住了头发 果然只要是个女的 就必然暧昧 老爷子怎么样了 我见那铁头人 被方寸山拎在手里一动不动 赶紧问了一句 方寸山哀悠了一声 叫道 这老伙计 还带个铁套子 不会被烤熟了吧 此时 恰好潘荣和孙小和正穿过雨幕 急奔过来 恰好听到了方寸山这一句话 那潘荣一个猎且 差点摔倒在地 惊慌地大叫道 爷爷 我上前摸了一下那老爷子的脉搏 且幸还有生机 再一看那铁头 发现这头套是金铁打造 而且十分精密 似乎隐藏的还有其他技巧 倒是不敢贸然打开 老爷子没事 我见潘荣吓得脸色苍白 就先安慰了一句 真 真的 潘荣连声音都在发颤 等他确认之后 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眼尖大雨如注 我们赶紧找了一处碧雨的地方 就在离土堡楼不远 有一座无人的木屋 刚好可以进去躲躲 进屋之后 我们几人一起研究了一下 把那头套给打了开来 爷爷 等看清头套里面那人的样貌 潘荣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声音中充满了悲愤 只见那老人脸上 满是咯咯答答的伤疤 密密麻麻 早已经看不清真实容貌 只能勉强分辨出眼口鼻 这是你爷爷吗 方寸山问 是我爷爷 我认错的 潘荣跪下来 握住老人的手 放声大哭 幸好方寸山溜得快 潘家这老爷子被他拎着 受到的雷火波及也最小 性命倒是没有大碍 只不过是暂时昏死了过去 我们一行人 就在木屋里坐下来歇歇 眼见外面雨势越来越大 几乎接天连地 打在木屋顶上 如同暴斗一般 闭包作响 想起刚刚在土堡楼酒窖内的激战 仍是暗暗心惊 大概在此之前 谁也不会想到 这住家养的肉灵芝 竟会是吃人的黑太岁 这天雷虽然治阳治刚 威力无仇 但能否把那鬼东西 给彻底消灭 也不好说 毕竟这东西 能生生不息 而且 就算这里的全部被天雷 击成劫灰 但祝萍萍 却被皇户给带走了 而且这祝萍萍身上 还带了一小块的黑太岁 不过最让人迷惑的 还是小疯子 和那黑太岁之间的关联 之前我俩都怀疑过 她有没有 可能是住家的闺女 但我之前故意捏住 小疯子的手 趁着她分心之时 将一道法咒 打入她脉门 让她在瞬间剧痛惊呼 她这一惊 连带着震动了 那住老头和住萍萍 这与其说是 小疯子和住家有血脉关系 倒不如 说她和地下的黑太岁 有极深的渊源 而住家众人是 黑太岁的奴仆 自然跟着受到震动 我见小疯子坐在那里 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羽目 大概也是在琢磨着这件事 不管这黑太岁 是跟她有关 还是跟天魔种心有关 其实都牵连到她的身世 爷爷 正寻思之际 只听潘蓉又惊又喜地 大喊了一声 原来是那老爷子醒了 爷爷 你还认得我吗 潘蓉紧握着老爷子的手 颤声叫道 老爷子睁眼盯着潘蓉 看了片刻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沙哑着声音道 小蓉蓉 是我 是我 潘蓉激动地连连点头 忍不住抱住老爷子的腿 大哭起来 小蓉蓉 先收一收眼泪 在潘蓉肩膀上一拍 潘蓉赶紧抬起头 抹了抹泪 连声道 是是 爷爷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把我们几人轮番介绍了一下 又向我们郑重道 这是我爷爷 老背诗将潘子美 潘老爷子 这黑太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坐下来问道 如今在场的这些人 对住家养的这黑太岁 了解最多的 恐怕也就是这位潘子美老爷子了 当年 这住家连番前来请我出山 我屡次拒绝 到了最后一次 对方搬出长辈 与我们潘家的情谊 我实在无法推脱 就只好跟着去了一趟 潘子美哑声说道 爷爷 咱们家难道跟住家还有渊源吗 潘蓉吃惊地问道 潘子美缓缓点了点头 这说起来 还是百多年前的事了 那住火云 当时是千山一带 明文侠尔的大风水师 石逢乱世 到处挟碎肆虐 住火云在此地建立住家宝楼 专门救治重邪之人 我听她提到 住火云 又是百多年前 救治了很多重邪之人 那想必 建立地牢的风水师 又或者说 就是九郊下面那个死气 极重的住家老头 我二爷爷 和住火云是至交好友 只听潘子美诱道 当年二爷爷陪着住火云 到处奔波 救治重邪之人 只不过我爷爷作为卑诗将 常与死士为伍 不惜与活人打交道 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 后来住火云 为了寻找正邪的法子 走遍三山五岳 当时就是我二爷爷陪在他身边 只是等二人回来后 二爷爷却突然闭门不出了 也不再前往住家 那是为什么 潘荣疑惑地问 是不是住家做了什么事 潘子美微微一叹 说道 二爷爷这一闭门 就是数十年 直到我出生之后 二爷爷把我要了过去 随后就潜心教导 我卑诗将的手艺 等到二爷爷临终之时 他才向我提起 多年前的那件事 原来当年他和住火云 踏遍三山五岳 最后在龙岗石窟的最底下 找到了一个东西 就那黑太岁 方寸山忍不住问 潘子美点头 不错 但在当时 二爷爷只以为是肉灵芝 老爷子 龙岗石窟的最底下 是指哪里 小疯子突然柔声问道 潘子美冲着他点了点头 又摇头道 二爷爷当年是这么说的 但事后 我曾经去过一次龙岗石窟 却不知道他说的最底下 究竟是啊 不过既然知道是龙岗石窟 那就算是有了点收获 到时候去那里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一点 关于小疯子绅士的蛛丝马迹 那祖爷爷 为什么不跟住家来往啊 潘荣问 二爷爷说 他们二人在找到那肉灵芝时 双方产生了冲突 潘子美道 各位不要误会 二爷爷并非是要和那炙火云争夺 而是二爷爷觉得 这肉灵芝有些古怪 当时那肉灵芝被二人见到的时候 就长在一块巨石上 但巨石周围 尸骨堆积如山 二爷爷认为这肉灵芝 生在尸堆之中 视为不祥 如果带回去 可能会带来灾祸 可炙火云却是不以为然 他认为 但凡宝物献身之地 必遭人争夺 因为相互抢夺 最终死在了这里 那祝火云又说 咱们两个是至交好友 又不会相互争抢 又有何惧 可二爷爷始终觉得不妥 苦苦相劝 最后两人甚至因此大吵一架 最后祝火云 还是把那肉灵芝带了回去 也就从那以后 二爷爷就回到家里闭门不出 从此和祝家断了联系 之后那祝火云更是名声大噪 只不过 二爷爷虽然与祝火云不再来往 但其实还是关心这位旧友的 在二爷爷临终前 他曾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祝火云为何要加入弥天法教 我当时年纪还小 也没有什么历练 不知道这弥天法教是什么 就对二爷爷说 可能祝家想找个靠山吧 二爷爷却摇头说 祝火云这个人看着和和善善 其实心高气傲 是绝对不会去依靠别人的 想不通 想不通 二爷爷说到最后一个通字 突然间不说话了 我一看 才发现二爷爷已经没气了 说到这里 潘子美留下两行灼类 二爷爷不想跟祝家打交道 因此后来祝家有人来请我出山 也被我一口回绝了 但后来 祝家在我面前 讲起长辈之间的情谊 又说 祝家大难当头 生死存亡 求我去救一救 我一听 也怕祝家当真是出了什么大事 只好答应他前往 可没曾想 当我来到祝家后 就被他们一路带到了酒窖里 对方的要求 也是极其怪异 竟然我白纸露灯 并且用活人起蛤蟆施 我感觉不太对 问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祝家也不解释 只是让我施法 我自然是不允 结果那祝家当场翻脸 将我囚禁了起来 潘子美看了一眼潘荣 哀声道 对方以你的性命相要挟 如果我不照做 你就没命了 那帮狗东西 潘荣紧咬牙关 目中满是怒火 我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按照他们吩咐办事 潘子美叹了口气道 可之后他们的做法 却是更加离奇 对方找了六个人过来 让我给他们点纸路灯 起蛤蟆施 我原本以为 这些人都是被祝家 不知从哪里掳来的 可谁知我仔细一看 就看到了好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六人居然全都是 祝家的子弟 有男有女 最小的才刚马二十 最大的也就三十几岁 要知道 用活人起蛤蟆施 虽然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会对身体造成 难以预料的损伤 甚至对神志也有影响 用完之后 这六个孩子 那就算是废了 这祝家的所作所为 简直是莫名其妙 不过在对方的威胁之下 我也只能照办 将六人起了施 可更加怪异的还在后头 祝家人打开了一扇小门 随后屋内 飘起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六个起蛤蟆施的孩子 就开始往那小门中爬了进去 我当时闻到那香气 也情不自禁地想要站起 但当时被祝家人用铁链锁着 就没能过去 反倒是让我清醒了一下 后来那六个孩子 爬进那扇小门后 就再也没出来过 祝家人过来 将小门关上 又跪下来 向着小门叩头拜倒 我虽然看得越发古怪 却也顾不上多问 只想赶紧离开 可谁知那祝家人非但不放人 反而将我囚禁了起来 又在铁片上雕刻出一道俘虏 用火烧红了 烫在我的脸上 之后又打用金铁打了个头套 潘子梅讲到当年的惨事 只把潘蓉给气得暴跳如雷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祝家之所以给我烫上符咒 戴上头套 是让我不受那香气的影响 只听潘子梅接着说道 那小门之内 养的就是当年祝火云找到的肉灵芝 居然用自家的子弟去喂养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有所猜测 但听潘子梅亲口说出来 还是觉得毛骨悚然 其实那祝火云 比我二爷爷还要大不少 可最令我没想到的是 当时我二爷爷已经过世多年 但这祝火云居然没死 潘子梅声音中充满了惊骇之意 微微有些发抖 原来那祝火云回来之后 就把肉灵芝秘密养了起来 原本是想用着肉灵芝 来救治那些重邪之人 可后来她发现 那些人服用肉灵芝之后 身体就产生了怪异的变化 祝火云大吃一惊 立即停止了使用肉灵芝 她也觉得这东西太过怪异邪门 从此之后 那肉灵芝就被她封镇在了酒窖地下 一晃就是数十年 那时候祝火云已经垂垂老矣 可她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居然打起了肉灵芝的主意 于是她解开酒窖的封禁 并且取了一块肉给自己服下 结果这一服用 那祝火云就变成了个老妖怪 她果然因此延长了寿命 可身体却是依旧不停地衰老 但老而不死 这也就是那祝火云身上死气沉沉 满身腐朽味的原因 那老妖怪虽然活着 却跟死了也没有太大分别 在我被囚禁之后 那祝火云曾经来见过我一次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 潘子美色声道 她还说 当年就应该听我二爷爷的 不该把这东西带回来 她又说 这哪里是什么炎年益寿的肉灵芝 那是吃人的黑太岁 我也就是在那时候 知道了黑太岁 那祝火云虽然保住肉身不死 但其实已经成了 那黑太岁的奴隶 每隔一段时间 都必须把祝家的血脉 供奉给黑太岁 以换取黑太岁一小块肉 这祝家除了祝火云之外 也有不少人服侍过太岁肉 但往往只过了数年 就莫名其妙地进了小门 被那黑太岁给召唤过去 成了黑太岁的一部分 最后只有那个祝萍萍 似乎得到了那黑太岁的青睐 从那以后 每次供奉黑太岁 都是由那祝萍萍来主持 听潘子美说完 祝家这内情 大致也就明白了七八分 这祝火云想着 靠吃黑太岁来偿命千岁 可谁知反成了黑太岁的傀儡 他想吃黑太岁 却被黑太岁给吃了子孙 而祝火云之所以会加入弥天法教 那也只是想利用弥天法教的势力 借以供奉黑太岁 只不过后来弥天法教 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让祝火云措手不及 直到曹雪荣成为明王之后 更是变本加厉 于是祝火云决定先下守围墙 做掉弥天法教 并且趁着驱鬼大计的机会 召集附近人群来到图堡楼 想要再次放出黑太岁 将人群全部吞噬 这祝家真是丧心病狂 潘荣破口大骂 孙小和则是低着头 脸色苍白 显然是又想到了祝萍萍 要不是中间了出了点岔子 那他就是彻头彻尾 成了祝萍萍 玩弄在鼓掌之间的棋子 哥 我担心我姐他们 孙小和忍不住道 我回头问潘子美 弥天法教千山诡计 是不是真的 之前孙小和 只是从祝萍萍口中 得知了这个事情 对方的目的世界第九局的力量 来除掉弥天法教 但事情究竟如何 那也还是未知之数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但有可能是真的 潘子美也无法确认 我看了一眼 外面连绵不绝的大雨 回头对潘荣道 你陪着老爷子 在这里歇息一下 我们得进山一趟 你们要去诡计吗 潘荣吃了一惊 见我点头 潘子美老爷子 却是撑着站起来道 我们也一起去 如果是诡计的话 我这把老骨头 还是有点用的 我爷爷对诡计一道 研究挺深的 潘荣连忙解释道 老爷子能不能撑得住 我问 潘子美忙道 没事 我这把老骨头 在住家都能活下来 更何况这点雨 我一听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众人稍稍修整了一下 就由孙小和带路 投入雨幕之中 向着千山方向赶去 其实真要说起来 我和小疯子 方寸山顶多是元气耗损不少 受伤最重的 还是要数胡搞 尤其是胸口那一道伤口 更是触目惊心 不过 这祸道也挺光棍的 双手抱胸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惹得潘荣和孙小和 都是又近又配 每称呼胡搞 都是仙家 仙家的 不过以胡搞的肉身之强悍 这伤势看似严重 对他而言 倒也不算什么 空中阴云密布 雷声隆隆 暴雨如注 依旧没有任何停息的意思 潘子美把铁头套给带了回去 用齐来挡雨 潘荣背上 他就一路跟着我们狂奔 虽然背着个人 他的身法却是着实不慢 几乎能赶上了孙小和 进山之后 就顺着崎岖的山路 一路急行 大雨滂沱 打得山林之中雾气腾腾 要不是孙小和带路 想在这种环境下 快速找到地方 还属实不易 在泥泥崎岖的山路中 急奔了有小半天时间 已经来到了千山腹底 应该就在前面了 孙小和稍稍停了停 环顾四方 又继续带着我们 向前急奔 接连穿过几片林子 只见前方一条崎岖的石道 弯弯曲曲地通往上方 只见烟红的血水 顺着石道冲尖下 红艳艳一片 接 孙小和面色苍白 嘀呼了一声 立即顺着石道冲了上去 我们紧随其后 只见鲜血混合着雨水 不停地冲刷而下 又会如下方的溪流之中 看着触目惊心 沿着石道来到最高处 就发现 上面是个布满碎石的坡地 血水蜿蜒 星红一片 我们一路追着 那血水冲来的方向 急行而去 接连穿过几处狭窄的石缝 其间弯弯绕绕 九曲十八弯 再航出一阵 就见前方出现了一个低矮的石洞 烟红的鲜血 从石洞中流出 又被雨水冲刷着 沿着石缝躺下 这地方十分偏僻隐秘 如果不是恰好大雨倾盆 把这血水冲了下来 哪怕是孙小和带着我们来到这里 一时之间 只怕也难以找到 从石洞进去 由于空间狭窄 众人只能矮身即行 粘稠的血液 鼓鼓地躺了出来 血腥味刺鼻 所有人都为之心惊 孙小和更是紧抿着嘴唇 目中尽是金具之色 等穿过一条狭长的涌道 突然间 前方豁然开朗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洞窟之中 浓重的血腥味 扑鼻而来 只是眼前那诡异的一幕 却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一时间鸦雀无剩 这洞窟之中 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 红燕燕的鲜血 从它们身上躺出 如同交织成了一张红色大网 由于地势的关系 又蜿蜒地汇聚到了洞口 最后形成一道血流 顺着涌道躺出 在这不见天日的洞窟之中 却是生着四棵巨树 恰好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布 这四棵巨树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叶子 只有向着四面八方伸展的枝鸭 在枝鸭上挂满了一道道黑影 如同长了满树的果子 然而仔细一看 就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果子 而是一个个倒掉着的人 这些人浑身是血 如同一个个血葫芦一般 还为躺干的鲜血 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就在四棵巨树的正中心 却是助立着一座巨大的红色神像 只是从肩到腰 被斩成了两截 上半身坠落在旁 可哪怕是半截神像 也足有十余米高 我一把抓住急欲 进入洞窟的孙小和 让众人在这里等着 自己先行入内 在洞窟内急速绕了一圈 见没有异样 这才让其他人进来 这洞窟之内 尸体堆积如山 加上挂在四棵巨树上的 只怕是有近千人 如此惨烈的情景 让所有人都为之窒息 兄弟兄弟 孙小和扑在一具男子的尸体上 大声呼喊 只不过那人的血 都几乎已经流干 早已经没了气息 我环顾四周 除了树上挂的之外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人 黄色袍衣 腰上还系着一根黑色腰带 这些穿黄袍的 都是弥天法教的 这是他们的法衣 潘荣解释道 从眼前的情形来看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 地上还残留着不少 俘虏稍过的残技 以及各种破法锥和浮标 我之前在千山和第九局交过手 他们用的正是这种破法锥 显然除了这些身穿黄袍的 剩下的应该都是 第九局的兄弟了 不过从场面上来看 死的绝大多数 都是弥天法教的人 似乎是第九局这边占了优势 兄弟 兄弟星星 孙小和再一个个地查看 希望能找到活人 我们剩下的人 也立即分头搜寻 来到那被斩成两截的神像前 就发现 那神像之所以是红色的 原来是被鲜血给染红的 仔细去看 那神像被斩掉的上半身 只见其轻面獠牙 面目凶恶 与其说是神像 倒不如说是恶鬼 弥天法教 竟然再次诡计 说不定这就是那恶鬼的法像 再看那神像被斩掉的地方 只见切口平滑无比 在神像四周 泼满了粘稠的鲜血 如同一个血池一般 脚踏上去 粘乎乎的 我一个纵身 登上另外半截神像 就发现这神像被展开之后 里头是中空的 居然盛满了暗红色的鲜血 这里有活人 突然听潘荣大叫了一声 我从神像跃下 几步赶了过去 是弥天法教的 孙小和急匆匆地跑过来 一见潘荣抱起的那人 脸色顿时一垮 只见这人干干瘦瘦 长得跟个猴子似的 身上穿着一件黄色法衣 蹊跷甚血 不过还有极其微弱的气息 我扯开他身上的袍子 仔细检查了一番 见没有其他的伤口 随即起了一道回春皱 打入他的额头 这里还有一个 潘荣又拖过来一个 那是个身材健瘦的大汉 同样也是蹊跷甚血 脸色惨白 穿着黄色法衣 我如法炮制 给他加持了一道回春皱 之后又把二人扶起 拖住两人后背 给他们凝气 过了片刻 那二人悠悠地吐出一口气 缓了过来 孙小和一把揪住 那干瘦男子的领口 喝道 你们 别这么粗鲁 我把孙小和叫住 见两人睁开眼 问道 你俩没事吧 那二人刚刚醒过来 神情有些迷茫 转过来盯着我看了片刻 那干瘦男子 突然吃惊地叫道 林 林兄弟 你也死了吗 死什么死 都好端端的 我笑道 没死 我 那我们 那干瘦男子 急忙低头去看自己的双手 有些难以置信 我们没死 边上那大汉 一巴掌拍在他肩上 那干瘦男子 哀悠了一声 哥 你 你认识他吗 孙小和吃惊地问 你不认识吗 我问他 这是吴侯 这是赵塔 长白山第九局那边的 他们是第九局的兄弟 孙小和瞪大了眼睛 这干瘦男子和大汉 正是之前我在长白山认识的吴侯 赵塔二人 两人原本还迷迷糊糊地 一听到第九局三个字 疼得站了起来 看向四周 只是二人重伤虚弱 这猛的一战 顿时身形亮枪 差点当头栽倒 被潘容和孙小和给一把掺住 其他 其他兄弟呢 他们怎么样了 吴侯 赵塔二人这一战 顿时就有些头晕目眩 被孙小和他们给掺着 又重新坐了下来 只不过他们问第九局的 其他兄弟怎么样 这是 我们又哪里知道 我们还想问他们呢 吴侯 赵哥 你们见到我姐没有 孙小和紧张地问 你姐 吴侯二人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孙小和赶紧解释道 我姐 是孙胜男 你姐是孙局长 吴侯有些诧异地 看了孙小和一眼 随即又点头道 我们的确看到孙局长了 还有我们孔局长 总共十二位局长都到了 那我姐他们人呢 孙小和急忙问 吴侯 赵塔二人对视一眼 都是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 他们昏迷之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原来 当时第九局那边 得到孙小和传递的讯息后 立即就开始商议对策 如今世道混乱 各地斜碎并起 无数邪门教派 更是趁机复苏 第九局上下 忙得焦头烂额 绝大多数人手 也分散在各地 而在众多邪门教派中 那弥天法教 绝对是最惹眼的一个 尤其是近一年来 更是做出了许多 离谱到逆天的事情 第九局 已经是把弥天法教 视作了眼中钉 只不过这弥天法教 不仅手段邪性 行踪更是飘渺不定 诡异莫测 再加上第九局人手紧缺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直拿着弥天法教 没有办法 如今得到一个 确定的消息 很可能会将 弥天法教的首脑 一网打尽 第九局自然是极为重视 因为一旦剿灭了 跳得最欢的弥天法教 也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来震慑其他牛鬼蛇神 于是 为了雷霆一击 第九局那边一口气 召集了12名局长前来 各自带队 秘密前往千山 只是在半路上 还是出了岔子 其中一个分局的人 好巧不巧地 撞上了一批弥天法教的弟子 这批教徒 正在举行夜叉仪式 享受血肉盛宴 第九局那帮兄弟撞见了 这还能忍 当场就把那群教徒 给绞杀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 就算是打草惊蛇了 但是到如今 就算是硬上也得上 而恰好这个时候 孔球那边接到一个消息 得知宁国夫人 在降雪山庄 魂飞魄散 这个不用想 也知道一定是孔宣通风报信的 毕竟当时孔宣和孔家 四老就在现场 别人不知道宁国夫人是谁 但孔球等十二位局长 自然是十分清楚 于是众人一商议 就大张旗鼓地上了降雪山庄 这其一 自然是因为宁国夫人的身份 第九局必然要为其追凶 至于其二嘛 也算是声东击西 干扰弥天法教视线的一个手段 为了慎重起见 第九局这边秘密派遣了 十数名暗探 先行潜入查探 无后 照塔二人 就属于这一批人 弥天法教 虽然形式诡秘 但他们为了筹备千山轨迹 行动不免平凡了起来 开始有迹可循 无后二人 一路跟踪进了千山深处 又在山中折服到晚上 趁着夜色出去探查 结果没走多远 突然间迎面碰上一批人 要是换做其他人 肯定是立即闪身逃顿 但无后和照塔二人 都是第九局里的老手 虽然年纪不大 但经验丰富 两人不动声色 朝着对方就迎了过去 原本他们俩是做好了 一场恶战的准备 谁知对面一上来就喝道 快跟上 无后和照塔两人都有些猛 不过两人反应也是快 立即随着那群人跟了过去 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看 就已经到了这个洞窟之中 只见到洞窟中已经聚满了人 正在忙碌地干活 至于干的是什么活 就是把人给吊到那四棵巨树上 带无后和照塔过来的人 立即指挥众人去帮忙 无后两人怕暴露 也只能听命行事 等他们过去一看 就发现那些倒吊到树上去的 都是活人 这些人面门上贴了一道黄纸符路 再用红绳把身体捆得跟个粽子似的 随后附住双脚倒挂上去 这些人虽然还有气息 但是没有任何动静 无后两人看到四棵巨树中间 助力的凶恶神像 更是心惊肉跳 他们几次想找机会溜出去报信 但是那洞口早就被人给守住了 根本就出不去 他们一旦硬闯 绝对会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于是两人只好就窝了下来 见机行事 大概到将近午夜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听到洞内珊瑚海啸 大黑佛眼 普渡慈航 两人也赶紧跟着喊 随后就有人捧着黄色法衣过来 给在场众人换上 无后两人自然也不敢耍什么花头 跟着其他人一起换下 之后众人就在四棵巨树外围 围成一个大圈 跪下来诵读经文法咒 无后两人一窍不通 只能是硬着头皮跟着乱念 幸亏其余人等 都是念得极为虔诚 也没人来管他们 又不知过了多久 守在洞口的人群突然分开 一群人又再度高呼迎送 无后两人偷偷看去 就见一群人从洞口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 那和尚身材高大 大约五十多岁 看着慈眉善目 手中攥着一串佛珠 口中念念有词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一对少年男女 两个人额头都点着朱砂痣 两人手里都各自捧着一叠 类似金书的东西 在那对少年男女身后 又跟了数十人 没人手里都各自捧了盒子 或者抬着箱子 一时间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 那和尚一路来到那尊神像之下 双手合十朝着神像拜了拜 无后两人也忙跟着 其他弥天法教弟子一起跪拜 那和尚拜完之后 朗生说道 当今乌浊恶事 善恶不分 人不如鬼 我等今日千山计鬼 请得鬼神将士 惩罚世人 喜庆污惠 按照无后二人描述 那和尚的声音平和中正 听来让人如沐春风 给人一种十分幸福之感 他们两人要不是心智坚定 说不定也被其鼓动了 一众教徒山呼海啸 齐声呐喊 声震四眼 随后那和尚带来的一群人 就开始摆放手中的物件 他们打开了一个箱子 摆出一个个白森森的碗来 我听无后提到白森森的碗 那想必是灵谷碗 至于那慈眉善目的和尚 不用问 十有八九 就是那藏海大师了 当时一共摆了二十多口碗 就在那尊神像前面 无后说道 我俩看着那碗 像是骨头做的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见那白碗的人 低着头去跟那和尚说 说是灵谷碗 还少了九十八口 对 我们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个叫什么灵谷碗 照他点头道 那和尚听了 只是淡淡地问了句 那该怎么办呀 这话听起来和和气气的 那人一听 却是吓坏了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说他赶紧去看看 怎么剩下的碗还没来 结果那人刚要奔出去 突然洞口那边 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人 那人脸色惨白地 冲到那和尚面前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还没说话 就拔出匕首 在自己大腿上狠扎了几刀 又把自己几根手指 给剁了下来 我们兄弟俩 也自认是个狠的 只是没想到这哥们更狠 一言不发就自残 那和尚手里转着佛珠 淡淡问道 你这是何故 那哥们一听 吓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哆哆嗦嗦地说了几遍 我才大概听懂了 好像是说什么火死人村 什么灵谷碗全没了 我一听 知道这人应该是去过桃园那边 发现火死人村 已经人去楼空 至于那些个灵谷碗 也已经被毁掉了 那和尚一听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微笑道 不就是几口灵谷碗 这有什么打紧的 结果那哥们一听 不仅没有松一口气 反而吓得魂飞魄散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就听和尚又笑了一声 你这说话糊里糊涂 怕是这舌头有什么毛病 这话音刚落 就有人抢上前来 一把抓出那哥们的舌头 给一刀割了 那哥们捂着嘴 在地上直扑腾 却是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这把潘荣和孙小和 都给听得脸色发白 那和尚估计是藏海大师 潘荣低声说道 我只知道 这人是弥天法教的罗刹之手 最是神秘莫测 但据说 这人平时是一副和尚打扮 罗刹之手 吴后和赵塔二人 文言大吃了一惊 难怪那些人 这么怕这个和尚 就听方寸山 吃笑了一声道 大惊小怪 这老妖怪的手段 你们是没见过 方老您认识那个藏海大师 潘荣惊讶地问 不认识 方寸山断然否认 我也没去点破他 让吴后二人继续往下说 那和尚摆了摆手 就有人出来 在那被割掉舌头的 哥们面门上 拍了一道黄纸符录 那哥们 当时就快吓尿了 不停求饶 赵塔接着说道 只不过没人理会他 拿出红绳 把他给绑了 又给掉到了树上 之后那些人 又把各种东西摆出来 在神像面前摆了一地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随后那些法教弟子 突然站了起来 一个个前往那神像面前跪拜 跪拜之后就起身 有人上来 在他手腕上割一刀 之后将血放入灵谷碗中 我和老吴也上去割了一刀 说来也怪 那血流入那碗里之后 我就感觉头皮抹了一下 老吴也一样 但是按照之前那人的说法 这灵谷碗还少了98口 剩下的其他人还没放血 那血就已经沉不下了 我们就看到有人 抬了一口大箱子过来 那箱子打开之后 里面居然是一对男女 我听到一对男女 心中猛然一动 就听赵塔接着说道 那对男女紧紧抱在一起 身上都是血迹斑斑 两个人被铁链给锁在了一起 那和尚双手合十 说道把祭品请出来 我起初还在想他说的祭品是什么 结果就见过来四个人 把那对男女从箱子里抬了出来 原来他说的祭品 就是这二人 两人被抬出来后 就被他们一左一右 摆在那尊神像的前方 那时候我才看清楚 那姑娘身后 居然长着一条红色的尾巴 毛茸茸的 看着像是狐狸尾巴 身上更是插满了长钉 另外那个年轻男子 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姑娘瞧 看这两人像是一对情侣 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弥天法教 给抓了来 按照赵塔的描述 这对年轻男女 应该就是许卫和周小玉二人 只不过 吴后和赵塔两人 并没有去降雪山庄 因此并不知道周小玉二人的事情 剩下的法教弟子 继续割腕放雪 足足放了有两大桶 随后有人就咬了血 从那对男女头上浇了下去 把两人给浇成了血人 之后我们所有人又回到原位 跪成一圈 那两个手捧经文的少年男女 给那和尚送上经文 和尚手握经文在手 开始在神像前诵读经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听那经文 就开始头昏脑胀 眼睛看出去 都开始变得模糊 昏昏欲睡 我赶紧猛掐大腿 又加持了清心咒 凝神咒之类的 这才勉强清醒了一些 突然间洞窟内开始狂风大作 那四棵树上吊着的人 被风吹得乱晃 其他教徒也开始齐声大喊 也不知道他们在喊的什么 又喊又败的 我们俩跟着乱败一通 突然间就感觉有什么温热的液体 飞到了脸上 这一看 才发现那些掉在树上的人 居然开始鼓鼓流血 鲜血被风吹过来 打在了我们脸上 我和老吴都是大吃了一惊 但这时候 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盼着局里的兄弟快赶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那和尚突然间转过身来 一双眼睛金光爆射 直看向我们 我当时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 没等我们来得及反应 突然整个人就不由自主地 腾空飞了起来 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 把我们俩的脖子给捏住了 给悬在了空中 只听那和尚叹息道 佛光普照之下 竟还有满身污秽之人 娘的 那和尚也不知使了什么妖术 我俩被钉在空中 只觉得浑身冰冷刺骨 一股寒气从妖子直冲头顶 整个人就发麻了 吴后骂骂咧咧地接了一句 我听他这么一描述 大概就明白了 说道 你俩八成是被鬼居了 这藏海和尚 是顶尖的羊鬼术士 对于他来说 各种恶鬼 自然是照之即来 鬼居 二人吃了一惊 吴后不解地道 我俩都修炼过慧眼 虽然功力一般 比不上天生的阴阳眼 但如果是有鬼魂作祟 按理说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所谓的慧眼 其实全名叫破慧眼 是一门用来识破无形鬼魅斜碎的童树 简单来说 效果类似于阴阳眼 只不过阴阳眼几乎都是天生的 而且生来就是拉到了顶级 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各种英灵亡魂 但慧眼却是要一步步练习 而且每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 那也是有可能的 说明居住你们俩的 是那种平时难得一见的恶鬼 潘子梅老爷子 声音凝重地接了一句 这种恶鬼善于隐秘行迹 就算有慧眼 如果功力不够 也难以察觉 我有些意外 之前这老爷子说 他对鬼迹颇有研究 现在看来 他对鬼道也很有坚定 潘老爷子说的没错 就像孔卿小姑娘 以他现在的能耐 可以隐秘行迹 也可以在人前献出身形 收放如意 一旦他隐秘了踪迹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哪怕是方寸山这样的人物 也得用秘术开眼 才能看破 原来是这样 那还是我们两个学医不经 午后二人点头道 我们被悬在半空后 那和尚却也没有立即把我们怎么样 反倒是把我们丢回了地上 只是我下来之后 浑身麻木 整个人寒气森森 想动也动不了 随后就走过来 两个满身横弱的大汉 手捧一把鬼头刀 走到我俩身边 看那架势 是要把我俩当场给斩首了 也不怕各位笑话 兄弟我不怕死 但最怕这种死法 当时差点给我吓尿了 不过 那俩大汉 只是瞪大了眼睛盯着我俩 也没立即动手 随后那和尚 就开始继续念诵经文 其他法教弟子 则跪在地上 跟着迎送 那诵经声如有魔力 我俩只听得头昏脑胀 突然间听到轰隆一声响 原来是外面 在打雷了 接着炸雷一个接一个 不绝于耳 古怪的是 那和尚的诵经声 听起来不如何响亮 但是连那雷声都压不下去 不管如何 都能清晰地传入耳中 就这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忽然感觉头皮一阵剧痛 如同针扎一般 让我一个机灵 从浑浑噩噩中清醒了过来 这仔细一看 就见眼前红艳艳一片 竟是雪光 那些跪在地上的法教弟子 居然全都仰着头 口中不停诵经 身上却是莫名其妙地 出现一道道伤口 就像是裂开的瓷瓶 鲜血从伤口处一出 躺落在地上 随后汇聚成一道道蟹线 从四面八方蜿蜒地 爬到了神像脚下 随后神像就被鲜血给浸红了 就好像是神像 把那些血都给吸了进去 我猛然发现 那些蜿蜒汇聚过来的血线 居然在那神像脚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咒 比够繁复之极 我只看了一眼 就两眼发黑 胸口繁闷欲偶 头顶炸雷一个接着一个 狂风大作 那些法教弟子越叫越响 歇斯底里 那神像身上的血光 也越来越盛 到最后 整尊神像都变成了赤红色 忽然间 那两个大汉手 各自踏上一步 挥动鬼头刀 就朝我俩的脖子砍了过来 我当时被吓得拼尽吃奶的力气 想要挣脱束缚 结果无济于事 只好闭了眼睛 也就在这时 突然间听到当的一声响 我急忙睁眼 就看到斩向我俩的鬼头刀 不知被什么东西 给击成了两截 紧跟着四道破法锥 就从两个大汉胸口贯穿而出 我俩又惊又喜 知道是第九局的兄弟们 及时赶到了 煞时间 又是一波破法锥飞射而入 可突然间 空气发出波的一声 微微震荡了一下 飞射过来的破法锥 就像是撞到了一道 无形的屏障 齐齐坠落在地 我立即意识到 这地方还布置了结界 还没来得及细想 就见人影闪烁 第九局的兄弟们 急冲入内 我当时才明白过来 其实跪在地上的 那些个法教弟子 包括我和老赵在那 其实也都是祭品 只有站在那 和尚四周的那些人 才是来主持轨迹的 看到第九局的兄弟们杀到 这些人也立即迎了上去 双方厮杀在一起 但此时就出现了 极其恐怖的一幕 伴随着一阵阵炸雷声 洞窟之内 居然飘起了羽花 只是那羽花红艳艳的 居然是血雨 那神像双目之中 鼓鼓地流出两行鲜血 和尚手捧经文 诵经之声越来越响 到最后已经震耳欲聋 这是诡计到了关键时刻啊 潘子美惊呼了一声 老爷子说的是 吴后点头道 我俩虽然不太懂 这里面的东西 但也知道 是要发生什么 了不得的事情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停 像是被硬声声斩断了一样 那从空中飘下的血雨 也浮在了半空 雨点滚来滚去 我这时候才注意到 在地窟的四周 出现了十数道人影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十二位局长 赶到了 他们各举方位 围成了一个大圈 每个人都是首截法咒 每个人结出的法诀 还都不一样 口中念念有词 就是他们十二人的咒声 打断了那和尚的诵经声 那血雨就悬在我们头顶 不声不降 我俩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只能猜测 应该是十二位局长 正在联手和那和尚斗法 你们当时有没有感觉 身上的血气在往下走 潘子美眉头紧皱 突然问道 赵塔仪了一声道 当时我就觉得 浑身像是无数虫子在乱钻 血液从头顶一直往下沉下去 吴后说 她也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了 潘子美点头道 那应该是十二地原浮魔阵 是我们局长用的阵法吗 吴后疑惑地问 不错 潘子美沉声道 自古以来 这诡计之术都是极其凶险 而且一旦开始诡计 就很难再被打断 哪怕是破坏了诡计一事 也没法将其彻底中断 甚至会招来更加恐怖的后果 后来怎样 我让吴后二人先继续往下说 可二人对视了一眼 却是抱着头露出了迷茫之色 原来他们后面的记忆出现了空白 一时想不起来了 慢慢来 别急 我让吴后二人放松下来 同时在二人头顶 打入两道凝心咒 这种时候越是急迫 越是想不起来 这诡计是用来招恶鬼的吗 一阵寂静之后 孙小和忍不住问了一句 就听方寸山冷笑了一声 如果只是招恶鬼 那诡计也不会是历代以来 最为恐怖的禁术之一了 那不是招恶鬼 又是干什么的 孙小和不解 却见吴后 罩塔二人却是刷得白了脸 吴后颤声道 原来招的不是恶鬼 难怪了 难怪了 怎么了 孙小和疑惑地问 鬼计之术 只计大鬼 我解释了一句 大 大鬼 孙小和脸色骤变 舌头打结 边上的潘容 却是有些不解 什么叫大鬼 是相对于小鬼而言吗 那就是厉鬼 这跟小鬼没关系 孙小和直摇头 脸上却是充满了恐惧之意 只听方寸山道冷哼一声 什么小鬼 亏你想得出来 天字少一笔为大 你说大鬼是什么 潘容听得一正 这 小容容 你去庙里烧香拜佛 是为了什么 潘子美突然问道 听到潘子美这称呼 众人都是忍不住 泛起一丝笑意 无后 照她二人紧绷的神情 也是为之依松 那 当然是求佛祖保佑 保佑我发财陶老婆什么的 潘容道 这回连潘子美老爷子 都露出一丝微笑 道 你陶老婆这想法不错 这诡计 其实跟求神拜佛 是一个道理 潘容文言脸色大变 那诡计就是 求鬼 想要求鬼 那必然先得可求 潘子美道 他话音刚落 潘容顿时瞪大了眼睛 诗声叫道 成煞 你小子现在才反应过来 方寸山痴笑了一声 我又在屋 招二人身上 各自加持了一道回扬符 其实就像潘老爷子说的那样 所谓的诡计 跟求神拜佛 也没有什么分别 自古以来 都有求鬼拜神之说 当然了 想要求鬼 首先这鬼得能沟通 而能沟通的 就必然要有灵智 而普天之下 但凡能具备的灵智的鬼魅 除了孔勤小姑娘这种奇葩之外 就只能是凶煞 所以 能被称之为大鬼的 就必然是已经迈过了成煞的门槛 成为了凶煞 如果孔勤以后能成红衣凶煞 那么他也是大鬼 只不过要成为大鬼 各种机缘缺一不可 难如登天 所以 养鬼术士 想要在有生之年 养出一个凶煞来 更是难上加难 是比登天还难 因此 历代以来出现过的大鬼 几乎都与养鬼术士无关 只不过也难怪 潘荣不知道 大鬼 主要是这种级别的鬼物 近百年来 早就已经销声匿迹 就比如 在金家血脉中下的 聊祖宙的女鬼 那其实就是大鬼 那东西 应该是被封阵在某处 当时那一场鬼迹 差点就把它给招了出来 最后被我用灵门的镇魂咒 给封了回去 我听我姐说过 那种传说级别的大鬼 早就都被封阵了 真要是出来 那绝对是一场大灾 孙小和说道 潘荣吃惊地问 那要是鬼迹成功 会怎么样 会把那东西放出来吗 这个得看情况 潘子美微微摇头道 想要进行鬼迹 需要满足的条件 是极其苛刻的 首先就必须得有一件 或者是几件 跟那大鬼远远极深的东西 作为鬼迹的一品 就比如 那大鬼的尸身 骨头 或者留下的贴身玉佩等等 那东西能成大鬼 那肯定是不知道 经历多少年了 哪还能找到尸骨 玉佩之类的东西 孙小和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然你以为呢 方寸山美好气道 鬼迹真要是那么容易 你们第九局 怕是第一个 要哭爹喊娘的 是 孙小和不敢和方寸山顶嘴 赶紧点头硬了 我将手掌贴到屋后 罩塔二人后脑勺 不出片刻 两人额头就渗出了 一层细腻的汗珠 白气鸟鸟 见众人都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我低声说道 潘老爷子 你说弥天法教 为什么要在这里鬼迹 其实我对鬼迹虽然有所了解 但并不如潘老爷子 研究得那么深 听他那么一说 也是受益匪浅 而且我也想知道 这弥天法教再次鬼迹 究竟是想干什么 只听潘子美说道 这鬼迹之术虽然极难 但其实也有难易之分 最容易的 那就是昭灵 通过献祭 把那大鬼显化出来 以谋求某种交换 我想了想 这应该就类似于金家那一次 听你们说 这弥天法教为了这一次鬼迹 足足准备了有十余年 那只怕不是昭灵那么简单 潘子美语气民众地道 那有可能是什么 我问 潘子美眉头紧皱 微微摇了摇头 不好说 爷爷 如果这大鬼是被封印在某处的 那通过轨迹 能不能把那东西给放出来 潘容问道 不能 潘子美断然道 轨迹之术再怎么厉害 那也不可能把封印给打开 除非那大鬼本身并未被封印 倒是可以 说到这里 老爷子居然一惊 脸色大变 猛地回头看向那尊 被斩成半截的神像 老潘 你这一惊一乍的 可有点吓人啊 方寸山目光一沉 只听潘子美道 这还真有可能 声音都不禁微微有些发颤 就在这时 吴后猛地哆嗦了一下 骇然大叫道 鬼 鬼啊 吴后这一叫 随后边上的罩塔 也吓得一个机灵 两个人闭着眼睛 蹭得站了起来 把腿就要跑 被我给一把拽了回来 行行 两人浑身一震 睁开了眼睛 等看清四周情形 脸上的惊恐之色 这才稍减 急促地喘着粗气 想起来了 方寸山问 二人连连点头 我记起来了 当时十二位局长现身 联手结成那个什么十二 吴后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潘子美接道 十二帝圆伏魔阵 这是专门用来克制诡计的 但是需要竖法造诣 极高的十二人合力同时 不过十二位局长联手 自然是没问题 但是 吴后却是苍白着脸摇了摇头 当时十二位局长 用出这个伏魔阵后 的确是好像打断了诡计 但仅仅只是过了片刻 那和尚的诵经声 又在我们耳朵里响起 而且越来越响 听吴后说到这里 赵塔的脸色 也是极其难看 突然间 那些跪地的法教弟子 传来连声惨叫 他们身上的血疯狂地 往那神像拒去 我和老赵两个人 也开始口鼻出血 头痛欲裂 只听到阴风呼啸 鬼哭神嚎 似乎整个洞窟内 都被那血光给掩盖 我只觉双目惧痛 看出去一片星红 等我勉强适应那血光 就看到漫天血雾之中 出现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就飘在那神像之上 浑身裹着血气 我浑身如同针扎一般 而且一见到那人影 就感觉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要不是没法动弹 我就差点忍不住要跪下了 吴后每说一句 赵塔就点一次头 显然他们二人 有同样的经历 我努力睁大了眼睛 也始终看不清 那人影的样子 只是看到 不管是弥天法教的教徒 还是第九局的兄弟 都纷纷倒地 甚至连十二位局长 也被那血雾笼罩 我姐他们怎么样了 孙小和失声教导 我不知道 吴后摇头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一个 洪亮的声音道 天地正法 每听到一个字 我心跳就重重地猛跳一下 浑身俱阵 等这四个字听完 原本无法动弹的身子 也突然间恢复行动能力了 只见一道人影 出现在血雾之中 那人身材高大 左手虚暗向下 右手拖于胸前 五指朝天 掌心有滋滋的电光闪烁 那人目视前方 说了声退 我俩就如中催眠一般 毫不犹豫地向旁闪避而去 就在这时 那人右手一招 幽光一闪 从他腰间飞出把短刀 那刀 那刀 看着就像一把杀猪刀 落入他手中 随即被他一掷而出 那刀旋转飞出 朝着那血雾中的人影 急斩而去 那和尚健壮 猛地大叫一声 煞时阴风目嚎 地上那个巨大的血浮 发出耀眼的鸿芒 我只看到那飞斩而去的短刀 忽然间爆起一团电光 滋滋作响 就听咔嚓一声巨响 我当时就被震得滚倒在地 紧跟着听到一阵凄厉的尖叫 又听到轰隆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砸在了地上 等我在睁开眼时 就见漫天都是纷纷扬扬的雪花 那神像居然被斩成了两截 而此前出现在血雾中的 那道恐怖的人影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是诡计被破了 潘子美骇然失声道 又惊又喜地问 潘子美满脸惊骇 你们看到的 那血雾中出现的人影 就是那大鬼的显化 一般到了这个地步 那就是轨迹最紧要的关头 那鬼影消失 就说明轨迹被破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吴后二人庆幸道 只是这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潘子美却是眉头紧皱 难难道 这轨迹连十二地元伏魔阵都克制不住 居然被一把刀给斩断了 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匪夷所思的手段 爷爷 这很难办到吗 潘荣不解地问 方寸山瞥了他一眼道 你去试试 潘荣脸一红 我 我肯定是不行 当时那鬼东西都已经显化出来了 这就意味着 想要斩断轨迹 就必须连同那鬼影都一起斩断 你说难不难 方寸山道 这 潘荣听得张口结舌 就连一直默不作声的小疯子 此时也微微错了醋眉头 在众人震惊之余 我却是一下子想到了一个人 藏经阁读经人 那位忠泉大哥 按照吴后描述的形象来看 除了他之外 也没有别人了 那后来怎样 我问道 这位忠泉大哥神通莫测 一上来就斩断了轨迹 按理说 已经是震住了局面 哪怕那藏海再如何厉害 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当时 当时只感觉浑身突然一烫 像是被火撩了一下 随后耳朵嗡的一声 就什么听不见了 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道 猛压在地上 根本看不到 后面发生了什么 吴后道 我看到了 赵塔把话接了过去 我那时候正好仰面朝上 只看到 那人收回短刀 握刀在手 身形一闪 如同天神下凡 瞬息就杀到了那和尚面前 当时那和尚周围 还守着八个人 应该是那和尚诡计时候的护法 之前一直都没有动过 在那人杀过来的时候 突然就动了 但是我根本没看清楚 只觉得那八人晃了晃 一道人影 就从他们中间一掠而过 那和尚节奏施法 身上猛地腾起一道道黑气 阴风呼啸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一团黑影护地飞了过来 朝着那人当头砸下 我当时心都了漏跳了一拍 可能是在那种紧张的刺激下 脑子瞬间异常清明 看得也比平时更加清楚 只见到那凌空飞下的黑影 似乎是个女人 速度奇快 那和尚趁此机会 也猛地急扑而上 当时那从天而降的女人 黑气以及和尚 从三个方位 几乎同时围攻而上 那人不避不闪 挥一刀向上斜斩 左手向前一按 掌心闪起电光 了不起 我听着赵塔的描述 想到当时的情形 也不禁有些热血沸腾 然而赵塔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让我一颗心 陡然一沉 如躲冰枯 我当时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了 似乎看到那女人裙摆一晃 好像又伸出了一只手 能伸出第三只手的女人 除了祝萍萍 还能有谁 她既然到了 那黄虎自然也到了 后来怎样 我和方寸山他们几人 几乎一口同声地问 谁知赵塔却是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只看到那女人伸出第三只手 紧接着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 当时就不省人事了 再醒过来就是现在了 吴后跟着道 我也是这样 两人在同一时刻 奇奇昏迷了过去 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自然是不知道了 我心中阵阵发紧 虽然他们二人 没有看到后续的情况 但其实不用说 也能想象得出当时的局面 吴后二人感觉浑身滚烫 像是被火撩了似的 那应该是遇上了赤鬼 而藏海 作为顶尖的羊鬼术士 在权力出手的情况下 是绝不可能 只放出一只恶鬼的 所以当时中全大哥 所处的局面是 被藏海 祝平平 以及各种恶鬼 齐齐围攻 而与此同时 黄虎则隐匿在一旁 虎视眈眈 其情势之凶险 简直是九死一生 那三只手的女人 不就是那个姓祝的小妖女 方寸山骂了一句 潘荣和孙小和二人 脸色发白 小疯子和潘子美老爷子 则是沉默不语 几人都是 刚刚从祝家图保楼出来的 自然立即都想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除了小疯子以外 其他三人不认的黄虎 但当时黄虎突然现身 一把抓走了 祝平平的情景 可是被他们看在眼里的 哪怕不知道黄虎的来历 也该知道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你们认识 那个三只手的女人 吴后和赵塔二人 吃惊地问 我也没有心思说别的 转身来到神像旁 只见在神像前方 直挺挺地握着八个人 这八人被拦腰斩断了 只是倒下的时候 尸身却并没有分开 不仔细看 还不一定注意得到 伤口处像是被灼烧了一般 并没有鲜血躺出 这八人当中 还有一对少男少女 显然他们就是 吴后他们所说的 那八名护法 当时忠泉大哥闪身而来 从他们中间一掠而过 在瞬息间将这八人斩杀 我们一行人 又将整个洞窟 再仔细地搜寻了一遍 只可惜 再也没有找到任何活人 这死在洞窟里的 绝大多数都是弥天法教弟子 而里面又有一大半 是作为祭品被牺牲的 不管是弥天法教 还是第九局 真正死在厮杀中的人 反而不多 我虽然打心底里 还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是第九局这边大获全胜 但一想到 还有黄虎窥私在侧 就知道这种希望 实在是渺茫 你们怎么样 能不能走 我问吴后二人 没事 死不了 二人疼得站了起来 结果这一用力过猛 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 孙小和赶紧过去 搀扶了二人 你们几个先留在这里 其他人跟我去外面转一转 我把潘家祖孙俩 以及吴后 赵塔二人给留了下来 让潘容赵看着 吴后两人 还想硬撑着要去 结果刚走了几步 就双腿一软 砰得摔了一跤 我带着小疯子 方寸山和胡搞出了洞窟 当即分头搜寻 只要不是遇上 黄虎等有限的几人 三人一胡都足以应付 此时空中乌云密布 雷声隆隆 闪电行空 时不时斩下一道霹雳 亮起一道道电光 暴雨如注 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哪怕是之前 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会儿 也早已经被冲刷得 一干二净 等我们重新会合到一起 却是都没有找到 什么蛛丝马迹 回到洞窟中后 我找到潘子梅等人 说道 我和小李子 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老方米 带着其他人去降雪山庄 吴后 赵塔虽然此时 看起来还清醒 但脏腹受伤严重 还有潘子梅老爷子 状况也不是很好 必须要找个地方休养 而且 降雪山庄离这边不算很远 如果第九局的兄弟们脱身了 说不定会去那边 于是 两边分头行事 方寸山带队 胡搞领路 一行人前往山庄 我和小疯子 则双双投入雨幕之中 开始绕山急奔 只是在大雨的浇灌之下 把所有踪迹都泯灭了 不管是弥天法教 还是第九局 都似乎人间蒸发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在一处积水的土坑里 我们倒是意外发现了 两具身穿黄色法衣的尸体 漂浮在水面上 被雨点打得闭包作响 继续向前搜寻 又见到了几具 同样身穿黄色法衣的尸体 其中有男有女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人身上并没有任何伤口 只是被雨水泡得发白 再往前走 又陆续发现了十余具 死状几乎一模一样 按照吴后他们的描述 当时在洞窟内 身穿黄色法衣的法教弟子 几乎都是作为祭品存在的 这些人哪怕侥幸不死 身上也必然会有伤口 可这些人肌肤无损 很可能并不是从洞窟里逃出去的 或许是弥天法教 布置在外面的人手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些人都死在了这里 不过这些人的死状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瞳孔都收缩成了米粒大小 双手成爪 蜷缩着 再往前搜寻 却是连尸体也碰不到了 我俩顶着大雨 又急行了一阵 却是再没有找到什么异常的地方 这山脉浩浩 到处风轮叠杖 临海无垠 再次寻人谈何容易 只可惜 许位也被一起掳去了 否则凭借他和周小玉之间的通灵感应 这事情倒是会好办不少 我俩在山中兜兜转转 眼见天色已经渐渐发亮 我们已经在山中搜寻了大半个晚上 眼见搜寻无果 只好先返回降雪山庄再说 只是刚有这个打算 就见前方的林子里露出了一角飞檐 等我们走进去看 才发现 这是一座小小的道观 此时空中依旧同云密布 雨却是停了 积水顺着屋檐躺下来 如同挂了无数道珠串 滴滴答答地打在地上 只见门口上方写着 燕回冠三个大字 这座道观就坐落在一个小山谷当中 四面八方都是茂密的树林 将这道观团团围住 可以说地方极为偏僻 人际罕至 而且从风水格局上来说 这个地方那就是一个大写的凶字 基本上稍微有点风水常识的 就不可能会把这道观建在这里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小道观突然出现在这里 或许跟弥天法教有什么关系 也说不定 我俩在道观门口 稍稍停留片刻 就穿过敞开着的大门 走了进去 这道观虽小 却是布置得极为别致 虽然是寒冬腊月的天气 又是在辽东这种酷寒之地 道观院中却是种着不少花草 草木绿意盎然 甚至还有不少开了花 只是经过昨晚的一场暴雨之后 院中的花草被打折了不少 地上到处都是落叶和残花 除了屋檐滴水的滴答声 道观内一片寂静 这观内有几间房舍 门窗全都开着 因此这房间内 也被昨晚的风雨 给打得一片狼藉 地面湿漉漉的 还有不少积水 墙壁上挂着的一些字画 更是被淋得一塌糊涂 忽然间 只听外面传来一阵惊呼声 我和小疯子往内屋躲了躲 只听一个女子 声音焦急地叫道 出去的时候忘关门了 那可怎么办啊 声音很是清脆月儿 随后就听一个男子声音道 没关就没关 有什么打紧的 这声音听来却很是慵懒 似乎说着还打了个哈欠 哎呀 不知道那些话都怎么样了 女子急道 随后就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走进屋来 我和小疯子避到了内屋 两边紧隔了一道门帘 听得一清二楚 全都湿了 这可怎么办了 只听那女子顿足道 那是真的跺了一脚 显然是急得不行 没事 都是一些破烂 就听那男子的声音 伴随着脚步声进了屋子 这些都是你画的 怎么会是破烂 那女子可惜地道 话音未落 突然啊得惊呼了一声 那男子笑道 昨夜风咒语急 咱们正好来练一练双修功 师兄 不要 那女子称道 声音婉转娇媚 带着三分害羞 和一丝颤音 我和小疯子 同时转头看了一眼 边上的书桌 桌上搁着一个茶杯 杯子里剩了半盏茶 此时这杯中的茶水 却是荡出了一圈的涟漪 这个时辰刚刚好 那男子笑道 这大白天的 师兄你正经点 那女子呼吸有些急促 说到最后一个点字 声音如同琴弦般微颤 就见那杯中的茶水 也跟着她的声音 荡出一圈圈的波纹 这女子的羞怯的声音中 却是夹杂了咒音 而且这发音的路数 颇为耳熟 像是当初那里 长春用过的 清城秘籍 名鹤于鹰 我有些意外 难不成外面这两人 是清城道工吗 练功又分什么 白天晚上的 只听那男子呵呵笑道 女子急道 师兄 不要了 咱们都凌晨了落汤机 衣服都湿透了 那正好 男子笑道 师兄 女子惊呼了一声 声音发颤 杯中的茶水 在她声音的震荡之下 波纹更甚 我看了眼小疯子 见她低垂着眼皮 像是老僧入定 听而不闻 不由暗暗好笑 但眼看着外面 两人就要干出什么事来 那也着实尴尬 当即咳嗽了一声 啊 只听那女子 吓得惊呼了一声 又急忙叫道 师兄快放我下来 我俩在里面等了片刻 这才掀开门帘出来 这一出来 就见一名道士打扮的男子 坐在椅子上 这男子大约三十来岁 身材高挑 生了一对桃花眼 嘴角含笑 眉目传情 虽然穿了一件灰扑扑的道袍 却掩不住的风流倜傥 一个道童打扮的女子 坐在她腿上 容貌美艳动人 看着大概二十来岁 师兄 你快放开 那女道童看到我们出来 惊慌地叫道 一张脸仗得通红 更增娇艳 那倒是单手搂着那女道童的腰 微笑着打亮我们一眼 两位远道而来 坐 不要客气 我故意先咳嗽一声 又和小疯子在里面等了一会儿 就是避免看到什么尴尬的东西 谁知这一出来 居然会见到这么一幕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师兄 你再不放开 我要生气了 女道童又羞又闹 是真的急了 好好好 那倒是这才松开手 女道童慌忙从她腿上下来 五落五脸 有些不知所措 能看出她是真的扫得不行 脸都已经红到耳朵根子了 那倒是却是面不改色 笑音音地冲我们道 两位客人站着干什么 坐下说话 女道童低着头 给我们搬过来两张椅子 又飞快地退了回去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又饿又渴的 见到有座道观 就进来看看 我笑着抱歉地说了一句 和小疯子一起坐下 你们等等 女道童说着 就飞快地转出门去 这周围都是荒山野地的 你们来这里 那是来对了 倒是笑呵呵地道 正说话间 就见那女道童一阵风势地进来 手里端了盘子 里面装着各色点心和一壶茶 放到桌上 昨晚上这大雨来得突然 我俩也是饿了 两位不要客气 倒是笑着招呼道 他说着 就从盘子里挑了一块 晶莹剔透的水晶糕 拿给那女道童 师妹 你最喜欢吃这个 女道童进来之后 本来脸上的红韵 已经淡了不少 结果脸疼一下子又红了 撑道 我不吃 又过来给我们倒上茶水 那我吃了 倒是笑着 把糕点放进嘴里 我和小疯子也不客气 各自挑了一块糕点吃 我问道 不知两位道长怎么称呼 都是萍水相逢 何必知根知底 倒是微微摇头笑道 那也是 我笑 谁知那女道童 却忽然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翠声道 我认得你们 师妹 你认识两位客人 这回不仅是我和小疯子诧异 就连那道士 也是有些疑惑 对啊 女道童点头 又看了看我 说道 你叫灵兽对不对 你是许家的闲客 我没来得及吃惊 就听那道士疑了一声 原来他就是你说的那个 是啊师兄 我说 许家出了一个极其年轻的闲客 比你还年轻 这回信了吧 女道童笑道 道士又从我仔细打量了一眼 点头道 虽然年纪不大 但一看 就是非凡之人 这回看来是师兄输了 真的 女道童一听 顿时又惊又喜 师兄你可不能耍赖 师兄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过 道士没好气地道 女道童连连点头 是 师兄肯定不会耍赖的 他眉开眼笑地又看向小疯子 说道 师兄 我之前还说过 在许家见到了一个戴眼罩的漂亮妹妹 比我好看多了 就是这位 我文言暗吃了一惊 这女道童能说出戴眼罩 那就说明是真认出来了 但此时的小疯子 脸上还化着阴阳妆 这一副病鬼的样子 跟他本来模样天差地别 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 难道只靠猜吗 就听那倒是笑道 你说别的师兄姓 但你说 这个师兄可不信了 为什么 女道童有些不服气 虽然这妹妹改变了容貌 但骨相没变 师兄你也知道 只要我见过一眼的人 就没有认不出来的 除非是把骨相也改了 师妹你这本事 那肯定是天下第一 师兄怎能不信 道是笑道 只不过你在师兄这里 那就是最好看的 没人能比得上 我一阵无语 还以为能听他说出什么呢 没想到吃了一嘴的狗粮 师兄你又胡说八道了 女道童红着脸称道 不过看他喜气洋洋的样子 哪有半点气恼的样子 姐姐是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的 小疯子思思文文地问 女道童见我们杯子已经空了 又给我们倒了茶水 说道 那天我去许家还东西 结果发现 山庄里面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 接着又听到一声巨响 我就寻声找了过去 结果就在许家的祖宗堂前 看到你们了 我听得心中一动 按照他的描述 那应该是 许 罗 叫三家 齐聚祖宗堂那天 当时眼看着许家就要遭殃 结果你这个许家的贤客突然冒出来 震住了场子 那可是帅得很呐 女道童声音清脆温婉 又把当时的情形描述了一番 说的倒是准确无误 显然她到了之后 就远远地隐匿起来 虽说当时众人的注意力 都在其他事情上 但她能悄悄溜进来 不让人发现 也足以证明她的能耐 看来 你们跟许家挺熟的 我笑着问道 还经常跑过去借东西 还东西的 都是邻居吗 女道童玩耳笑道 不过我们对许家 虽然是挺熟的 但许家人对我们可一点都不熟 我恍然大悟 所以你们去借东西 许家人只怕也不知道吧 他们忙得很 师兄说这种小事 就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了 女道童笑道 反正只要我们还了就行 这说的也是 我点头笑道 忽然间 那倒是哀忧了一声 说道 不好 师兄 怎么了 女道童吃了一惊 道是择了一声 皱眉道 师兄忽然想到一件事 怕是得说话不算话了 师兄 你怎么能这样 女道童一听 顿时红了双眼 渲然欲气 我见这两人刚撒完狗粮 突然间又来这么一出 比外面的天气变化还要快 只好疑惑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女道童眼眶含泪 哽咽说道 我跟我师兄打赌 说许家出了个很年轻的贤客 要是我赢了 师兄就跟我回去 师兄也不是想耍赖 只是许家 现在被人一锅端了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邻居 又借了他们不少东西没还 这拍拍屁股就走了 总归是不合适 倒是叹气的 我听得心头一紧 什么被一锅端了 你们不知道吗 女道童抹了抹泪 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本来是想带着师兄 去许家亲眼看看许家贤客的 好让师兄认输 结果就发现 许家那桩子已经被人给占了 被谁给占了 我一脸焦急地问 心里却在暗暗琢磨着 对方这话的真假 这两个倒是奇奇怪怪 究竟只是巧合 还是别有用心 我可说不大清 不过 我看到了几张鼠脸 描述了一下 说是当日在祖宗堂前见过的 我一听 这不就是罗家的那些人吗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许家应该是 被许如意给端掉了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师兄 你是不是就不想回去 女道童含泪问道 不是不想回去 实在是咱们作为老邻居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道是为难地道 女道童双眼通红地盯着道士半上 转身问我们 你和妹妹会不会去救人 我思索片刻 点头道 会 师兄 你听到没 女道童喜的 那就不用咱们去了 道士却是摇了摇头 这许家现在是龙坛虎穴的 实在太过凶险 咱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师兄 你是不是铁了心不回去了 女道童说着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般掉了下来 师妹你别哭啊 师兄真不是这个意思 道士慌忙起身 用袖子去擦女道童的眼泪 我和小疯子坐在那里 看着对方又在那撒狗粮 只好闷头喝茶吃糕点 这回那倒是红了好半天 也没把人哄好 只好长叹一声 对我们二人道 我们师兄妹二人得回去了 许家的事 只能拜托二位 算是我俩欠你们一个人情 我听他语气颇为真诚 但这心诚不诚 一时间还真说不上来 笑道 咱们这萍水相逢的 上哪环人情去 那倒是笑道 既然咱们能再次萍水相逢 他日也同样能够 要是遇不到 那就说明我们师兄妹俩已经不在了 这人情就只好欠到下辈子了 师兄 女道童嘀呼了一声 道是握住她的手掌 笑道 那就回吧 师兄带你回去 这两人说走就走 居然立即就准备离开 这座小刀罐 还是几年前 我们两个亲手见的 以后能不能回来 也说不好 临行前 那倒是又打量了屋内一眼 眼神颇有些不舍 不过那种黯然的神情 也只是一瞬即逝 随后又恢复了那种 倜躺潇洒的模样 对我们笑道 这道罐就留给你们二位了 屋里的东西随便取用 说吧 这师兄妹俩就出门去 我和小疯子对视了一眼 都有些面面相去 谁知那脚步声刚刚远去 突然间又转了回来 只见那道士带着女道童进门 摸出一本蓝皮的书来 递给我们 这是我俩双修的功法 就留给二位了 师兄 那女道童顿时满脸通红 二人留下书后 又匆匆地走了 屋内一阵寂静 我来看看 我见气氛有些尴尬 拿起书翻了几页 只见里面图文一英俱全 把书合了回去 咳嗽一声道 回去之后 你再抄一份 你留着吧 小疯子冷冷地道 那也行 我把书收起 其实留着也没用 到时候还给他们 小疯子没接话 起身去了别的屋 我坐着又吃了几块糕 喝完一杯茶 这才离了这间屋子 去其他地方转了转 在另外一间屋里 找到了小疯子 只见他站在一排衣柜前 柜子里一左一右 分别挂着两排衣服 一排是男士的 另一排是女士的 显然是 那对匆匆离开的师兄妹留下的 小疯子取下几件衣服 就进了隔壁的房间 我俩在大雨中 淋了大半个晚上 哪怕能用本身的真阳 将衣服烘干 但这一个晚上下来 衣服早就又破又脏 这妹子 估计是换衣服去了 只是在外面等了好半天 都没见她出来 这时间 都不知道能换几身衣服了 过去敲了敲门 又等了片刻 才听到细微的脚步声响 随后房门一压一声 被人拉开了 等看清门后之人 我不由地愣了愣 只见眼前之人 穿了件灰色的道袍 虽然略微有些宽松 却更衬得仙妖如折 身形窈窍 一头乌黑的长发 还有些湿漉漉的 扎了个丸子头 又插了一根黑色的发簪 肌肤雪白 明眸好齿 目光流转之间 异常灵动 我差点以为 那女道童又半路回来了 因为眼前之人 无论是打扮还是长相 都跟她一模一样 不过 很快我就反应过来 这人是小疯子 只不过是 改变了容貌而已 难怪她在里面待了这么久 原来是倒过这个 不过以她阴阳装的造诣 要做到这点 自然是轻而易举 师兄 你怎么还不去换衣服 小疯子微笑着柔声问道 声音婉转娇媚 不管是语气还是腔调 都几乎跟那女道童一模一样 模仿得唯妙唯笑 你这一手可真厉害 我不禁赞道 小疯子却没理会我 他就镜子回到衣柜前 不假思索地挑了一套衣物 给我丢了过来 我把衣物揭在手里 打亮了 他看一眼 笑道 你把阴阳装都给卸了 看来暂时是没事了 此时他改换了容貌 但显然不是用的阴阳装的手法 有事 谁知他却是语出惊人 什么意思 我不解的问 就见小疯子 微微蹙了蹙眉头 还能听到那个声音 怎么听到的 我心头一沉 当初我们引下天雷 把那切成片的黑太岁给劈了 虽说不能保证已经斩草除根 但哪怕有漏网之余 小疯子也不应该能再听到声音才对 除非那东西就在附近 小疯子没说话 把左手的袖子给往上拉了一拉 只见肌肤七双赛雪 白得似乎要透明一般 只是在靠近臂弯处 却是有一小块的淤青 就像是一个手指印 与他洁白无瑕的肌肤一笔 尤其显得触目惊心 从酒窖出来以后有的 我宁神去看那块淤青 小疯子N了一声 道 我也是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听得直皱眉头 以小疯子的本事 身上自然不会无缘无故 多出这么一块淤青来 而且他还不知道 这就更加蹊跷了 一直还能听到那声音 我问他 小疯子N了一声 又把袖子给拉了回去 我心说 难怪之前这妹子 看着老师在走神 原来是这样 虽然还能听到声音 但没有之前那种烦乱 就是不时会头疼 小疯子说道 所以我把妆卸了试试 我盯着他上下打量 看什么 小疯子有些着脑 你说 你现在会不会跟住家人一样 成了黑太岁的要扑吧 我说道 小疯子能听到那古怪的声音 这就说明 他手上的那块淤青 必然是和那黑太岁有关 说不定是当时在酒窖里 不小心着了倒 不会 小疯子却是断然否认 要不你割个伤口试试 我说道 如果小疯子真成了要扑 那就会像住家人一样 肉身拥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结果话音刚落 就见小疯子伸出右手 朝我晃了晃 只见他的右手小拇指上 有一道小小的伤口 看来小疯子 在之前就已经割过自己一刀 虽说这伤口已经愈合 但那也只是普通人的水准 这种完全不同 我们两个一番商业 也没商业出个什么结果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拿起衣物 进房换了 等出来时 已经是身穿黑色道袍 头戴黑色纯阳精 所谓的纯阳精 也就是道家的一种帽子 据说传自屡足屡动兵 闭眼 小疯子把我叫过去 在一张椅子上坐好 只觉两只手在我脸上揉暗了几下 手掌温软滑腻 又闻到一缕淡淡的忧香 直钻入鼻中 忽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念头 原来三狗子闻到的香气 就是这个吗 这样一来 房间里就尤其安静 能清晰地听到 小疯子均匀的呼吸声 你这是打击暴腹呢 还是以毒攻毒 我笑了一声问 别说话 小疯子依旧用的那女道童的声音 但语气却是冷冰冰的 我只好拾去地闭嘴 看来是打击暴腹 和以毒攻毒 两者皆有 果然 那倒是给我们 送那什么双修功法的举动 把这妹子给惹毛了 当然了 以我对这妹子的了解 通常不会 因为生气而做一些 完全无意义的事情 她之所以要把我俩改头换面 必然还有其他目的 那对师兄妹虽然有趣 但毕竟来历不明 至于他们所说的话 能不能全信 也未可知 所以这妹子 干脆就夺了两人的样貌 师兄 起来吧 正寻思之际 就听小疯子说道 声音却又变得温柔了 我起身去镜子前看了看 就见镜中照出了 那个道士师兄的身影 虽说我不是长头发 但这纯阳金一代 却也没有太大分别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还是能看出细微差别的 至少身材还是有些不同 但最大的差别 还是他那种嘴角含笑 眉目传情的风流倜傥 我学了好半天 也没学明白 另外就是声音和说话的腔调 虽然小疯子给我说了技巧 但这东西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学到精神熟练的 你就咳嗽 心情不好 小疯子交了一会儿 就懒得交了 我一想 岛也是个好主意 一咳嗽 那嗓音就变 心情不好 那就可以整天黑着个脸 也不用眉目传不传情了 我见墙上还挂了两把桃木剑 就拿了一把挂在腰上 二人收拾妥当 想起那对师兄妹 离开前说的话 还是把所有门窗都关好 又把道观大门给锁了 出门之后 就向着降雪山庄方向急行 虽然按照那女道童所说 占了降雪山庄的是罗家 但请凭罗家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他们背后必然还有红灵慧 如今 不管是弥天法教 还是第九局 都是销声匿迹 不知所踪 想要在这茫茫大山中找出人来 那真如大海捞针一般 倒不如去降雪山庄碰碰运气 毕竟红灵慧和弥天法教之间的关系 不清不楚 甚至很有可能 两边的首脑还是母女俩 说不定在那能找到什么端倪 再说了 许家真要被一锅端 我这个许家贤客 也不能袖手旁观 再怎么样 别人也前辈 叔叔的叫了这么久 至于方寸山他们一行人 我倒还不是很担心 有方寸山 这个老狐狸在 应该能早早就看出端倪 这天气依旧糟糕得很 空中阴云不散 当空中再度响起雷声之时 我俩已经来到了降雪山庄门前 只见大门敞开着 左右两侧分别守着两个人 看到我们过去 四人中立即有两人迎了上来 两位要去哪里 其中一人拦下我们问道 我们是来做客的 麻烦两位带我们进去 小疯子微笑着柔声说道 做客 那人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今天我们山庄闭门谢客 你们快走吧 闭门谢客吗 小疯子有些疑惑 指了指大门 这门不是开着吗 看你长得细皮嫩肉的 没脑子吗 那人有些恼羞成怒 谁说闭门谢客就得关门的 你怎么骂人呢 小疯子眼睛一红 委屈道 我师兄心情不好 你又骂我 那人宁笑一声 我看你们两个 没等他一句话说完 我上前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响 那人哼都没来急哼一声 就扑在了地上 他那同伴大吃一惊 只是没等他有所动作 就被我又是巴掌扇倒在地 只是啪啪两声 转瞬之间 面前就躺了两人 都说我师兄心情不好了 小疯子悠悠叹气道 此时 那守在门口的两人 这才反应过来 扭头张嘴 就要大叫 我大袖一挥 瞬息间掠至二人中间 两手往二人肩上一搭 二人刚叫出半声 就硬生生地给噎了回去 只听骨骼发出清脆的咔咔声 两人双眼翻白 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嘿嘿 我咳嗽几声 招呼道 师妹走了 从二人身上跨过 大摇大摆地走进门去 没走几步 就见人影极闪 奔过来十数人 将我们围在中间 你们什么人 一个年轻人越重而出 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手里 还拿着个啃了一小半的苹果 这倒是个熟人 是罗家的 当初我第一次上降雪山庄 许 罗 叫三家 分别派了人手在大门外 而罗家就是派的这个人 好像叫什么罗志明呢 我之所以对这人印象很深 就因为这人动不动 就拿个苹果在手里啃 搞得还挺令累 你们别误会 我们是来做客的 小疯子连忙娇声解释道 做客 罗志明一边啃着苹果 一边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谁邀请你们来的 金花老夫人啊 小疯子道 说着又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大孙子吗 怎么没见过你 你说什么 罗志明目光一沉 对不起啊 我刚才没说清楚 小疯子忙解释道 你是金花老夫人的大孙子吗 怎么看起来那么面伤 你们跟金花夫人很熟 罗志明冷声问 对啊 金花老夫人经常问我们借东西 又不还 我们这次来祭司做客 也是来要债的 小疯子说着 把手往前一摊 你是大孙子 要不你来还 我听得暗暗好笑 明明是宴回贯欠了东西 在他嘴里 倒是许家欠债不还 还一口一个大孙子的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罗志明怒声呵斥道 你干嘛呀 欠债不还你还有理了 这么凶 小疯子气脑低档 虽然生气 但声音却是依旧娇滴滴的 听来娇媚动人 像是撒娇似的 还真是学了那女道童的神髓 出什么事了 说话间 又是两道人影奔了过来 我看清二人的样貌 心说倒是巧了 这二人正是之前跟着罗妙遇进 铁流谷的罗家子弟 刚才问话的 正是那个罗旭 这小子在铁流谷的时候 一脸傲气 不过现在看着 倒是稳中了不少 这两个人来要债 还把守门的给打了 罗志明冷声道 罗旭看了我们一眼 语气凝重地说道 两位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我们许家出了要紧的事情 没法招呼两位 你们还是先走吧 话还没说完 就被罗志明冷声打断道 既然都来了 怎么能让他们走了 非常时刻 还是少生事端为好 罗旭皱眉道 我看你是故意 想放他们走吧 你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思 罗志明冷笑问 罗旭怒道 你什么意思 这还用我说吗 罗志明冷然道 我看你们两个 是想学罗妙遇判出家门吧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罗旭勃然大怒 谁说妙遇姐判出家门了 罗志明冷笑 罗妙遇不告而别 至今未归 你说他干什么事情去了 滚你妈的 罗旭怒吼一声 就朝着那罗志明 急扑了过去 那罗旭和罗志明 虽然比不上罗妙遇 但都是罗家 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双方一斗起来 顿时难解难分 咱们走 我咳嗽了一声 带着小疯子就往里走 罗志明带来的十余人 立即呼啦啦地围了上来 你们千万别惹我师兄生气 小疯子慌忙叫道 他刚说到这气字 围过来的那十数人 已然尽数被我用袖子卷倒 轰隆轰隆砸在地上 不省人事 这边的一番动静 顿时把正在相斗中的罗旭 和罗志明二人给惊住了 两人齐刷刷退开 吃惊地看了过来 我一个闪身上前 挥袖抓向那罗志明 后者瞳孔一缩 立即向后暴退 同时双手节奏 五官骤然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这时上来就请了仙家护体 只是那仙家刚上身 罗志明就被我一把捏住了脖子 反手给砸在了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罗旭和另外一人脸色大变 准备抢上前来 你们两个最好别惹火上身 我瞪了二人一眼 两人急忙收住脚步 我抓住罗志明的一条腿 拖着就往里走 对小疯子说道 要是许家赶不还债 我就把这小子的腿给卸了 师兄你别生气 小疯子急忙跟了上来 只听身后脚步轻响 显然那罗旭二人也尾随了过来 不过两人只敢远远跟着 不敢靠近 这一路上 又遇上了两拨人 看到我们拖着罗志明 都是大吃了一惊 准备围上来 就被罗旭二人给喝退了 忽然间 树到人影急闪而来 放开 伴随着一声怒吓 一道狂风席卷而来 飞沙走石 只见一个秃顶的老头 满脸怒涩地呼啸而来 瞬间就到了我面前 我左袖一挥 迎面拍了过去 只听轰隆一声 那老头比之前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出去 跟着过来的几人 急忙合力将人接下 那老头刚刚站定 却是挖的一声喷出口血来 仰头就倒 你们什么人 为首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 陈生贺问道 我这一看 眼前这人倒也认识 正是罗妙玉的那个大伯罗振海 这人是罗家的中流砥柱 倒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怎么 你们许家翻脸不认人吗 连我都不认识 我咳嗽了一声 阴沉着声音道 最近家中诸事繁多 不知两位是哪里的朋友 还请两位提示一下 罗振海看了一眼 被我拖在地上的罗志明 冷声说道 从眼下来看 不管是罗志明 还是罗旭等人 应该对艳回贯的师兄妹俩 都陌生得很 至于罗振海等人 看样子 也没跟师兄俩打过交道 看起来并不像是庄的 你们想赖账就直说 不过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小疯子气呼呼地道 忽然罗振海身边有人疑了一声 急声问道 你们两位是艳回贯的 我心中微微一动 只见这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冷声道 你认得我们 原来两位真是艳回贯的高人 那中年男子喜道 五年前我曾经受了重伤 无意中摔在了桂冠门口 信得两位救主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什么救命不救命的 你怕是记错了吧 我冷淡地道 绝对没有记错 那中年人忙到 道长您的声音有些沙哑 听起来跟之前不太一样 说着看向小疯子 但我一听 您师妹的声音 就立即认出来了 怀德 他们就是当初救过你命的人 罗振海咒梅问 是 那中年人肯定地道 这两位是艳回贯的高人 那肯定是不会错 当年我本想回来报恩 但两位高人不喜打扰 我也只能作罢 原来如此 罗振海向着我们一抱拳 说道 两位救了涉地性命 在下不胜感激 当才都是误会 你是许家的吗 小疯子疑惑地打亮了一眼 那叫怀德的中年人 我来过挺多次 怎么从没见过你 那中年人公声说道 实不相瞒 我姓罗 名叫罗怀德 这许家 怀德 罗振海皱眉 喝止道 那罗怀德 却是不顾他大哥的脸色 继续往下说 这许家跟我们罗家 有近百年的恩怨 上次我身受重伤 就是伤在了许家人手里 说着微微一顿 又接着道 如今许家这庄子 已经被我们给控制 两位恩人如果要讨债的话 尽管跟我说 我来替两位恩人办妥 难怪了 你们早说清楚不就好了 本来我师兄心情就不好 你们还惹他 小疯子不满地道 这都怪我们管教无方 怠慢了两位恩人 罗怀德自责地道 不过如今庄子里实在乱得很 两位恩人不妨把许家 欠下的东西告知在下 就回到罐里等着 我办好之后 就亲自给两位送过去 怀德 既然有贵客上门 总得请进来喝一杯茶吧 怎么能让贵客就这么走了 罗振海沉声道 大哥 两位恩人不喜人打扰 罗怀德连忙道 我见罗怀德说话的时候 一直看着罗振海 眼神中满是祈求之色 显然这罗怀德知道 山庄里有问题 所以一心想把我们这两个恩人 给送走 远离这是非之地 怀德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罗振海沉声道 两位恩人与世无争的 真的不喜欢被人打扰 罗怀德忙道 要是出事 都有我来承担 我听着 咳嗽一声不耐烦地道 什么你承担 他承担得莫名其妙 把许家人叫出来 欠我们的东西 现在就得还 师兄 你别生气了 小疯子柔声劝说道 我冷哼一声 拖起那罗志明 就往里走 站住 只听数声呵斥 几道人影闪电般 向着我围攻而上 住手 罗怀德大吃一惊 跟着冲上 我抓着罗志明的脚脖子 呼地抡了一圈 那扑过来的几道人影 被迫的身形稍稍一致 只见灰影一闪 小疯子如一阵风般掠过 在我深周转了一圈 那围攻而来的数道人影 顿时无声无息地 倒在了地上 只有那罗怀德 愣愣地站在那里 边上的罗振海 以及剩下的三名老者 脸色大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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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